养父养母竟将我的骨髓还有血 抽出来卖钱 随后将我扔到垃圾堆 在我濒临死亡之际 豪门亲爹找上门 外加七个俊美拽的叔叔保驾护航 住手 杭宝才五岁 你们怎么可以让他抽骨髓 爸爸 别当奶奶 现在小虎需要骨髓 他正好匹配 我们抽他几次骨髓怎么了 别忘了 没我们养着他 他早在街上要饭 这一个月 你们抽了他五次血 两次骨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做什么 你们将他的血卖给别人 骨髓也不是为了救小虎 他跟小虎的血型根本不一样 你真当我老眼昏花 老东西 别给脸不要脸 他是稀有的熊猫血 你知道多值钱吗 我们将他养这么大 现在他给我们赚钱 有什么问题 别当奶奶 唐宝跟爸爸妈妈去抽血 别当奶奶 这才是爸爸的好孩子 奶奶 我很快就回来 二十分钟后 黑诊所 医生用很粗的管子 给唐宝抽血 医生 多抽一些 能有多少钱 十万 那这次就多抽一点 反正他也不是我们亲生的 爸爸 妈妈 唐宝难受 叔叔 唐宝要死了吗 这时医生有点不忍心 或许是因为唐宝 过于清澈的目光 让他心里有些难受 再抽下去 要死人的 就这样吧 看他的样子 好像有点不对 要不然扔了吧 别到时候生病 还要我们花钱治病 说的也是 反正也没价值了 于是两人便将唐宝扔到了 连锁附近的垃圾堆 爸爸 妈妈 奶奶 唐宝好难受 唐宝 唐宝 打电话给你爸爸 你爸爸叫苏楼墨 他的号码是132 就在唐宝的呼吸 渐渐快要停止的时候 唐宝胸口挂着的锦囊 在这个时候 发出淡淡的光芒 很快 唐宝手里多了一个电话 此时 苏氏集团 苏楼墨阴沉着脸 望着面前的男人 语气冷漠道 还不管 我可是你弟弟 好不容易回国 你就这么对我 苏冷 苏楼墨最小的弟弟 排行第七 是本年度最受欢迎的影视明星 别跟我废话 我不想苏氏集团 被你的那些狂热粉丝攻陷 此时 苏楼墨的电话响了 爸爸 我是唐宝 你是苏楼墨吗 爸爸 唐宝 谁啊 你在外面有私生女 我没有女儿 苏楼墨语气不难 正想挂电话之际 唐宝说道 五年前 12月24号 伊丽莎白大酒店 你被一个采花贼 你在哪里 此时 唐宝把位置告诉了苏楼墨 大哥 这个真的是你女儿 苏楼原本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可在看到女孩说什么五年前 又见苏楼墨这么激动的时候 他忽然意识到 这个女孩 或许真的是苏楼墨的女儿 去老城区 安令路90号 一个小时左右 几辆豪车骑刷刷出现在垃圾堆附近 唐宝 而此时的垃圾堆里 一个瘦小的孩子 趴在满是脏屋的垃圾堆里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 听到了苏楼墨的声音 是爸爸吗 爸爸 唐宝在这里 爸爸 舅舅唐宝 疼 唐宝难受 别怕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不管是谁 我绝不原谅 孩子稚嫩痛苦的声音 就像是刀子扎进苏楼墨的心口 他自问自己 不是善良之辈 可怀中 这个一碰仿佛会碎的孩子 却让他心口饭疼 半个小时后 医院 苏楼墨和苏冷站在手术室外面 谁都没动 苏楼墨的心腹 将唐宝的资料递给苏楼墨 当得知真相 我特么的忍不了了 苏冷在粉丝面前 一直都是非常有风度的风流贵公子 可此时的他 却暴躁的像个喷火龙 大哥 你别告诉我 你能忍 唐宝跟我们的血型一致 肯定是你的亲生女儿 没错 他被人这样欺负 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 此时医生走了过来 情况如何 受伤很严重 这么小的孩子 竟然抽了这么多血 严重营养不良 而且骨髓也被抽了两次 能不能挺过筋吗 就看孩子自己的造化吧 他们很爱钱 这么喜欢卖鞋 就让他们一次性卖个够 我明白了 马上去吧 唐宝呢 你们将唐宝弄到哪里去了 晕了 没用的东西 留着还要花钱 我们直接将它扔到了垃圾桶 你们 畜生 你们简直不是人 此时 面子传来一道车子的隐情声 上集说到 唐宝被亲爸爸从垃圾堆救出后 送到了医院 得知唐宝的遭遇后 七叔叔苏冷直接带人 去了唐宝养父家 先生 请问你找谁 黄虎一眼看苏冷就是有钱人 不由对着苏冷一阵谄媚 苏冷贴了黄虎一眼问道 想赚钱吗 找你做一笔生意 先生想跟我们做什么生意 女人的目光 让苏冷有些许恶心 一想到那么小的唐宝 被他们以那种残忍的方式对待 苏冷的毛子一寸寸变了 看你们两个人长得人高马大的 给我们医疗团队献血就行 只是献血 就能拿这么多钱 两人连细节都没问清楚 便表示自己愿意献血 放心 只是献血罢了 一个小时后 黄虎和王梅两人面如死灰趴在地上 我们不抽了 真的不要吗 看看这些钱 只要你们满意 这些钱都是我们的 没有骗我们吗 是的 那你们继续吧 医生控制住了量 不会要两人的命 终于两人脸色灰白 完全已经没力气了 医生停下手中的动作 苏冷走到两人跟前 看着像死鱼的两人 苏冷只是用脚尖踢了踢两人 两个人都没反应 扔到垃圾堆去吧 记住 把控好时间 通知人将他们送到医院去 可不能让他们死了 病房里 唐宝刚睁开眼睛 就看到了苏楼墨手在自己身边 再看到苏楼墨俊美的脸后 他用稚嫩的声音问道 你是 亲生爸爸吗 他记得自己 在垃圾堆里的时候 脑子里有人让他给亲生爸爸把电话 嗯 我是你爹地 亲生的 我 小奶奶 你能帮我救奶奶吗 你奶奶正在病房休息 别怕 这是你七叔叔 唐宝 从今天开始 爸爸会一直保护你 亲生爸爸不会打唐宝 会给唐宝饭吃的对吗 他们连饭都不给你吃 苏冷捏着拳头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顿时 两个大男人落了泪 唐宝 我是你七叔叔 你还有六个叔叔 以后我们都会对小唐宝好的 这时 唐宝笑得有些羞涩 闭上眼很快便入睡了 这孩子受了很多苦 放心吧 大哥 我会让他们一辈子生不如死 这便是伤害唐宝的代价 病房里 唐宝再次醒来 突然听到脑子里的声音 唐宝 我是你师父 从今天开始 我教你本事 让你成为天上地下 最厉害的宝宝 唐宝不想学 唐宝不想变成超级厉害的人 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师父教你算命 你七叔叔马上要倒大霉了 你不想帮你七叔叔吗 七叔叔不可以倒霉 唐宝要帮七叔叔 那唐宝喊我师父 我教你算命 好不好 师父 唐宝刚喊完 脖子里的锦囊 发出淡淡光芒 唐宝的脑子里 有很多文字在飘 唐宝惊讶发现 这些文字 自己竟然都看得懂 唐宝 睡一觉 明天就能全部消化 为师先去休息了 第二天 唐宝灰白的脸色 在今天显得好看不少 身上的伤也正在结痂 唐宝 看看七叔叔 给你准备了什么早餐 这是肠粉 油条 还有卷饼 鸡蛋 蛋糕 面包 还有海鲜 唐宝漂亮的眼睛 被面前的早餐吸引 肚子咕噜噜一直叫 都要 可以吗 自然可以 不过唐宝的小肚子 装得下吗 唐宝吃饱后 指着苏冷 语气稚嫩说道 七叔叔 三天内 不许去南片 不许开车哦 为什么 有危险 血光之灾 七叔叔会遭遇车祸 双腿会残废的哦 唐宝 我跟你有仇啊 你怎么可以诅咒七叔叔 唐宝不是诅咒 是算命 七叔叔要听唐宝的话哦 苏冷压根没将唐宝的话 放在心上 只觉得唐宝从电视上学的 爸爸 唐宝想见奶奶 让老太太过来 半个小时候 奶奶 别怕哦 唐宝在 你找到自己的亲生爸爸真好 以后要跟他好好生活 知道吗 奶奶也要一起 唐宝照顾奶奶 奶奶有自己的家 你照顾唐宝 至于你不争气的儿子和儿媳 不要也罢 现在听苏楼墨让自己照顾唐宝 老太太老累纵横道 好 我照顾唐宝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陪唐宝多久 但是他知道 他活着 就要保护好这个孩子 党父母将我的血抽出来卖钱 还把我扔到了垃圾堆里 在我临死之际 亲爸爸找到我 把我送到了医院 帮我找一下唐宝的亲生母亲 我现在只想知道 唐宝的母亲哪里去了 当年抢了我 为什么生下唐宝后要扔掉他 如果不是他扔掉唐宝 唐宝怎么会受苦 你记得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吗 我当时被打晕 怎么可能记得 联系一下老三 苏家老三 世界黑客榜排名第五 是高科技人才 就算苏楼墨当时没看清楚对方的脸 他也有办法寻到踪迹 找到对方的DNA留存库 到时候就知道对方是谁了 三哥还没回国 不过唐宝的事情 我已经发在家族群里了 等他们回来 肯定会很疼唐宝的 唐宝可是比钟林更可爱 我的孩子自然可爱 唐宝在医院休养了半个月 苏龙墨跟苏冷带着唐宝 回到了苏家 喜欢这里吗 唐宝以后就住在这里吗 嗯 以后唐宝就住在这里 等一下唐宝还会看到姐姐和爷爷 唐宝会乖乖听话 唐宝就算不乖 也没人敢将你赶出来 大少 七少 老爷已经在客厅等候着小小姐 妹妹 你终于回来了 我叫钟林 是爷爷收养的孙女 你可以喊我姐姐哦 唐宝 这是钟林姐姐 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 知道吗 大爹地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妹妹 钟林是苏老收养回来的孩子 奈何七个儿子 都不肯认钟林当干女儿 老爷子便只能让钟林 按照排名喊爹地 他又是唐宝 苏老拄着拐杖 走过来老人面色沉宁打亮着唐宝瘦肉的身体 眼底带着嫌弃 这孩子跟一颗豆芽菜一样 长得粘里巴基的 看着哪里有苏家人半分样子 我的女儿 以后便是苏家的大小姐 喝 苏家大小姐是钟林 苏老不喜欢唐宝 他不会让唐宝抢走钟林的身份 苏家信任当家是我 老陶 你觉得我女儿配不上大小姐这个称呼吗 苏楼墨也不是不喜欢钟林 只是身份面前 唐宝作为苏家的血脉 自然要压过钟林 哪怕钟林从小在苏家长大 深得苏老喜欢 苏楼墨也不会委屈唐宝 他身上 我看不到半分苏家人的影子 我能看到就行 以后唐宝就是苏家大小姐 谁要是敢欺负他 下场 死 行了 多大人还生气 大哥什么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唐宝受了这么多委屈 大哥可心疼他了 再说了 他是大哥的第一个女儿 说是大小姐也不为过啊 七爹弟说的没错 妹妹是大爹弟的亲生女儿 不像钟林 只是爷爷收养的孩子 就算你是我收养的孙女 也比他金贵 苏家大小姐只能是你 他只是二小姐 唐宝这么可爱 老头子的心怎么偏成这样 对钟林就这么温柔 对唐宝就这么冷淡 唐宝好歹身上流的可是苏家的血 苏冷意识到 唐宝在苏家 可能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了 今晚你就跟爹弟睡在一起 明天爹弟给你准备一间 漂亮的公主房 爷爷不喜欢唐宝 他只是跟唐宝相处的时间少了点 等时间久了 他就会很喜欢很喜欢唐宝 唐宝会听话 长大后 要照顾奶奶 照顾爹弟和七叔 唐宝可以的哦 师父说 唐宝只要认真学本事 以后就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我家唐宝 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 爹弟 唐宝困了 要跟师父学习了 唐宝说完 便上了床闭上了眼睛 这时 胸口的锦囊再次发出亮光 唐宝 跟你七叔叔说了 他有血光支在这件事吗 七叔叔一定会没事的 我看未必 明天早上 唐宝还是要提醒一下他 还有你要小心那个钟灵 而此时的钟灵 正在房间盘算着怎么害唐宝 这种土里土气的傻子 竟然是大爹弟的亲生女儿 真是会气得很 不过 就算是亲生女儿又如何 爷爷最疼我了 我一定会将这个土包子赶出苏家的 第二天早晨 钟灵就偷偷走到唐宝的房门口 在上面铺了一层的油 然后在油边缘的位置放了一排涂钉 做好这一切 他立刻躲了起来 大约15分钟 唐宝果然从门口走出来 钟灵一脸兴奋看着唐宝 唐宝的脚踩在油上面 踩在了涂钉上面 却没有受伤 钟灵一脸不敢相信 看着已经远去的唐宝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没有摔倒 也没有摔在涂钉上 一边想着一边上前 查看情况 他却不小心整个人摔倒在地板上 手掌正好插在了一个涂钉上 灵灵 出什么事情了 钟灵看到苏老后 哭得更加大声 指着唐宝的方向哽咽道 别怪妹妹 他并不是故意的 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歹毒 从那种地方养大的果然不入流 将他给我带到祠堂 给我归到十二点 唐宝没做坏事 给我带走 看了就外眼 谁敢动我的女儿 正在庸人带唐宝离开之急 苏楼墨冰冷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响起 上集说到 钟灵陷害唐宝 苏老爷子大发雷霆 要狠狠惩罚小唐宝 在这关键时刻 苏楼墨冰冷的声音响起 谁敢动我的女儿 他伤害灵灵 小小年纪心长这么恶毒 难道我作为他爷爷 不应该好好教育他一番 苏老的话 让苏楼墨的眼底泛着冷意 他看向唐宝 语气温柔地问 唐宝 是你做的吗 唐宝没做坏事 那就是姐姐在陷害你 是不是 大爹地 我没有 苏楼墨 你现在是在怀疑 灵灵在说谎 我的女儿 不会撒谎 难道灵灵会撒谎 别忘了 你可是看着灵灵长大 她从小聪明善良 而你怀里这个孩子 在那种环境下长大 会变成什么德行 你心里很清楚 大爹地 唐宝在门口放土钉 还撒上游 就是故意让我摔倒 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姐姐这是在陷害唐宝吗 唐宝不傻 钟灵听着唐宝的话 脸色变得很难看 她明明就是一个土包子 竟然还敢说这句话 别废话 将她给我带走 我说过 我的女儿谁都不能懂 阿牧 你现在是在纵容这个孩子 以后她只会变得更加恶毒 这件事我会让人调查清楚 大爹地讨厌灵灵了 是不是 灵灵真是傻孩子一个 你大爹地最喜欢灵灵了 我们整个苏家 谁不喜欢灵灵 老爷子听完钟灵的一番话 心里很不是滋味 唐宝这个孩子 简直就是灾心 我要想一个办法 将唐宝扔出苏家去 母亲都不详的孩子 怎么能留在苏家 爹地 唐宝没做坏事 他们怎么就不信唐宝呢 唐宝是好孩子 怎么会做坏事呢 爹地相信你就够了 七叔叔呢 出门去了 不论管他 爹地今天带你去买衣服 好不好 太好了 以前爸爸和妈妈 从来不给唐宝买衣服 唐宝穿的都是奶奶做的衣服 爹地跟爸爸妈妈不一样 师父说 爹地是亲生的爹地 是生下唐宝的人 唐宝是从爹地肚子里出来的 爹地 唐宝从你肚子里出来的时候 你会很疼吗 唐宝的这一句话 顿时让苏楼墨实话 唐宝是从你屁股里拉出来的吗 唐宝看过电视 上面就是这么说的 苏楼墨此时显得很无奈 语众心常说道 唐宝是从你妈咪肚子里出来的 妈咪吗 唐宝见过他吗 爹地会找到他的 该死的女人 抢了我就算了 生下唐宝还扔了他 臭女人 你最好别被我抓住 爹地 七叔叔有危险 师父说 锦囊发烫 是他算命的那个人没听确 最终还是遭难了 放心 他好得很 我们吃完早餐 就去商场买衣服 苏楼墨没注意唐宝的表情 只当孩子的胡言乱语 七叔叔没听话 七叔叔去了南片 七叔叔出车祸了 腿可疼了 爹地要去救七叔叔 唐宝能救他 唐宝 你是不是脑子 在皇家被折磨这么多年 难道唐宝的脑子被打出毛病来了 大少 不好了 七少出车祸了 唐宝 你刚才说你七叔叔有危险 你能 遇见未来 唐宝这是算命 唐宝还会中医 可以救七叔叔 爹地 我们去医院 会算命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唐宝竟然还会中医 他可不相信唐宝说会中医的话 半个小时后 苏楼墨带着唐宝来到医院看苏楼 苏楼的情况如何 情况很不好 七少可能熬不过今晚 什么 你再说一次 之前还活蹦乱跳的苏楼 现在却被医生下病危通知书 苏楼墨情绪失控 抓住医生的衣服 眼神冷烈问道 大少 我们已经尽力了 整个医院最好的医生 都被调过来给七少治疗 但是 他的肾脏受损很严重 我们无力回天 唐宝能救七叔叔 苏楼墨双眸心红一片 他握紧着拳头 男人凶狠的样子 让一旁的医生不敢上前 唐宝 你说什么 我能救七叔叔 唐宝别闹 医生都没办法 唐宝就算只是巧合算的 苏冷有危险 又怎么能救苏冷 爹地 唐宝能救 唐宝见苏楼墨不信自己 便看向医生 七叔叔要进行银针刺学 学位师傅教过唐宝 银针刺学都知道 医生对唐宝能说出银针刺学 很是震惊 此时 唐宝爬上手术床 手指轻轻 点了苏冷身上几个穴位 医生俯修过中医 自然看出唐宝手指的穴位 代表什么 都是人体最重要的命脉 唐宝 不要胡闹 马上下来 爹地 扎针 七叔叔来不及了 给我针 我要救七叔叔 人体穴位 原本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掌握 眼前这个女孩 不仅能够精确指出 而且每个穴位 都只有医术精湛的神医 才能指出 小小姐 可以教我吗 街上集 唐宝算出七叔叔出了车祸 要去医院就七叔叔 结果医生说 已经无力回天 此时唐宝点了苏冷几个穴位 医生却跪在地上 唐宝一脸傻乎乎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医生 漂亮的脸上带着迷茫 唐宝刚才指着的穴位 难道不是点着完吗 那些穴位都是人体最重要的位置 小小姐的医书是跟谁学的 师父哦 师父可厉害了 教了唐宝很多本事 师父还说 唐宝很聪明 一点就通 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孩子 小小姐 你来诗真 小小姐是在试华陀 她是整个帝都最厉害的医生 现在却说唐宝是在试华陀 看着唐宝利落的动作 苏楼墨脸上带着不可置信 唐宝竟然这么厉害吗 苏总 看来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儿 这么小年纪就对中医这么了解 以后肯定是神医华陀 扁鹊在世 半个小时后 苏冷恢复了心跳 爹地 齐叔叔没事了 唐宝很累吧 累 呃 一会爹地带你去吃东西 吃完东西爹地带你去 买玩具好不好 爹地 唐宝想要奶奶给唐宝做的那只兔子 那是他最宝贝的东西 爸爸妈妈将他带去抽血的时候 兔子不偶丢了 爹地 你能带我回去吗 兔子就在家里 我想捡回来 好 半个小时后 苏楼墨带着唐宝来到他以前住的小平房 黄虎和王梅 被苏冷的人整得负债累累 变成了乞丐 现在这套老房子也卖给别人了 苏楼墨跟房主说了下 在看到这里的环境之后 他无法想象 自己的女儿竟然在这种环境下 生活了近五年 每天还要承受被殴打 没饭吃 做家务 被迫抽血抽骨髓 爹地为什么哭 唐宝 一直都是住在这里吗 之前是一个茅草屋的 后来才搭建了这个 虽然夏天很热 冬天很冷 可是奶奶都会抱着唐宝 对不起 爹地 找到兔子玩偶 唐宝就原谅爹地 好 唐宝 以后爹地会照顾好你 不让你说半点委屈 房里脏得不行 苏楼墨却并未在意 他全身贯注寻找唐宝最真实的兔子玩偶 却怎么都找不到 兔子不见了 爹地给你做一个好不好 爹地会做吗 他哪里碰过毛线这种东西 但是为了唐宝 他决定好好尝试一番 只要唐宝开心 他做什么都愿意 两个小时后 苏楼墨带着唐宝回到家 大哥 苏家老二 苏涵 最年轻的医学博士 他是医学界的天才 之前一直在国外做研究 接到苏楼墨的电话说苏冷出事 这才坐私人飞机回国 怎么这么丑 丑 苏楼墨摸着唐宝的头 眼神犀利扫向苏涵 苏涵被苏楼墨冰冷的视线吓到 立刻改口 不丑 我们家小公主怎么会丑 二爹地 这时 钟灵稚嫩喜悦的声音 在客厅响起 苏涵一直都很疼钟灵 毕竟苏家杨胜英衰 钟灵又漂亮懂事 苏涵自然对钟灵喜欢的不行 灵灵又长高了 此时 苏涵注意到灵灵的手裹着纱布 怎么 受伤了 不怪妹妹 妹妹也不是故意的 灵灵一点都不疼 钟灵的样子 让苏涵瞬间心疼的不行 大哥 是唐宝欺负钟灵了 大哥 我知道唐宝是你的亲生女儿 但是你不能纵容她 这样她长大后也会变坏 孩子还是要从小教育好 我的女儿 不需要别人说教 我就是担心唐宝会越来越坏 我的女儿 不会欺负别人 除非是别人欺负她 苏涵末冷淡说完 眼神落在钟灵身上 若是有人敢冤枉我女儿 我绝不姑息 大爹地这番话是对我说的吗 果然 土包子来了之后 大爹地的眼里没有我的存在了 大哥 你吓到灵灵了 苏涵末是七兄弟中 性格最冷的人 他从小就很优秀 所以成为了苏家的家主 苏涵末没有理会苏涵 带着唐宝上了楼 此时的苏涵对唐宝并没有什么好感 他一直认为在那种环境长大的孩子 一般都没什么教养 苏涵在医院看多了那种贫困家庭 出生没教养 只会撒泼的基层人 所以对底层人 苏涵都不怎么喜欢 半夜的时候 唐宝正在睡梦中跟师父学本领 在将要结束的时候 师父忽然告诉唐宝 唐宝 你奶奶要死了 到时候不要伤心 她是有功德的人 唐宝因为太困了 没听清楚 想问清楚的时候 师父已经消失了 锦囊也没有再发光 而唐宝也迷里呼呼 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 他就想起了奶奶 爹地 唐宝想去看奶奶 此时 心腹阿火走了过来 这时苏楼末才得知 黄虎和王梅 从新闻看到唐宝 是苏家的千金小姐 还知道老太太住在苏家 便想尽办法跟老太太打亲情牌 但是老太太对两人早已经寒心 要赶走他们 恼羞成怒的黄虎推了老太太一把 现在老太太住在医院 几乎生命垂危 老太太嘴里一直念着唐宝的名字 爹地 是奶奶出事了吗 说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铜钱 他闭上眼睛 嘴里念念有词 说着一些苏楼莫听不懂的话 随后睁开双眼 漂亮的眼睛满是泪水 他好像是知道老太太要离开一样 奶奶在等我 爹地 我要见奶奶 半个小时后 苏楼莫带着唐宝 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老太太 唐宝啊 奶奶别怕 你回去很漂亮的地方 那里会很暖和 再也不会二游受冬了 嗯 我家唐宝要健康长寿 知道吗 街上集 睡梦中师父告诉唐宝 奶奶有危险 早晨起床 唐宝拿出铜钱紧闭双目 算出奶奶要离开人世 唐宝找不到奶奶送的兔子不 奶奶给你织了另一个兔子 在房间里 是奶奶送给唐宝最后的礼物 唐宝一定要跟自己的爸爸生活快乐 知道吗 奶奶 没多久 老太太便闭上了双眼 唐宝 爹地 奶奶会很幸福 我们把奶奶葬在最漂亮的地方好不好 好 爸爸 把奶奶葬在北方的小塔下好吗 那里风水最好 奶奶在那里会很幸福 小塔 那是帝都最奢华的目的 一个目的要上千万 非富即贵的人才葬得起 而且 要在小塔东南方的位置 奶奶住的才会舒服 唐宝还懂风水 唐宝懂 爹地 唐宝会看风水 会算命 还会医术 唐宝脑子没坏 好 我们家唐宝脑子最好是 大少 七少醒了 想要见小小姐 爹地 我们去见七叔叔吧 病房内 苏冷正坐在床上跟一旁的苏涵聊天 我接到电话说 你快死了 才立刻回来的 看你的样子 一点不像伤患 王医生说 是唐宝救了我 我家小唐宝 简直太厉害了 我看你应该去照一个court 检查一下脑袋 有没有问题 唐宝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可能救你 还有 唐宝心地不行 需要好好教育 你对唐宝有偏见 苏冷算是听出来了 苏涵似乎对唐宝有很大的偏见 苏冷顿时有些不乐意 二哥 你不知道唐宝以前过的什么生活 被欺负成什么样子 可即使这个样子 这孩子善良依旧 还特别懂事 你不知道我都哭了 七叔叔 七叔叔身体恢复得很不错哦 唐宝 谢谢你叫了我 不客气 七叔叔要是听话不去难骗 根本就不会受伤 是七叔叔不好 没讲唐宝的话放在心上 以后七叔叔一定不会这样 难道唐宝真的会算命 苏涵居高临下望着唐宝 温润如玉的面容却带着梳理 此时唐宝看向苏了 二叔叔不喜欢唐宝 二叔叔只是跟唐宝不怎么熟 唐宝别放在心上 此时苏楼墨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端的人跟苏楼墨不知道说了什么 苏楼墨的脸上带着寒意 损失这么多资金 你们怎么做事的 项目有问题 你们竟然都没察觉到 我花这么多钱 请你们是做什么的 唐宝别被你爸爸吓到 他工作的时候就是这副德行 买荣胜股票能赚一个亿 这孩子说什么呢 荣胜股票一直处于亏钱状况 买荣胜怎么可能赚钱 唐宝怎么知道荣胜股票 唐宝算的 股票还能算 我家小唐宝怎么会这么能干 七叔叔 你相信唐宝吗 自然相信 七叔叔经历这次之后 你后面就会顺风顺水了 唐宝给你摆一个风水镇 七叔叔还会收获爱情 让我赚钱就行 至于爱情什么 我可不需要 真是病得不轻 唐宝 爹地要去公司 你待在这里陪着七叔叔 一会爹地过来 接你好不好 爹地有麻烦 唐宝要跟着你 好 我带唐宝一起 到了公司 唐宝坐在沙发上 咬着苏楼墨给自己准备的饼干 看着正在对自己的下属发脾气的苏楼墨 爹地不是在跟唐宝发脾气 唐宝别怕 爹地 别生气 爹地不生气 汇报一下 这次损失多少钱 二十个亿 什么 二十个亿 你们有什么办法填补空缺 苏楼墨冷着脸表情阴冷问道 高管被吓出一身冷汗 不停摇头 苏氏集团因为这个项目 直接造成经济危机 所有人都沉默了 因为他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爹地 荣胜股票 能赚哦 唐宝乖 爹地处理好工作就带你吃东西 爹地要听唐宝的 荣胜股票 将全部钱投进去 能解决你现在的危机 唐宝一个几岁的孩子 怎么会知道荣胜股票 爹地要信唐宝 唐宝不会骗爹地 好 听唐宝的 将公司全部资金投入荣胜 苏总 荣胜一直都是亏本的状况 这样可能会导致苏氏集团破产的 我家唐宝说的荣胜能赚钱 那便能赚钱 还不快去 怎么 现在我的命令都没用了 我现在马上去办 上集说到 苏楼木公司遇到危机 唐宝算出买荣胜股票可以赚钱 解决这次危机 把公司全部资金投进荣胜股票 爹地 我想拿奶奶给我吃的那个玩偶 爹地先带你回家拿玩偶 然后带你去吃好吃的 爹地让人给你办理了入学手续 以后你跟林林在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班 在那里 唐宝能认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小朋友会喜欢唐宝吗 我家唐宝这么可爱 有谁会不喜欢唐宝 二叔叔不喜欢唐宝 爷爷不喜欢 姐姐也不喜欢 他们喜欢不喜欢 对唐宝而言 会很重要吗 不重要 爹地跟七叔叔喜欢唐宝就够了 唐宝说的没错 有爹地喜欢就够了 旁人的喜欢 不用太在意 苏楼木带着唐宝进入老太太的卧室 在床头的位置 有一个很大的兔子 是用毛线勾勒出来的 上面还有唐宝的名字 非常漂亮 唐宝走上前 将兔子抱在怀里 用脸蛋蹭了蹭 奶奶的温度 很温暖 唐宝的话 让苏楼木心里 很不适滋味 老太太跟着唐宝相依为命 对唐宝而言 老太太是非常重要的人 爹地也会给唐宝吃很漂亮的玩偶 爹地织出来的肯定非常漂亮 就算织得不好看 唐宝也不能嫌弃爹地 不嫌弃 师父说的没错 爹地真好 爹地 你马上就能赚大钱 好 爹地马上就能赚大钱 等苏楼木和唐宝离开后 一直躲在树后面的钟灵走出来 他望着唐宝他们离开的背影 脸色泛着冷意 一个不值钱的毛线布哦 还当成宝 果然是土豹子 我一定会教你赶出苏家的 此时 苏楼木带着唐宝吃烤肉 两人吃到一半的时候 历数给苏楼木打来电话 苏总 短短一个小时 荣盛股票正在疯狂飙升 我们要赚发了 嗯 听我家唐宝的没错 苏总 小小姐真是锦理啊 专门送福气的 她真的太厉害了 她是我的福星 爹地 赚钱了吗 赚了 估计明天就能回本了 唐宝真棒 爹地更棒 爹地 我们给七叔叔打包吃的好不好 听唐宝的 苏冷原本在玩游戏 看到唐宝后 直接将游戏关掉 唐宝 来 宝宝 七叔叔还疼吗 看到唐宝就不疼了 我家唐宝 怎么会这么可爱 别随便亲唐宝 大哥 你睡觉有点小气了 我可是他亲叔叔 亲一下都不行吗 你的口水 脏死了 唐宝看着苏龙墨和苏冷 两人斗嘴的样子 以为两个人在吵架 爹地 七叔叔 别吵架 不吵架 我们怎么会吵架呢 苏冷收敛心神 对着唐宝一脸认真说道 唐宝看着很平静 苏冷却很不是滋味 唐宝很懂事 大概是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才不哭的吧 一直相依为命的奶奶 就这样离开了 唐宝怎么可能不难过 唐宝 明天过来看你 苏冷一脸不舍看着唐宝 要是唐宝 是他女儿就好了 他忽然也想生宝宝了 唐宝 有危险 唐宝 有危险 师父 没有应答 唐宝便洗完树下楼 正好看到苏老爷子 看看你穿的什么衣服 这么大的人 连衣服都不会穿吗 唐宝低头看向自己的衣服 他将扣子扣错了 唐宝被苏老一阵呵斥 委屈得不行 什么都要你爹的帮忙 你就跟废物一样 以前没你爹爹 你怎么生活的 土包子就是土包子 就算有大爹爹的喜欢又如何 没有爷爷的喜欢 就是土包子 爷爷别生妹妹的气 毕竟妹妹受了这么多苦 我帮妹妹将扣子扣一下 他那样欺负你 你还帮他 零零 爷爷说过 别太善良 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哪怕没心眼 眼前这个孩子 心眼就够多 而且都拉得很 他是妹妹 玲玲是姐姐 不管妹妹做什么 姐姐都要原谅妹妹的 钟玲的一番话 让苏老的眼底带着心疼 我们家玲玲就是心地善良 以后你再敢伤害钟玲 我一定要你好看 钟玲朝着唐宝走过去 一脸假惺惺惺说 要帮唐宝扣扣子 钟玲见唐宝竟然敢避开自己 他一把抓住唐宝的手腕 用力捏着唐宝的手骨 妹妹别胡闹 此时唐宝胸口的位置忽然像是被挣扎 唐宝本能推开钟铃 好疼 玲玲 你果然是心思恶毒 唐宝没有 是姐姐扎唐宝 管家 将他带到祠堂 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育他 上集说道 师父告诉唐宝有危险 唐宝刚下楼遭到苏灵的陷害 小小年纪心思就这么恶毒 管家 把他拉到祠堂 我要好好教育他一番 此时 苏家祠堂 唐宝被庸人按在地上 他吓得小脸雪白一片 他想到被黄虎他们虐待的场景 原本 苏龙墨和苏龙抚平了 唐宝内心的恐惧和害怕 苏老又成功激起了 唐宝内心的害怕 唐宝不敢了 别打唐宝 疼 小小年纪不学好 这么恶毒 你怎么配成为我们苏家的人 也就苏龙墨这个蠢货将你当成宝 疼 唐宝疼 爹地 七叔叔 唐宝好疼 爸 你在做什么 苏涵回来 就听庸人说苏老将唐宝抓到祠堂 心下一裂 立刻过来祠堂这边 在看到唐宝被苏老殴打的时候 苏涵眉头紧锁 挡在唐宝面前 二叔叔 舅舅唐宝 唐宝会乖 孩子清澈的眼睛望着苏涵的时候 苏涵感觉自己的心狠狠一颤 他明明也不喜欢唐宝 却在看到他这副表情动了侧影之心 别怕 二叔叔在 苏涵 你让开 你不知道这孩子多恶毒 大哥一会就会回来 要是被他知道 肯定会大发雷霆 他被孩子冲昏头 不知道这孩子多恶毒 他不教育 我来教育 此时 苏涵眉冰冷恐怖的声音在这时响起 教育 我的女儿 还需要你来教育吗 你真当他爸爸是死了吗 这下真的惨了 大哥这是生气了 唐宝 别地来了 苏涵眉看着遍体鳞伤的唐宝 双眸充斥着一股血红色 唐宝此时已经失去意识 别打唐宝 唐宝会乖乖的 苏涵眉看着自己辛辛苦苦 才让他走出阴霾的唐宝 此时又回到了最初那个恐慌害怕的女孩 一瞬间苏楼墨的心脏仿若被裂开 唐宝 我是爹地 你不记得爹地了吗 唐宝会乖 别打唐宝 爸爸 妈咪 别打唐宝 唐宝好疼 苏涵站在一旁 看着唐宝说的话 心莫名有些难受 这个孩子 或许不是我想的那样 爸 为什么对一个孩子下这种手 灵灵好心给他扣扣子 他将灵灵推到地上 灵灵的脑袋都肿了 还一直帮他说话 你说这么恶毒的孩子 难道不应该好好教育一下吗 唐宝怪 是爹地 爹地来了 别怕 爹地 抱抱 对不起 唐宝不疼 爹地别生气 孩子懂事的安慰 更像是刀子扎进苏楼墨的心脏 苏楼墨红着眼 看向苏老 这件事 我不会就这个样子算了 怎么 难道你还要为了他 杀了我不成 如果唐宝被你弄死了 我不介意 你说什么 大爹地 别气爷爷 是玲玲不好 玲玲没照顾好妹妹 玲玲怎么过来了 玲玲担心妹妹 所以就过来了 苏楼墨没有理会钟灵 只是 看向脸色难看的苏老 唐宝是苏家嫡系的大小姐 钟灵不过是你战友的孙女 就算她是你养大的 你也别想为了钟灵 欺负唐宝 谁要是在伤害唐宝 我绝不姑息 苏楼墨这些狠话 全部都是说给苏老听的 苏老怎么会听不懂 他在商场几十年 从未受过这种委屈 现在被苏楼墨这么警告 苏老气得不行 苏楼墨 你好样的 我可是你亲生父亲 还有玲玲也是你看着长大的 难道还比不上 你怀里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唐宝不是来历不明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爹地 别吵架 唐宝 难受 好 爹地听唐宝的 爹地不吵架 爹地这就带你去医院 妹妹 妹妹你怎么样 爷爷怎么没有将这个土包子打死 要是在大爹地来之前 爷爷将土包子打死就好了 坏人 唐宝 不喜欢 妹妹你将我推倒害我受伤 我没怪你 你为什么还说我坏 我知道自己不是苏家的骨血 我有自知之明 你要是不喜欢我待在苏家 我可以离开 谁敢将忠灵赶走 谁敢动唐宝 我也会跟你一样发疯 所以别挑战我的底线 苏楼墨这句话 明显是对着苏老说的 苏楼墨这是在警告苏老 苏老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一旁的钟灵 看着苏楼墨这么维护唐宝 气得不行 苏冷知道唐宝被苏老 拉到祠堂被打后 立刻从自己的病房 往唐宝这边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唐宝为什么会被打成这样 不清楚整件事怎么发生的 但是唐宝不会做伤人的事情 当然 唐宝心地善良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看来我要让人知道 唐宝在苏家的身份 虽然将唐宝带回苏家 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唐宝的存在 毕竟一直以来 大家都认识钟灵 将钟灵当成了苏家的大小姐 安排一下 三天后 我给唐宝举行认阻归宗的宴会 同时宣布他成为下一任苏氏集团的继承人 苏灵陷害唐宝 险些被打死 燃起了苏楼墨心中的怒火 安排一下 三天后我给唐宝举行认阻归宗的宴会 同时宣布他成为下一任苏氏集团的继承人 这么快 唐宝是苏家的小公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苏楼墨这么做 是在告诉苏老 以后苏家所有的一切 唐宝继承 苏老曾经想过 让钟灵继承整个苏家 苏楼墨以前不会阻止 现在他有自己的女儿 他便不会让人 将属于自己女儿的东西抢走 直接联系媒体发布 好的 爹地 爹地 唐宝乖乖的 别打唐宝好不好 以后不会有人敢打糖果 爷爷不喜欢唐宝 是因为唐宝不乖吗 不是 因为他眼睛有问题 唐宝不需要理会 下次他再敢打你 爹地就打他 爹地不要打人 谁欺负唐宝 我就打谁 这是你七叔叔给你买的 吃点甜品就不会疼了 唐宝能吃吗 傻瓜 当然能吃 七叔叔特意给唐宝买的 七叔叔 真好 唐宝这么可爱 老头竟然不喜欢唐宝 此时 苏老看完新闻 就给苏楼墨打去了电话 苏楼墨 你让人发出来的是什么意思 看到新闻了 我说过 苏家的大小姐是钟灵 以后继承苏家的也是钟灵 我现在是苏家的当家家主 我说唐宝是继承人 她便是 你这样让别人怎么看待钟灵 你会伤了钟灵的心 你也伤了唐宝的心 你觉得我现在是跟你伤了吗 苏楼墨 我可以将苏家家主的位置给你 也能收回 你别惹怒我 老头 你也别惹我 我就算没有苏家 我照样能够成为帝都的首富 还有 唐宝是苏家的嫡系血脉 钟灵 什么都不是 管家 过来 找个机会 将唐宝扔出去 老爷子 你是认真的吗 不要让苏楼墨发现 这个孩子 不能留着 苏老 总觉得唐宝很阴险 因为他 苏楼墨才会这样顶撞自己 明明以前苏楼墨从不这样 对钟灵也不会这么老 自从唐宝来了之后 苏楼墨就变了 这孩子不会是会邪术吧 唐宝很有可能就会 要不然咱们会知道苏冷有危险 还让苏楼墨买龙胜股票 赚这么多钱 唐宝 二叔叔给你送水果了 哼 二哥 你不是喜欢灵灵吗 别在唐宝这里待着 报灵灵去吧 唐宝很多落习 需要改正 你们这样维护唐宝 不是帮唐宝 而是害唐宝 他动不动就退别人 将灵灵弄伤也不道歉 还撒谎 你们觉得这样的孩子 不应该教育吗 老二 出去 爹地 别跟二叔叔吵架 他只是不喜欢唐宝 唐宝有爹地和七叔叔就够了 唐宝别误会 其实 我没有不喜欢你 没关系的 师父说 唐宝不是人民币 不能让所有人喜欢 苏寒看着孩子瘦弱的脸 想着他在祠堂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样子 苏寒莫名觉得心疼 对不起 二叔叔不要跟唐宝说对不起 二叔叔明天不要拿手术刀哦 唐宝看到苏寒印堂发黑 便算到苏寒明天用手术刀会出事 只要明天不碰手术刀 他就不会出事 苏寒愣愣看着唐宝 为什么会有血光之灾 二哥 唐宝要是这么说 明天你肯定有血光之灾 你明天最好不要碰手术刀 你还真当唐宝这个孩子会算命不成 二叔叔不信唐宝 会倒大霉的 第二天 苏寒的手受伤了 被情绪激动的病人家属捅了一遍 手腕的筋被砍到了 有些麻烦 就算筋外接上去了 后续可能无法用手术刀 什么 我不能拿手术刀 他是最出色的外科医生 没有什么手术能够难倒苏寒 现在却被告知以后都不能用手术刀 苏寒觉得整个世界都要崩潰 很抱歉 我无能为力 出去 滚出去 二哥 二叔叔 唐宝会算命 你应该相信唐宝 只是巧合罢了 也是我运气不好 刚做完手术 就被一个发疯的病人家属给捅了 苏冷见苏寒还不信唐宝 他看向唐宝 武器温柔问道 唐宝 你看看二叔叔的手腕还有救吗 七叔叔知道唐宝可厉害了 二叔叔肯让我治疗吗 好吧 麻烦唐宝了 爹地 让人给我准备一些草药 还有高浓度的酒精 还有没有灯 唐宝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孩子 他大概真的是神童吧 带福气给苏家的福气宝宝 半个小时后 二叔叔 你是大人 会怕扎针吗 不能乱动哦 会扎错地方 扎错学位会很麻烦的 师父说 学位要是扎错了 可能会让对方死亡 会半身不随 会一辈子当太监之类的 哈哈哈哈 唐宝 二叔叔以后对你好一点 我发誓不会再对你有任何偏见 你对我稍微温柔一点可以吗 大哥 你帮我看着一点唐宝 钥匙扎错了 你立刻叫医生过来 没出息 这不是有出息跟没出息的问题 而是风险太大了 二叔叔要相信唐宝 二叔叔别动 半个小时过去后 苏涵发现自己疼痛的手腕竟然不疼了 二叔叔感觉怎么样 还疼吗 不疼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疼了 自然是 唐宝厉害 苏涵看着唐宝的脸 意识到自己之前 对唐宝似乎真的有偏见 这个孩子 跟别的孩子很不一样 谢谢 接上集 二叔叔被病人家属捅进医院 唐宝用银针救治二叔叔 二叔叔感觉怎么样 还疼吗 不疼了 怎么回事 太神奇了 唐宝 你的医术跟谁学的 苏涵自小在医术上都是心高气傲的 可在唐宝面前 他却心甘情愿认输 师父 唐宝的师父可厉害了 师父 难道是唐宝在皇家的时候认识的世外高人 师父在这里 唐宝扒拉着自己的衣服 从里面拿出一个锦囊 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唐宝是真的脑子有问题 唐宝 我让人给你预约一个脑部 Quote 别怕 不疼的 就是检查一下你的大脑 二哥 你这是怀疑唐宝脑子有问题不成 难道你不觉得唐宝的行为有些怪异吗 唐宝这种可能就是人家说的天才的怪体 每个天才不是都有自己奇怪的喜好吗 唐宝是喜欢自言自语 不过没有傻 嗯 我们唐宝不是傻子 唐宝累了吧 不累 不过唐宝饿了 爹地 我能吃烤肉吗 好 唐宝 有什么话 直接说 我就是想跟唐宝再说一句谢谢 然后 二叔叔为之前对你的冷落和偏见道歉 二叔叔不用道歉 唐宝也没有很喜欢你的 爹地 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 比二叔叔和七叔叔都好看 唐宝你这么说我可伤心了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就是看看大哥你是不是真的比我好看 看完后我发觉唐宝不仅仅是脑子有问题 可能连眼睛都出现问题了 有唐宝这样的闺女 真好 真羡慕大哥 此时正在吃烤肉的唐宝忽然感觉后背一阵发了 爹地 吃完后我们回家吗 想回家休息吗 是爷爷有事情 唐宝的锦囊在发烫 唐宝知道是因为什么 他刚才还将整个苏家的人都算了一挂 发现是苏老会出事 他想早点回去阻止 他能出什么事情 要回家 爹地 回家救爷爷 虽然爷爷不喜欢唐宝 可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不出手 回到苏家 管家说苏老带着钟灵去老房子那边玩了 唐宝说的回家 是老房子那边吗 不知道 在南方 唐宝从自己包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罗盘 对准了南方的位置 唐宝这些也是跟你师父学的吗 师父教了唐宝可多东西了 爹地 别说话了 要快点救人 南方的霉运这么重 是火灾 若是渡不过 便是死结 唐宝算出来的 大致不会错 苏楼墨也开始慌了 老房子在郊区 距离苏家大约一个小时 他们到的时候 老房子已经着火了 因为这边只有一套别墅 周围没有人烟 所以哪怕是着火也没有人发现 苏楼墨看到烈烈大火 立刻拨打119 随后便交代唐宝 唐宝在这里乖乖等爹地 爹地去救爷爷和姐姐 爹地 别怕 这是唐宝做的平安符 师父说 可以保佑唐宝想要保护的人 好 等爹地出来 师父 你在吗 唐宝在苏楼墨进入火场的时候 看到苏楼墨面色暗淡 这是大兄的征兆 唐宝现在 怀疑自己可能会害了苏楼墨 他有点害怕 所以一直在喊自己的师父 师父 你不回答我 唐宝自己算 爹地有危险 老房子外面 火势很大 里面还没有烧得很严重 唐宝不知道苏楼墨在哪里 救命啊 救命 就在唐宝寻找苏楼墨之际 在另一个房间里 传来钟灵微弱的声音 姐姐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因为唐宝散道爷爷有危险 我们先出去吧 土包子 你去死吧 零零 来 不哭 爷爷在 苏楼墨阴沉着脸 看向自己的车子 唐宝没有在车子里 唐宝去哪了 灵灵你是怎么从火场跑出来的 他找到苏楼后 想着将他带出火场后 再去找钟灵 没想到钟灵自己跑出来 刚才火好大 我一直在找爷爷 然后看到小门的位置火不大 就从那里跑出来了 阿墨 先带灵灵回去 唐宝不见了 我必须要找到唐宝 大爹地 妹妹肯定被吓跑了 苏楼墨阴沉着脸 慢慢握紧拳头 钟灵 你真的没有看到唐宝吗 钟灵都说了没有看到唐宝 你还问难道你觉得钟灵在撒谎不成 唐宝可能进去救你了 怎么可能 妹妹怎么会 灵灵说的没错 那个孩子怎么可能会进入火场救我 你根本就不懂唐宝 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疯了吗 现在火势这么大 你闯进去就是找死 放手 大爹地 火好大 你别进去了 会出事的 你说没有看到唐宝 要是让我知道你撒谎 我会将你赶出苏家 苏楼墨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灵灵 苏楼墨没有理会苏老 就在苏楼墨 靠近满是大火的房子的时候 一声爆炸忽然响起 街上集 唐宝走进老宅 救起钟灵后 反手钟灵竟将唐宝推入火海中 苏楼墨望着他县的房子 脸色发白往后退了一步 大爹地 苏楼墨没有理会走到自己面前的钟灵 朝着他县的房子大叫着唐宝的名字 苏楼墨 你真是疯了不成 唐宝 唐宝 爹地 我在这里 就在苏楼墨徒手 想挖废墟 将唐宝救出来的时候 唐宝的声音却在苏楼墨的耳边响起 唐宝 爹地 唐宝没事 没事就好 谁让你乱跑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跑 唐宝担心爹地 刚才算到爹地你好像是凶兆 我很怕爹地出事就想救爹地 唐宝看到姐姐 救救了姐姐 姐姐将我推进火场 唐宝的话 让钟灵后背发凉 其实在唐宝出现开始 钟灵便感觉浑身发动 他以为唐宝已经死了 没想到唐宝竟然还活着 我没有 我没有这么做 你简直心思太恶毒 你怎么可以这样诬陷钟灵 唐宝从来不撒谎 唐宝是城市的孩子 爹地先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灵灵没有做妹妹说的事情 妹妹在冤枉钟灵 妹妹 你是因为爷爷疼我 你极度灵灵 才说这些话 让大爹地不喜欢灵灵的嘛 爹地 唐宝没说谎 嗯 我知道 我们先去医院 爹地给你检查一下 有没有受伤 大爹地 钟灵也没撒谎 你不配成为我们苏家人 唐宝 没有撒谎 姐姐想要唐宝的命 苏老见唐宝 还这么说 他起身朝着唐宝走去 举起手要打唐宝 我的女儿 你也感动 她的心 太狠毒了 年纪这么小 就学会诬陷别人 唐宝说的都是实话 爹地信你 钟灵 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钟灵这个孩子 心思太沉 唐宝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苏楼墨 钟灵才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他怎么可能会撒谎 唐宝从小生活在那种环境 心思歹毒 你不能信他 听到没 谁要是伤害我的唐宝 我要他的命 唐宝身上没有烧伤 非常健康 当时火是这么大 唐宝竟然没有被火烧到 唐宝不知道 肯定是师父在保护唐宝 唐宝的师父是谁 唐宝的师父不知道哦 肯定没有爹地好看的 你没见过他吗 师父有声音 苏楼墨更加迷茫了 唐宝是什么意思 他一点都没有明白 我的小唐宝啊 七叔叔要被吓死了 让七叔叔看看瘦没受伤 七叔叔 唐宝没有撒谎 是姐姐将唐宝推进火里的 钟灵 推唐宝 上次钟灵说唐宝推他 害得他受伤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唐宝算到老房子着火了 我赶过去救老头他们的时候 唐宝也进火场了 唐宝 以后这么危险的事情可不能做 听到没 爹地有危险 唐宝必须要救爹地 他能有什么危险 你太小看你爹地了 一个小小的伙伴 死结 爹地是死结 此时 苏寒的病房呢 你可别学你大哥 我都怀疑这个孩子不是我们苏家的孩子 小小年纪心肠这么恶毒 如果你怀疑的话 那就重新做一个DNA检测吧 我会让人给唐宝重新做一个DNA检测 若是证明这个孩子不是我们苏家的孩子 我绝不轻柔 唐宝在医院待了两天出院 回到别墅 就看到冷着脸望着自己的苏老 妹妹 你回来了 以后离唐宝远一点 钟灵 你最好别在我面前玩手段 钟灵没有 妹妹虽然一直在害钟灵 钟灵都原谅妹妹 大爹地为什么还是讨厌钟灵 就因为钟灵不是苏家血脉吗 苏楼墨 马上给钟灵道歉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跟钟灵说话 你似乎忘记自己是怎么对唐宝的 爹地别生气 唐宝会乖乖听话 会努力让爷爷喜欢 你不需要他喜欢 唐宝有爹地就够了 至于其他人 无关紧要 他或许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老陶 我的女儿 谁要是在忘义 就滚出苏家 苏楼墨抬起下巴 眼神犀利可怕扫向苏老 苏楼墨最像年轻时候的苏老 苏老被苏楼墨这么看着 身体疏然绷紧 阿墨 爸爷是为了你好 大爹地 你别生气 爷爷也是关心你 钟灵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可别在我面前玩工心机 楼上卧室 唐宝陷入了沉思中 爹地的死结究竟是什么 爹地 有危险 傻瓜 爹地这么厉害 怎么会有危险 唐宝 唐宝算不出来了 师傅 爹地有危险 你告诉我 爹地会有什么危险好不好 他能算出苏冷会出车火 苏寒会有血光之灾 手会受伤 苏老有危险 却只能算到苏楼墨 有死结 他算不出什么时候发生 具体是什么结 唐宝 爹地不会有危险 别胡思乱想 早点休息 乖 苏楼墨离开后 一道小小的黑影 走进了唐宝的房间 街上集 苏楼墨离开后 一道小小的黑影 走进了唐宝的房间 他看着床头的毛线布偶 眼神闪烁着恶毒 这就是老太太给这个土包子 留的布偶吧 他拿出剪刀 将老太太留给唐宝的布偶 全部剪碎 土包子 你就不配拥有这些 谁让你跟我抢 还想跟我抢继承人的身份 做梦去吧 随后用袋子装起来 离开了唐宝的房间 他坐在床上 正思索要怎么让所有人相信唐宝 不是苏家的孩子之间 身边手机响了 是妈妈 钟灵的妈妈在他三岁的时候 就找上他了 他们一直都有联系 但是苏老却不知道 钟灵的母亲还活着 灵灵啊 妈妈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再给妈妈一点钱好不好 妈妈 我在苏家可能待不下去了 怎么会 苏老最重情义了 你爷爷为了救他死了 你爸爸又意外去世 他将你收养 给你苏家大小姐的一切 不可能将你赶出苏家 大爹地的亲生女儿回来了 苏龙墨连婚都没结 哪里来的亲生女儿 妈妈是不是不看新闻 大爹地已经对外宣布 苏家继承人就是他 几天后就是认祖归宗的宴会 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苏家最受宠 但人是唐宝 灵灵 我们可不能认输 你放心 妈妈会帮你 我不会让他抢走属于你的一切 此时 三楼的书房 阿末 我要你把北唐宝任祖归宗的宴会给取消 我之前就说过 不可能 若是这样 我便不承认他是苏家的孩子 你承认与否 我并不在意 苏楼墨 老头 你不会以为 我失去苏家 就一无所有吧 苏家没有我 马上就会夸掉 苏老的脸难看至极 他自然明白苏楼墨的手段 他是商业天才 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太容易不过 听清楚 唐宝是我的女儿 谁若是动他 便是跟我作对 就算是你 我也不会饶恕 唐宝 苏楼墨的死劫是你 师父 唐宝不能待在爹地身边是不是 唐宝啊 你的爹地很厉害 死劫是你 生劫也是你 师父 我不懂 唐宝是最厉害的孩子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师父 你告诉唐宝 要怎么救爹地 没有人再回应唐宝 唐宝一直喊师父 都没用 锦囊已经没有光了 唐宝得不到回应 神情暗淡睁开了双眼 从床上起来 却发现奶奶的布我不见了 唐宝 怎么了 爹地 布我不见了 唐宝最宝贵的 就是老太太给他支的布 可现在都不见了 苏楼墨脸色沉了下来 别哭 爹地帮你找回来 爹地先带你去吃饭 妹们 大爹地 吃早餐了 唐宝房间里 最重要的娃娃不见了 昨晚是谁将他的娃娃偷走的 今天之内还回去 不然 我会让你们知道 现在苏家谁做主 苏楼墨的声音不轻不重 却每个字都敲打在别墅庸人的心里 相比较苏楼 他们其实更害怕苏楼墨 苏楼墨雷厉风行的手段 加上残忍的性格 谁敢在苏楼墨面前造此 而此时的钟灵 却因为害怕 不停颤抖 没有人注意到钟灵此时的样子 可唐宝却注意到了 姐姐 娃娃 你说什么 什么娃娃 妹们 难道你想说是我偷了你的娃娃 我知道自己不是苏家的血脉 所以你才会一次次针对我 可你怎么可以冤枉我 姐姐撒谎 唐宝不蠢 唐宝不明白 钟灵为什么总喜欢装无辜 明明就是他将娃娃偷走的 现在却不承认 钟灵 将唐宝的娃娃交出来 灵灵没有 妹妹冤枉灵灵 是不是冤枉 我会调查清楚 若让我查到是你 我会将你赶出苏家 苏楼墨 你疯了 竟然用这种口气跟灵灵说话 来源 将唐宝给我赶出去 我不想看到他 谁敢碰唐宝 有我在 谁敢造次 不要再维护这个孩子了 苏楼墨 动唐宝的人 死 若是证明唐宝不是你的女儿 你必须将唐宝赶出苏家 在我面前就没有必须两个字 你应该知道 今时今日的我 早就已经超过了你 对我女儿无理的人 我绝对不会客气 这个孩子太诡异了 自从他来了 苏家的一切变得很奇怪 老爷 DNA一检测报告出来了 苏老将报告拿过来 看完上面内容后 苏老的脸色铁青一片 接上集 苏老跟苏楼墨大吵一架 苏老偷偷让人给唐宝做了DNA 结果发现唐宝不是苏楼墨的孩子 妹妹是大爹的的孩子吗 不是 这个孩子背后有人在操控 想对付我们苏家 做梦 将唐宝的养父母找到后带到我面前 我要让苏楼墨心服口服 然后亲自将唐宝赶出苏家 希望妈妈这便一切顺利 这一次能彻底除掉土包子 此时 公募员 奶奶 唐宝来看你了哦 爹地对唐宝可好了 唐宝现在不用抽血也不用干活了 唐宝马上就要去学校上学了 到时候能认识很多很多小朋友 可是唐宝做错一件事 奶奶别生气哦 唐宝没有保护好奶奶送给唐宝的玩偶 对不起 奶奶 他在说没关系 嗯 唐宝听到了 师父说 奶奶一直陪着唐宝 爹地 以后你死了 也会一直陪着唐宝吗 爹地不会死 爹地会一辈子陪着唐宝 保护唐宝 大少 出事了 小小姐的亲生父母找上门了 亲生父母 爹地 我是你的女儿 是不是 唐宝要记得 你是我苏楼墨的亲生女儿 苏家的大小姐 苏氏集团 未来的继承人 明白没 刚回去 就看到了古兽如柴的黄虎和王梅 两人看到唐宝后 面露喜悦喊道 唐宝 他们被苏楼墨整破产之后 便在街上逃饭 可以说过得生不如死 唐宝 我们 很想你 你们才不想我 唐宝不傻 将他们赶出去 别吓到唐宝 他们是我请过来的 唐宝的亲生父母就是他们 他们是证人 可以证明 唐宝不是你亲生女儿的证人 唐宝的确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他的亲生父母 故意让他假冒你的女儿 他的亲生父母 当时在酒店工作 所以知道 大少你当时跟一个女人发生的事情 哦 是吗 唐宝可是信他们 不信 唐宝只相信爹地 这是我给你们做的DNA 还有唐宝的亲生父母 苏老让人将鉴定报告递给苏楼墨 可苏楼墨连看都没看 唐宝 别怕 爸爸妈妈来带你回家 我们已经知道错了 苏老说会原谅我们 爸爸妈妈再也不教你骗人了 唐宝没有骗人 是师父说我的亲生爸爸叫苏龙墨的 师父不会骗唐宝的 我不认识你们 叫医生过来 这个DNA检测报告我不相信 所以我会让医生直接过来做一个鉴定 若是证明撒谎 那么你们的下场 自己想想 选哪里的目的吧 我们 我们是收了别人的钱才会说这些话 我们不认识唐宝 是黄虎 不要我们这么说的 你说什么 明明是你们利用唐宝 说唐宝是你的女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 苏龙墨还什么都没做 这些人就开始狗咬狗了 这群没用的东西 这么快就认罪了 老唐 这些就是你找来的 你们竟然骗我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等一下 谁指使你们的 是黄虎给我们十万块钱 让我们这么说的 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 该你说了 唐宝 救救爸爸 唐宝要原谅他吗 爹地 奶奶将我捡回去的 他们对唐宝很不好 不给唐宝饭吃 不给奶奶饭吃 不给衣服穿 奶奶就去街上捡垃圾 卖来的钱给唐宝买馒头吃 唐宝的话 让苏龙墨的心都要碎了 他的女儿受了这么多苦 明明还这么小 却要遭受这些 苏龙墨的一双眼睛 心红一片 恨不得将黄虎 直接大卸八块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 你有以后吗 黄虎 你不说 谁指使你的 下场可是会很惨 我不认识那个女人 阿虎 给我处理掉 大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对方 以后别再搞这些事情 唐宝是我的孩子 谁要是在怀疑 他的血统 我将他驱逐出苏家 玲玲放心 爷爷会解决掉唐宝 属于零零的东西 一样都不能少 爹地 唐宝肚子疼 苏龙墨立刻让人去找医生过来 唐宝别怕 爹地在 十分钟后 小小姐是中了百草枯的毒 要立刻送去医院洗胃 晚了会有生命危险 背车 去医院 帝都第一儿童医院 苏冷知道唐宝中毒后 戏都不拍 直接冲到医院看唐宝 唐宝宝怎么样 苏冷的叠词 让苏寒温润如玉的脸瞬间泛着黑气 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要你管 你不是不喜欢唐宝 干嘛过来 唐宝可不需要你 我承认对唐宝偏见很大 但是唐宝的确有问题 你们不能正确引导 会毁掉唐宝一辈子 我可是你二哥 你嫌弃我家唐宝 就不是我哥 陪我滚一遍去 大少 结果出来了 苏楼墨将报告拿过来 看完上面的内容后 苏楼墨的脸一寸寸变了 接上集 唐宝中毒住进了医院 当看到化验报告后 苏楼墨的脸一寸寸变了 12色蛋糕 原来是吃了12色蛋糕中毒的 12色蛋糕是谁做的 马上将这个人抓起来 苏冷愤怒不遗憾道 他无法忍受有人用这种丧心病狂的手段 对一个孩子下毒 苏楼 三哥 12色蛋糕 是12个不同颜色做成的顶级蛋糕 每一个蛋糕不大 里面却藏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这个蛋糕的创始人 就是苏家老三 苏柳 全球顶级厨师 联系上三少了没有 一直联系不上 那就去他的老巢 将他给我抓过来 完了 大哥这回真生气了 大哥 你干嘛 为什么害唐宝 我没啊 我怎么会害你女儿 我收到消息 知道你有一个女儿 我开心还来不及 这不 你让我做12色蛋糕 我二话不说就给你做了 少在我面前玩花招 这是鉴定报告 你自己看 大哥 真不是我做的 我再怎么心狠手辣 不会对一个孩子出手 再说了 这可是百草窟 苏楼墨俊美的脸忽然变得恐怖 苏柳后被一凉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之后 他立刻捂着嘴巴 他好像是不打自招 我给你看的鉴定报告 只写了中毒 没有写中了什么毒 你倒是清楚得很 大哥 我只是不想你被人欺骗利用 从这个孩子来到苏家 我们家里就频繁出事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扫把星 苏柳的话刚落下 脸就被苏楼墨狠狠打了一巴掌 大哥 我的女儿 你也敢下手 她害灵灵 我便不能坐视不管 灵灵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一直哭 说你跟七弟都变了 唐宝这个孩子 肯定给你们下骨了 我不能不管 又是中灵 中灵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这个孩子懂事有礼貌 喊我们爹地 你怎么可以为了只相处几天的孩子 怀疑中灵 找死 将白草窟给他喂下去 好好体会一下唐宝的痛苦 大哥 你要毒死三哥吗 苏冷虽然很气愤苏柳对唐宝出手 但是 在听到苏楼墨 要为苏柳喝白草窟的时候 他吓了一跳 闭脸担忧望着苏楼墨 放心 死不了 不过是让他难受一会 大哥 你真的被那个孩子给蛊惑了 我跟你说 这个孩子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爹地 七叔叔 唐宝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难受 不难受 师父说唐宝没事的 冷硬强大的男人 在一个孩子面前哭泣的画面 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爹地不哭哦 唐宝心疼 是爹地没保护好你 才没有 是唐宝自己不小心 不怪爹地 爹地 他是谁 你三叔叔 唐宝发现三叔叔 看向他的眼神非常不友善 比二叔叔还要更不友善 他知道这个三叔叔也不喜欢他 你不喜欢唐宝 唐宝也不喜欢你 你对唐宝下毒 唐宝不原谅 你以为我需要你的原谅 大哥和苏冷被你蛊惑 我可不会 你对他们下蛊了 是不是 蛊 那是什么东西 三叔叔 你会倒大霉的 你再给我说一次 苏柳 看来你真的是找死 爹地 小小教训一下就好了 他马上要倒霉了 唐宝不帮他 算是给自己报仇了 看他的面相就知道 不出三天 他一定会摔狗吃屎 此时 苏家书房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为什么这么对苏柳 那可是你的亲弟弟 他下毒害唐宝 那又如何 哪个孩子原本就不应该待在苏家 怎么你现在要为了这个孩子伤害 你亲弟弟不成 苏老不信唐宝是苏家的孩子 对于唐宝 他除了厌恶之外 还是厌恶 就算苏柳对唐宝下毒 他也觉得是唐宝最有应得 老桃 别怪我没提醒你 唐宝出事 我会让钟灵也出事 我的女儿 谁都不能伤害 至于苏柳 他该受到惩罚 你要是敢帮他 别怪我将你赶出去 你个逆子 第二天 医生来到病房说 唐宝的身体 已经恢复健康 可以出院 苏楼墨带着唐宝回到苏家 大少 垃圾桶里找到了唐宝丢掉的娃娃 谢谢管家伯伯 那拿过来吧 娃娃全部都被剪碎了 唐宝乖 没事的 爹地 娃娃没错 为什么被剪碎 爹地会找到这个人 所以唐宝别怕 大爹地 你们回来了 娃娃是你剪碎的吗 大爹地 我听不懂你话中的意思 偷偷溜到唐宝房间 将他奶奶给他的娃娃剪碎扔到垃圾桶 周灵 你在我眼皮子底下玩心机 撒谎的人会长大像鼻子 姐姐 你为什么还在撒谎 大爹地 我不知道妹妹跟你说了什么 可我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 妹妹在害我 还在诬陷唐宝吗 你若是安分守己 我倒是可以让你继续待在苏家 可是给你机会 你却不好好珍惜 大爹地 我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为什么姓妹妹不信我 他缓 不仅推我让我受伤 还陷害我 你知道我相信吗 你真以为 我是你爷爷那个瞎眼的玩意 苏楼墨 你在干什么 你最好看住钟灵 下次害唐宝 死的那个人绝对是他 再过两天 就是唐宝 认阻归宗的宴会 你给我离唐宝远一点 街上集 苏楼墨把钟灵扔在地上 并警告苏楼 你最好砍住钟灵 下次害唐宝 死的那个人绝对是他 还有 认阻归宗的宴会 你给我离唐宝远一点 姐姐 要做一个好人 要不然 你会很惨 不能让妹妹继续待在这里了 要不然整个苏家都要跟着完蛋 这件事交给爷爷 两天后就是唐宝的认阻归宗宴会 到时候人多 我会让人将唐宝带走 苏老的命是钟灵爷爷救的 所以 对于战友这个唯一的孙女 苏老也是用命来呵护他 此时 钟灵回到了房间 妈妈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别着急 你越是着急 越是会露出马脚 只要没证据 他们就不能让你怎样 再说了 苏老疼你 只要哄好苏老 他们肯定不会将你赶出苏家 后天就是土包子认祖归宗的日子了 我知道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你放心好了 有白若水这句话 钟灵便放心不少了 只要白若水弄死土包子 苏家的一切都不会被抢走 唐宝认祖归宗这天 苏楼墨给唐宝定制了一套公主裙 都是用钻石镶嵌的 非常重工 唐宝喜欢吗 喜欢 谢谢爹地 爹地帮你穿上 师父说了 唐宝是女孩子 不能让男孩子看身体的 爹地是男的 不可以 唐宝是大孩子了 能自己穿衣服 爹地去外面等你 苏楼墨离开后 唐宝捏着脖子上的颈囊 对着颈囊里的人喊道 师父 你怎么还不理唐宝啊 爹地现在可好了 是不是之前算错了 爹地没有危险哦 我还看出爹地马上要发财 爹地的财运渴望了 唐宝嘀咕的时候 钟灵走了进来 看着捏着颈囊的唐宝 普包子怎么在自言自语 一定是精神有毛病 妹们 你这条裙子真好看 可不可以给我摸一下 哦 姐姐肯定想弄坏我的裙子 唐宝不给你 你很坏 唐宝不喜欢 你快点出去 妹们 你这么说 我可就伤心了 我是姐姐 你是妹妹 你的东西 自然就是我的 说完 钟灵直接动手 将唐宝的裙子抢过来 然后用力撕扯 虽然面料很好 但是上面的钻石 被这样拉扯 直接掉了好几颗 对不起啊 妹们 我不是故意的 唐宝红着眼睛 想要将裙子抢过来 钟灵看准时机 一把将唐宝推倒在地上 妹们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坏人 我怎么是坏人呢 妹们 你是自己不小心 钟灵 你在做什么 此时 苏柳的声音 在门口响起 钟灵的脸色微微一变 可是很快 她便恢复常态 假装摔倒 坐在地上 三爹地 妹妹刚才摔倒 我好幸福她 她却推我 姐姐又撒谎了 姐姐要抢唐宝的裙子 还推唐宝 踩唐宝的手 姐姐是坏蛋 三叔叔 唐宝没撒谎 真的是姐姐 我知道 我都看见了 三爹地 你给我闭嘴 我都看到了 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钟灵 你还是自己主动要求 离开苏家 别让我们将你赶出去 不行 不能离开苏家 离开苏家 什么都没有了 钟灵看向一旁的桌子 狠狠撞过去 灵灵 正在楼下的苏楼 听到钟灵的声音后 脸色大变 而苏楼墨和苏寒苏冷 也听到了 灵灵 这是怎么回事 谁打你了 是妹妹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妹妹将大爹地 送的裙子扯烂 然后跟三爹地说是我弄坏的 他明明自己摔倒 却说是被我推的 灵灵没做那些事情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唐宝这个孩子需要好好教育 你看看他现在无法无天 二哥 唐宝肯定不会做这种事 灵灵 你要是撒谎 七爹地以后都不会理你 现在你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 将真相说出来 灵灵没有撒谎 苏冷 你疯了吗 忠灵在撒谎 胡闹 你看着忠灵长大的 这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会不知道 你现在是被唐宝那个野孩子 灌了泥汤 我看他真的是邪气得很 我一定要将他赶出苏家 免得坏了我们苏家的气韵 如果唐宝是野孩子 你是什么 野东西吗 苏楼墨 你放肆 我是你亲爸 苏老直接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到现在都不信 唐宝跟他们苏家有关系 爹地 七叔叔 苏楼墨扭头看向唐宝 见唐宝额头裹着纱布 右手背还缠着绷带 他的脸色骤然一冷 唐宝 疼吗 疼 不过唐宝不哭 是你做的吗 我没有 不是我 是姐姐要抢唐宝 唐宝不需要多说 昨天七叔叔已经在这里装了监控 这里有视频 街上集 钟灵弄坏唐宝裙子 打伤唐宝 没想到 唐宝房间有视频监控 是妹妹把我推倒的 我没有 姐姐又骗人 唐宝不必多说 七叔叔这里有视频 钟灵 你要自己说真相 还是要我将视频给大家看 七爹地 我不知道你话中的意思 你若是承认一切 你还是我喜欢的那个孩子 但是若到了今天这一步 你还不肯承认 以后苏家便没你的位置 钟灵 这是你逼我的 说完 苏冷就打开了手机视频 所有人都看着手机上的画面 苏寒在看到监控中 面露凶狠的钟灵 满脸不敢相信 这还是我疼爱的灵灵吗 难道之前所有的事情 都是灵灵搞出来陷害唐宝的 原来是我误会唐宝了 灵灵 你告诉我 刚才你撒谎了吗 叶叶 对不起 灵灵承认撒谎了 灵灵坏 陷害妹妹 奶奶留给唐宝的娃娃 也是你剪碎的 对不对 你诬陷唐宝推你 害你受伤 你明明将唐宝推进火里 却说唐宝撒谎 刚才还扯掉了爹地 给唐宝准备的裙子 还踩唐宝的手背 唐宝将钟灵这段时间 做的坏事 一件件数落出来 都是钟灵做的 钟灵 是坏孩子 呜呜 妹妹回来后 大爹地不待见我 七爹地也不喜欢我了 我好怕妹妹 在苏家会抢走我的一切 所以我才会害妹妹 有人教我这样做 这样你们所有人都会讨厌妹妹 玲玲听了她的话 才混 是谁怂恿你的 苏老一听钟灵是被人怂恿的 脸瞬间暴怒 你说有人怂恿你 才对唐宝做这些事情的吗 大爹地 玲玲没有撒谎 妹妹回来的那天晚上 吴妈给我送水果 跟我说妹妹是苏家的骨肉 一定会抢走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我要是不做些什么 就会被赶出苏家 我喜欢爷爷 喜欢大爹地你们 我不想离开苏家 所以我就听她的话 陷害妹妹 玲玲也是受人蒙蔽和怂恿 她心肠不坏 唐宝 以前爷爷对你的误会 今天就算了 好不好 爹地 唐宝不原谅 姐姐害我 无限我都可以 但是她弄坏了奶奶给唐宝的娃娃 唐宝难过 不原谅 那就不原谅 唐宝不管想做什么 爹地都会站在唐宝这一边 你想钟灵怎么做 她只是一个孩子 可唐宝也是孩子啊 唐宝比姐姐小 先抓到吴妈再说 钟灵说受了别人的怂恿 苏楼墨并不信 要想让钟灵从苏家赶出去 就要有铁证如山的证据 这样 苏老再怎么想维护钟灵 都没用 是不是吴妈 只是你怂恿你的 我自然有分寸 你若是骗我 后果自负 妈妈果然很聪明 记住 要是诬陷唐宝的事情 被人看穿了 你就说是吴妈指使你这样做的 玲玲不敢 玲玲以后再也不会听坏人的话 欺负妹妹 爹地 裙子都破了 没关系 爹地给你准备了另一条 爹地不生唐宝的气吗 傻孩子 是爹地没保护好唐宝 爹地应该给唐宝道歉 苏冷看着直冒酸水 唐宝宝 看看鸡叔叔 哦 喽喽喽喽 喽喽喽喽喽 你一边去 唐宝宝是我的 什么你的 我也是他叔叔 几位叔叔瞬间大反转 七叔叔 哼 唐宝宝今天认祖归宗 七叔叔我给你准备了超级豪华的礼物 一会给你个惊喜 这边 钟灵看叔叔们都不理会自己 眼泪像是金豆子一般 一直掉 玲玲 好了 不哭 爷爷爷给你买礼物 玲玲是坏孩子 所有人都不喜欢玲玲了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以后不做这些事情就好了 苏老虽然被今天的真相给震倒了 可在看到钟灵哭泣的样子 苏老一颗心都软了下来 柔柔 我想跟妹妹握手言和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妹们 你能重新跟我做朋友吗 我弄坏你奶奶给你留的娃娃 我将房间里全部娃娃都送给你好不好 钟灵一副非常诚恳真诚的样子对着唐宝 但是唐宝会不会原谅 苏冷他们不会干涉 你不真诚哦 唐宝朝着钟灵说了这几个字后 便让苏楼墨带自己去换裙子 三爹地 二爹地 七爹地 玲玲真的知道错了 见唐宝和苏楼墨已经离开 钟灵看向苏冷他们 苏冷从知道钟灵的真面目开始 对钟灵瞬间没一丝好感 而苏柳原本就是爱憎分明的人 以前再怎么喜欢钟灵 现在他看清楚钟灵后 便也没啥感情了 知道错就好 以后再做这些事情 可是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苏柳一脸严肃说完 拉着苏冷离开 二爹地 你现在是不是也很讨厌钟灵 刚才你三爹地说的没错 不要再做任何害人的事情 要想待在苏家 就好好赎罪吧 玲玲 你要知道心术不正的人 终归是美好下场 唐宝真的很好 放下以前你对唐宝的偏见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 找不到跟唐宝一样好的孩子 我也做错事了 我之前也不喜欢唐宝 总觉得唐宝在那种环境下长大 肯定会受到感染 可我现在发现自己错了 唐宝从来不会说谎 他很干净 很纯粹 二爹地你放心好了 玲玲再也不会做坏事 玲玲会跟妹妹一样 成为一个好孩子 嗯 说完苏涵便离开 此时 苏家的宴会厅 叔叔们都准备了惊人的礼物 等着唐宝出来 上集说到 钟灵跪在地上求唐宝原谅 二叔叔和三叔叔误会唐宝 而感到自责 为弥补唐宝 叔叔们都准备了惊人的礼物 等唐宝出来 十分钟后 唐宝穿着红色的钻石裙子走了过来 二叔叔 三叔叔 七叔叔 唐宝好看吗 唐宝自然是好看的 唐宝 来洗两口 少转一话题 我们该送唐宝礼物了 对对 唐宝 看七叔叔给你准备的 价值十个亿的小别墅 这份礼物豪华吧 十个亿的海小别墅 的确豪横 三哥 该你了 我花了几个亿 给唐宝定制了一辆 箱满了钻石的汽车玩具 苏六说完 江车给了唐宝 这鞋都是给唐宝的吗 当然是给唐宝的 爹地 这鞋都给你 爹地给唐宝存着 二叔叔也准备了礼物 苏涵的声音 在这时响起 唐宝 看向走过来的苏涵 二叔叔误会我了 所以给我道歉是不是 是 我给唐宝道歉 那 唐宝暂时原谅你吧 二叔叔给你准备的礼物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等你长大了 就能用 二哥 你准备了什么 苏涵将一份图纸递给唐宝 上面是一架私人飞机 还有航运停靠的地方 这是我送给唐宝的私人飞机 爹地 唐宝有私人飞机 是不是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嗯 以后唐宝想去哪里 就可以让人带你去 宴会马上要开始了 大哥 以后我不会对唐宝有偏见 以前对唐宝那么坏 我很抱歉 没关系 二叔叔现在醒悟也不晚的 不过 姐姐真的很坏 不要相信姐姐哦 爹地会将他赶出苏家 以后他没机会伤害唐宝 唐宝不怕他 师父说过 不要当烂好人 谁欺负你 直接坐回去就完事了 吴妈找到后 一定要好好审问一番 不管是不是吴妈 怂恶忠灵 我都不会让忠灵留在苏家 大哥真的是越发恐怖了 你们不觉得唐宝很奇怪吗 什么奇怪 你还对唐宝有意见不成 唐宝这么小 会终于针灸 会散命 看风水 而且 说得都很准 连股票走向都能算出来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 我感觉唐宝的母亲应该很不简单 我也对这个女人很好奇 能够跟大哥生下孩子的女人 必然很不简单 此时 燕会听 唐宝不要紧张 爹地在呢 一会有小朋友跟你打招呼 遇到喜欢的就聊聊 不喜欢就不需要大礼 爹地放心 唐宝会做好的 不会让爹地为难 爹地先过去打个招呼 一会回来 苏楼墨刚走 唐宝就看到忠灵被苏老牵着下楼 妹妹 你想吃什么 姐姐给你拿 我知道你不是真心喜欢我 唐宝不傻 钟灵没料到自己的小心思 会被唐宝看穿 她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我就不信自己还斗不过一个土包子 一会妈妈来了 一定会想办法弄死你的 甜品区内 唐宝正端着一块蛋糕吃 你好 我叫林家 唐宝 你的手受伤了吗 姐姐踩的 没关系 已经不疼了 唐宝话音刚落 灵妻指着不远处的男孩 兴奋不遗喊道 哇 是公子岩 公子岩是谁 这个小哥哥长得好漂亮 怎么样 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 但是比不过爹地 爹地才是最好看的那个 他看过来了 是在看我吗 这时 忠灵朝着公子岩走了过去 忠灵一脸羞答答的 不知道跟公子岩说什么 公子岩直接连话都不说 表情酷酷越过忠灵离开 唐宝宝 七叔叔过来陪你玩 七叔叔 唐宝想吃那边的大蛋糕 可以吗 唐宝想吃什么 七叔叔就给你弄什么 苏家后院 钟灵蹲在后院的树下 给白若水打电话 妈妈 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不着急 我已经在苏家大门口了 你要记住 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我知道 他起身想返回大堂的时候 路过院子的荷花堂 钟灵看着荷花堂 心里顿时生起一股恶毒的计谋 要是土包子你死了 一切问题都能迎日而解了 土包子 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愿不得别人 正在大厅吃美味蛋糕的唐宝 忽然感觉后背发凉 凶兆 奇怪 怎么给自己测出了凶兆 什么意思 唐宝要出事了 唐宝说完 也不管苏冷能不能理解自己说的话 拿出自己五地钱 开始给自己算命 你在干嘛 唐宝给自己算一挂 唐宝有危险 跟谁有关系 七叔叔在你身边呢 怎么可能让你有危险 苏冷话刚说完 管家过来说有大导演过来 让苏冷过去招呼 苏冷只能让唐宝等自己一挥 苏冷离开后 唐宝看满屋子 都是人 他直接走到花园那边透气 而他不知道 身后的钟灵一直跟着唐宝 街上集 宴会这天 唐宝给自己算出死结 跟谁有关 七叔叔走后 唐宝一人出来透气 没想到这个土包子自己走出来了 唐宝正坐在地上摆弄五地前 钟灵为了引起唐宝的注意 用石头扔到湖里 果然 唐宝的注意力被吸引了 好漂亮的鱼鱼 唐宝看得入神 没注意身后的钟灵靠近 他直接伸出手 将唐宝推进了荷花塘 土包子 你去死吧 你死了 属于我的就会重新回来 正在湖里挣扎的唐宝 发不出声音 双手伸出 却什么都抓不到 眼看着身体 就要下沉的时候 一道小小的身影 跳进了湖里 子言哥哥 为什么会在这里 刚才那一幕 被他看到了吗 公子言今年十岁 个子高 虽然瘦弱 但是很小就会游泳 将唐宝救出来后 抱着唐宝 往大厅走 别怕 你会没事的 怎么回事 落水 将唐宝放在床上 我给他检查 子言哥哥 你浑身湿透了 我让人给你准备衣服好不好 不需要 公子言身清冷淡望着钟灵问 是你推的 子言哥哥 你说什么呢 灵灵才没有 可我看到你在他身后 子言哥哥 你肯定是看错了 他不可能有证据吧 只要我死不承认 没有证据 公子言说的话 便没人会相信 灵灵 苏柳不知道何时 站在了钟灵的身后 三爹地 唐宝宝溺水 跟你有没有关系 三爹地 你怎么会觉得 跟灵灵有关系 之前灵灵是做过很多错事 不是你最好 此时客厅内 情况良好 幸亏公家小少爷将他救起 再晚一点 唐宝可能就死了 查到是谁推唐宝的吗 那边没有监控 至于怎么摔下去的 暂时还不清楚 给我查清楚 明天我要结果 唐宝 死劫来了 师傅 是什么死劫 唐宝一直都算不到 是唐宝会害死爹地 唐宝是不是要离开爹地 唐宝 要坚强哦 师傅没有回答唐宝的话 胸口的锦囊没有再发光了 师傅 你为什么总是话说一半 你这个样子 唐宝猜不到 此时 苏楼墨走了进来 唐宝 你吓到爹地了 爹地会抓到这个推你的人 爹地 不要这样 唐宝 看了心疼 唐宝当时没看到 谁将你推下去的吗 没有哦 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人推下去了 大少 我们找到了当年那个女人 找到了 是 人已经在门口了 大哥 这种事情可不能马虎 如果他是一个骗子 我毒哑他 将他带到会客厅 爹地 是唐宝的妈咪吗 不知道是不是 爹地会查证一下 虽然他把我扔了 唐宝也想看他长什么样子 可以吗 好 苏家二楼的会客厅 宝宝 我想抱抱我的女儿 可以吗 你说唐宝 是你的女儿 你有什么证据 女人文言 立刻从口袋 拿出一个领带夹 这不是大哥当年丢掉的 限量版领带夹吗 你真是当年那个 四胆包天的女人 当年的事情 真是对不住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若水 调查一下 明白 我真的是宝宝的妈咪 你们不相信可以MDNA 宝宝 我是妈妈 你记得吗 生出来就被扔了 你问他记不记得 你在搞笑吗 别哭哦 唐宝不记得你 但是你说是唐宝的妈咪 唐宝不知道 这时 医生走了过来 给陈若水抽血 几分钟后 采样完成 结果 最快也需要一天 叫钟灵过来见我 是 大爹底 将唐宝推下去的人 是你吗 我没有 大爹底 玲玲之前做了错事 玲玲道歉 这次妹妹落水 真的不是玲玲做的 钟灵 我说过 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招 苏楼墨 你在做什么 钟灵将唐宝推下胡 差点要唐宝的命 我也要将它扔下去 胡闹 你说玲玲做这件事 有证据没 没有 可我知道 就是钟灵做的 上法庭还要讲究证据 你就单纯凭借感觉 就这样诬陷零零 有证据 说话的正是 公家小少爷 公子言 子言这孩子说 担心你家唐宝 就过来看看 苏楼墨的大客户 公爵 小少爷刚才说的 有证据 是什么意思 你推了唐宝 我没有 子言哥哥 你怎么可以诬陷我 还在撒谎 我找到一个证人 证人 怎么可能会有证人 当时那里没有监控 也没有人 大少 是玲玲小姐 将小姐推下去的 我看到了 还拍下来了 你为什么害我 是谁让你害我的 视频 苏楼墨在看完视频后 黑色的毛子闪烁着冰冷的寒意 走到玲玲面前 直接拎起它 大步朝着池塘走去 接上集 钟灵把唐宝推到池塘 没想到这一切被公子言看到了 苏露墨知道后大发雷霆 直接拎起玲玲 大步朝着池塘走去 大爹地 你想做什么 玲玲没做 刘影 子言哥哥 救救我 苏老 我劝你 还是别管苏大少要做的事情 钟灵这孩子这么小就这么恶毒 跟你的教育可是脱不了关系 钟灵毕竟这么小 他是被人怂恿才做这些事情的 唐宝很大吗 钟灵跟唐宝 谁大一点 钟灵跟唐宝不能比 钟灵是从小在苏家长大 唐宝可是苏家的骨血 苏老爷爷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 自己的亲孙女 不疼 疼别人的孙女 苏老被公子言这么讽刺 一张脸瞬间变得很不好看 公总 你的教育很失败啊 我觉得我家子言除了不喜欢笑之外 其他地方比钟灵 强不知道多少倍 苏老被气得不行 这时管家慌张跑过来说 苏露墨将钟灵扔到了荷花湖 他疯了 真是疯批苏大哨 此时 苏家花园的荷花湖里 周围的庸人不敢多言 苏冷他们过来的时候 看到在湖里扑腾的钟灵 还不赶紧将灵灵从水里捞出来 因为苏楼墨在 所有人都不敢说话 救救我 灵灵好怕 一会将他从苏家送走 不行 我不答应 我让他给唐宝道歉 那你 跟他一起离开苏家 苏楼墨 我是你爸 你赶我走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赶出去 这套房子 是母亲留下 写的我的名字 你有什么资本将我赶走 灵灵年岁小 你从小看灵灵长大 难道就不能原谅灵灵 不如直接扔到警局去吧 谋杀罪很适合他 管家 帮钟灵收拾东西 老爷子要想离开 帮他也收拾一下 有有 救我 苏老回过神 立刻让苏冷去救钟灵 死了活该 哼 我真是看错他了 真是没想到 这么小年纪这么恶毒 谎话连篇 苏柳也走了 苏老只能看向苏寒 我不会管的 我对灵灵很失望 此时 所有人都走了 整个荷花湖就剩下苏老跟钟灵 灵灵别怕 爷爷过来救你 湖水很冷 苏老冷得一直在颤抖 可是苏老还是坚持下来 将钟灵抱在怀里 好了 别哭了 苏老把灵灵抱回家 管家拿着行李箱走了过来 大少说 他不是跟你在开玩笑的 苏楼墨现在在哪里 让他过来见我 大少说 没得商量 钟灵彻底出怒了苏楼墨 苏楼墨绝对不允许钟灵继续住在这里 苏老只能亲自去找苏楼墨 你真的要把灵灵赶走吗 钟灵一定要离开苏家 至于你 这么心疼他 就跟他一起离开 苏楼墨 你不觉得这样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很过分 这栋房子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我想让谁住在这里 就让谁住 而且 今天开始 这套房子属于唐宝的 他说不让谁住 谁就要离开 明白吗 唐宝 就知道 姐姐很坏 爹地将他赶出去吧 他不是好人 师父说 履教不改的人 一辈子都是坏蛋 不可以手软 管家 将钟灵赶出去 行李收拾好 送出苏家 苏楼墨 你来真的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在开玩笑吗 苏老见苏楼墨 这么无情 只好离开 此时 苏老找到了陈若水 你不是唐宝的亲生妈妈吗 我给你十个亿美金 你将唐宝带走 可以吗 十个亿 还是美金 苏家究竟多有钱 开口就添文数字 怎么 钱少了 怎么会嫌少呢 我会带唐宝离开苏家的 苏老你放心 唐宝身体好点了没有 唐宝没事 谢谢爹地 唐宝 爹地没有对钟灵赶很少 是因为我欠了他爷爷一个承诺 当年他食言了 才导致钟灵爷爷爷受伤 苏楼墨 在钟老临终的时候 答应会照顾钟灵 若不是因为承诺 苏楼墨不会容忍 钟灵到今天 爹地 他要是在做坏事 唐宝就做他 做到满地找牙 爹地先将他处理掉 不会让他再出现 大爹地 钟灵错了 求你放过我这一次 灵灵再也不会伤害妹妹了 你以为 我会再给你机会 我一次次给你机会 你并不珍惜 将钟灵扔到墓园去守墓 你是不是疯了 钟灵还是一个孩子 你怎么可以将他扔到墓园 那就死 生或者死 选择一个 钟灵这一次是真的害怕 他没想到 苏楼墨这次会这么无情 苏老爷子跟钟灵一起去墓地 待一个月后 扔到小别墓去 苏楼墨 我可是你亲爸爸 亲爸爸又如何 动我的宝贝 没要你的命 算便宜你了 苏楼墨说完 起身离开 而钟灵和苏老 则是直接被保镖拖着上车 运送到了墓园 街上集 苏楼墨将钟灵扔到了荷花池 并将钟灵和苏老赶出苏家 扔到墓园去守墓 我不要待在这里 我要回家 我是苏家的大小姐 灵敏小姐 你该清楚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地位了吧 我要找二爹地 四爹地 五爹地 还有六爹地 这几个人是七个人中对钟灵最好的 大嫂是整个苏家最高权力者 你觉得二嫂他们敢在大嫂面前放肆吗 保镖见钟灵到现在还不知道 苏楼墨才是整个苏家最有话语权的人 不仅为钟灵的愚蠢和无知感到悲哀 保镖离开后 钟灵坐在苏老的身边 哇哇大哭 有有 我们要怎么办 大爹的他们现在全部都被土包子蛊惑了 有我在 他休想 陈若水不是要将糖宝带走吗 他最好说到做到 而此时 陈若水的房间内 拿着手机 气息吻乱朝着电话那头的苏老问道 苏老 尽快将糖宝从苏家带走 别想跟我玩花样 我现在没在苏家 可我要你的命 轻而易举 明白没 我自然知道 我不敢在苏老你面前玩花招 苏老你放心好了 陈若水来到客厅 正想跟糖宝联络感情知己 阿泽拿着一份报告走过来 大少 鉴定结果出来了 爹地 他是妈咪吗 嗯 DNA结果吻合 糖宝宝 你现在相信妈妈说的话了吗 爹地 糖宝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妈咪很陌生 我会给你一笔钱 糖宝以后的事情 不需要你管 我是糖宝的亲生妈妈 你为什么要剥夺我跟糖宝在一起生活 我要我的孩子 我不要钱 你的面相 很不好哦 灵灵之前说过 糖宝这个孩子会看风水 会算命 他现在说我面相很不好 是什么意思 糖宝宝 你说什么呢 妈妈的面相怎么不好 你的面相上宽下窄 这边还有一个倒三角形 这是很坏很坏的面相 你做过坏事 而且不止一件 妈咪的面相怎么会坏 妈咪生下糖宝 说明妈咪是一个非常有运气的人 苏总 卖民有人找 说是您得大客户 好的我知道啊 糖宝 爹地出去一会儿 你自己先玩 陈若水见机会过来了 立刻靠近了糖宝 糖宝宝 你很喜欢你爹地是不是 很喜欢 那你肯定不想你爹地出事 师父说 爹地有死结 是糖宝 妈咪现在也这么说 妈咪 是不是也会算命 见糖宝用这种目光看自己 陈若水知道 糖宝这是上当了 妈咪自然知道 妈咪就是忧愁这个呢 既然你爹地的死结是你 离开你爹地啊 离开爹地 他才会平安 你们在说什么 爹地 你别这么凶 我见糖宝 似乎很难受的样子 担心他是不是 说了什么让糖宝生气的话 妈咪没有 刚才有沙子进眼睛 难受 爹地 糖宝累了 想睡觉 糖宝啊 对不起 师父 你为什么跟糖宝说对不起 我救不了你爹地 你也救不了你爹地 要是你妈咪的话 他可以 糖宝 去找你妈咪吧 你妈咪才能救你爹地 师父 妈咪不是在家吗 那不是你妈咪 记住 去找你妈咪 井囊的光芒再次消失了 要找到妈咪 才能救爹地 原来 这个真不是妈咪 竟然敢冒充 不能原谅 此时 糖宝下床离开房间 往楼下沉若水的房间走 是不是睡不着了 你是我妈妈吗 当然 我肯定是你妈妈 你爹地都看了鉴定报告 你在骗人 你最好明天跟爹地说清楚你的目的 然后自己去警局自首 糖宝宝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沉若水绷紧身体 望着糖宝 脸上带着不理解问道 你不是我的妈咪 你做这么多事情 是想要将我从这里带走 糖宝宝 你怎么了 我不是傻子 你是坏人 你的面相告诉我 你做过很多坏事 不做好事 你会死于非命 死于非命四个字 让沉若水的身体抖得厉害 小杂种 你敢诅咒我 现在是凌晨三点半 别墅内 全部人都睡着了 为了拿到苏老 给自己的另一半钱 他必须要将糖宝带走 沉若水 一脸凶狠捂住 糖宝的嘴巴 没几秒钟 便晕厥过去 小杂种 让你跟灵灵 抢苏家继承人的位置 没有你 灵灵 是这里最受宠的人 都是因为你 将糖宝带出了苏家后 沉若水便打车去了目的 苏涵刚好开车 经过沉若水 坐的出租车 他感觉有些怪异 他扭头看向 已经离开的车子 陷入沉思 刚才那辆车子 是怎么回事 好奇怪 15分钟后 钟灵跟苏老正 靠在钟老的墓碑边上 灵灵 苏老 妈妈 沉若水就是白若水 为了不让苏老 发现自己的身份 才改成姓陈 钟灵一句妈 彻底将白若水的身份曝光 什么 你竟是白若水 接上集 沉若水见糖宝 知道真相后 将糖宝弄晕 离开苏家 打车直接去了目的 苏老也不是傻子 一下便知道前因后果 他看向钟灵的目光 带着耐人寻味 对不起 苏老 我还活着 我才是最大的傻子 被你们愚弄至今 灵灵 你骗我 灵灵 对不起 我只是喜欢爷爷 喜欢大爹地他们 不想跟妈咪生活 钟灵是苏老待大的 感情深厚 可如今 他却觉得自己 应该重新审视 这个自己待大的孩子 你让我失望了 钟灵 以后你跟着你妈妈生活吧 不必回苏家了 苏老这么说 是想要赶走钟灵吗 你大爹地说 你心机深沉 我还不信 你欺负糖宝 还想要糖宝的命 现在看来 一切都是真的 将糖宝交给我 苏老 你现在是不想 让钟灵回到苏家吗 你既然活着 照顾孩子的事情 就交给你自己 放心 钱我不会断 他依旧享受 从前的待遇 那有什么意思呢 属于钟灵的荣誉 和待遇都没了 学校里的那些小朋友 会怎么看钟灵 苏老 既然你这样 别怪我无情了 此时 将糖宝放下后 将藏着的刀子 狠狠捅进 苏老的身体 妈妈 你做什么 为什么要害爷爷 灵灵 我们现在必须要离开 老不死的死了 糖宝也死了 你才能回到苏家 白若水心一横 又朝着糖宝刺过去 糖宝 不用 他撑着无力的身体 挡在糖宝面前 我对自己的亲孙女 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现在也该弥补了 不许伤害糖宝 老不死的 你自己都要死了 还想要保护他 糖宝不死 我怎么会安心 你这么讨厌糖宝 等他被发现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才是杀死糖宝的凶手 然后畏罪自杀 白若水灭笑说完 推开苏老 刀子扎进了糖宝的身体 睡梦中的糖宝 感觉一阵疼痛 便失去了意识 有人来了 妈妈先走了 玲玲 你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是苏老杀死糖宝 然后畏罪自杀的 听到没 这样 你才能重新回到苏家 做大小姐 妈妈先走了 他不能让苏楼墨 知道他的存在 糖宝出现在这里 苏楼墨肯定会调查 他不是糖宝 亲生妈咪这件事 也很快会曝光 他要尽快换一个身份才行 刚才妈咪不知道 有没有弄死他 钟灵这么想着 走到糖宝身边 就要掐住糖宝的脖子 一道冰冷的声音 在钟灵身后响起 小朋友 年纪小 心肠倒是坏得很 我 我没做坏事 不是我做的 将苏楼送到医院 通知苏家人 至于这个孩子 我带回去治疗 你要带妹妹去哪里 你最好跟苏家的人交代一切 要不然会死得很惨 知道吗 我没做 这些都不是钟灵做的 苏楼墨自然会好好审问你 他的女儿 你也感动 真是活腻了 小孩子就该有小孩子的样子 这么心狠手辣 可是会死得很惨 女人消失在浓浓夜色下 而钟灵则是吓得浑身发抖 苏家 唐宝就这样凭空消失 陈若水也不见了 所以我怀疑 是他将唐宝给带走的 监控呢 没拍到 陈若水肯定是先踩点 巧妙避开了摄像头 将唐宝带走的 苏楼墨的话还未说完 苏涵的手机响了 片刻后 他沉眸看向苏楼墨说道 涵家大小姐来的电话 说是老头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唐宝是不是也受伤了 在涵霜手里 他说他亲自带唐宝回去治疗 去韩家 情况如何 没有伤到重要部位 问题不大 好的 你出去吧 唐宝 韩霜摸着唐宝柔软的发丝 语气温柔喊着他 他过来救唐宝 是因为有人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让他过去 当时他还半信半疑 直到看到受伤的苏老和唐宝 韩霜才知道 神秘人并未欺骗自己 你是妈咪吗 我不是哦 我叫韩霜跟你爹地他们 是青梅竹马 青梅竹马是什么马 从小一起长大的意思 笨蛋 小哥哥 叫我阿妍 韩霜看着自家外甥脸红的样子 忍不住笑道 阿妍真的很喜欢唐宝吗 小姨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哟 生气了 唐宝 你喜欢阿妍吗 喜欢 小哥哥可好了 谁要你喜欢 唐宝 爹地 韩霜没想到 苏龙墨这么强硬的男人竟然会哭 一时之间 他完全愣在原地 韩霜 哟 洗酒不见了 小柳 这么多年过去 你怎么光记得这两个字 放心好了 唐宝的伤没什么大问题 你为什么会这么及时救了唐宝 有人给我发信息让我过来的 谁 我让人查过 对方的EP已经被清理干净 无法查询 爹地 爷爷受伤了 唐宝告诉爹地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陈若水不是唐宝的妈咪 他要害爷爷 害唐宝 爷爷还帮唐宝打了一刀 白若水 大哥 你说陈若水就是白若水 钟灵的亲生母亲 钟灵这个孩子 可真不简单 我会让他付出代价 爹地 唐宝能带小哥哥回家吗 谁要跟你回家 小哥哥可好了 唐宝喜欢 好 一会带小哥哥一起回家 我没有将唐宝送到医院去 而是带回我这里 即使想要从唐宝身上 求证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唐宝的血能救人 唐宝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仅存很少的药人 街上集 苏老和唐宝被白若水 刺倒在地上 生命垂危之际 寒霜赶过来 把唐宝带回家 唐宝可能是这个世界上 仅存很少的药人 药人 苏涵的瞳孔一阵紧缩 他大学的时候研究过关于药人的事情 从出生就要浸泡在许多药草里 挺过去 血就是灵丹妙药 挺不过去 就是死路一条 唐宝不可能是药人 如果是药人 血型会发生改变 唐宝是天生的药人 不是后期制作成的药人 寒霜姐姐的话 唐宝听不懂 爹地 带小哥哥回家哦 唐宝困 唐宝乖 闭上眼睡觉就好 苏楼莫见唐宝睡着 凤某闪烁着阴霾之色 所以 你已经确定唐宝要人的身份 是 好好保护唐宝吧 这个孩子的血态珍贵了 苏楼莫抱着唐宝 镜子朝着公子眼走过去 你想做什么 唐宝说带你回家 醒来没看到你 唐宝会失落 告诉公总 他儿子暂时陪我女儿一段时间 给你三天时间 将白若水抓到我面前 找人这种事情 你应该交给老六 苏家老六是最厉害的特种丁 找人这种事情交给他最合适不过 他在执行秘密任务 已经好几个月联系不上 白若水 我会让他死得很惨 大少 老爷子醒来了 你留在这里照顾唐宝 我去医院 苏楼 我要死了吗 说什么呢 谁说你要死了 既然我不是要死 你摆出这幅表情给谁看 老头 现在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唐宝没事吧 我要让钟灵伤害唐宝付出代价 苏楼墨冷然的声音在这时响起 苏老将着脸看向门口 钟灵这个孩子被我养废了 是我的错 我一次次放过钟灵 都是因为钟老 苏家欠钟家的已经还了 唐宝是苏楼墨唯一的女儿 差点被钟灵害死 苏楼墨对钟灵的恨无可厚非 救我爷爷 灵灵 你知道错了没 灵灵知道 灵灵再也不敢了 大爹地 求你放过灵灵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当初你也这样踩过唐宝吧 阿末 苏老剑苏楼墨踩着钟灵的手背 于心不忍喊了声 钟灵毕竟是他养大的 他心有不忍也能理解 他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你的不作为 从今天开始 你被苏家赶出去 从此便不是苏家的人 我们抚养你到现在 给你锦衣玉食的生活 已经人至一尽 大爹地 你别叫我赶走 玲玲还这么小 活不下去的 我会给你一笔钱 至于以后要怎么生活 看你自己 将他赶出去 毕竟是你钟爷爷 唯一的孙女 别做得太绝情 绝情 比起唐宝受得苦 你觉得绝情吗 你还是担心一下 你自己吧 难道你还想要赶走我 等你伤好了之后 就搬到老宅去住 苏家这里 不用回来了 唐宝也不会再见你 老头 你就去老宅养老吧 我们的孩子 不需要你操心 唐宝 师父上次跟你说的话 你听清楚没 要去找你妈咪 可唐宝不知道 妈咪在哪里 龙城 你妈咪在龙城 龙城哪里 妈咪叫什么名字 师父 你真讨厌 每次说话都不说全 唐宝睁开眼睛 坐在床上 捏着脖子上的锦囊嘟囔 唐宝醒了 二叔叔给你检查下身体 谢谢二叔叔 唐宝已经没事了 二少 白若水找到了 现在正跪在客厅等候发落 坏女人抓到了 别怕 二叔叔在 不会让他再伤害你 唐宝宝 我错了 我不应该冒充你妈妈 更不应该伤你跟苏老 你救救我好不好 你下半辈子 不会有好下场的 唐宝从你的面下 就看到你的后半身 你胡说八道什么 苏寒见白若水 还敢对着唐宝喊 他的脸色骤然变了 一脚踹到白若水身上 我错了 二少 你放过我吧 今天 我要让你为做过的事情 付出代价 我的女儿你也敢动 阿火 拖出去 解决掉 大少 我错了 原谅我吧 爹地 我想找妈咪 你知道 她在哪里 师父告诉唐宝了 在龙城能够找到妈咪 好 爹地带你去 龙城距离地都不远 开车几个小时 坐飞机一个半小时 要把小哥哥也带上 他有危险 唐宝要带他一起 就不会有危险 此时 龙城机场 一辆限量版古董车 从苏冷眼前驶过 靠 这辆车可是很多车迷 梦寐以求的绝版车子 没想到 我竟然会看到 什么样子的人 才会开这种车子 好想要拥有这辆车子 而此时 正被苏冷痴迷的车子内 身穿长裙 样貌冷艳淡漠的女人 手里正拿着一份文件 街上集 苏楼墨把白若水处理掉后 就带着唐宝去龙城 找他的亲妈妈 刚下飞机 苏冷就看到了一辆 梦寐以求的古董车 车内身穿长裙 样貌冷艳淡漠的女人手里 正拿着一份文件 家主 最近二小姐那边动静很大 这些年就没消停过 当年我被她陷害 失了清白不说 孩子也不翼而飞了 家主现在已经完全掌控整个习家 要处理掉二小姐 不是易如反掌吗 习薇这个女人背后还有人 先让她爬高一点 五年了 她寻找了自己的孩子五年 却一无所获 习梁墨 她是习家千百年来 唯一一个女家主 而她的雷霆手腕令人闻风丧白 比男人还要凶狠 或许是因为 她曾经是特种兵女王的关系 习家上下 没有人敢忤逆习梁墨 刘颖啊 你说我的女儿 还活着吗 小小姐继承习家神秘力量 自然不会出事 孩子 你在哪里 妈妈找你找得好辛苦 唐宝啊 师父教你的都学会了没 师父 你现在教我的东西好难 唐宝都看不懂 慢慢来的 这些跟算命不一样 的确会更难一点 唐宝已经很厉害了 师父 唐宝今天的课上完了 你还没告诉我妈咪叫什么名字 笨蛋 醒一醒 苏楼墨他们出去给唐宝买东西吃了 酒店套房内就公子言一个人看着唐宝 小哥哥 肚子饿了没 饿了 小哥哥 唐宝请你去吃东西好不好 你有钱吗 三叔叔给唐宝很多金条 不可以告诉别人 明白没 这个笨蛋 怎么总告诉别人自己有钱 以后关于钱的事情 不可以告诉别人 明白没 想吃什么 我请你吃 你不许花钱 男孩子花女孩子的钱 很丢脸 太好了 唐宝要吃好多好吃的 嗯 随便你吃 两人刚离开15分钟左右 苏楼墨他们便回来了 打开房间门 看到唐宝不在 苏楼墨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唐宝哪里去了 大哥 我们是一起出门的 我怎么知道唐宝哪里去了 唐宝可能跟公子言去玩了 公子言这个小兔崽子 其实挺不错的 他在唐宝身边 我们不需要担心 马上联系上公子言 问问他现在在哪里 我刚才已经打过 没有人接电话 大概是完嗨了 小哥哥 我们去找妈咪吧 你知道他在哪里 师父说妈咪在龙城 我们在龙城找 肯定就能找到 此时 苏楼墨正极的发疯 还是打不通这小子电话 大哥 你先冷静点 快去给我找 龙城这个地界 不是我们的地盘 我也不熟啊 龙城首富是谁 习家联系习家家主 习家 他们掌管整个龙城的经济命脉 找人自然比苏楼墨漫无目的 找要更容易一点 怕是联系不上 不如亲自上门 习家家主叫习良墨 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女人 谁的面子都不会给 唐宝 奇怪 刚才还在这 怎么不见了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乱过分寸的公子言 现在已经开始发慌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好给苏楼墨打去了电话 苏楼墨得知消息后 立刻赶到了海边 唐宝呢 刚才我去给唐宝买水 回来唐宝就不见了 如果唐宝有什么事情 我要你陪葬 先将龙城驻守的人 全部派这里寻找唐宝 很快 整个海边都被保镖包围 所有人都在寻找唐宝的踪迹 可是一整天海 怎么都找不到唐宝 你醒了 漂亮姐姐 是你救了唐宝吗 西凉墨今天正巧在这片海散心 无意中看到了飘在海里的唐宝 便将它救上来了 嗯 漂亮姐姐 你明天是不是要出远门 你怎么知道 这个孩子连我要出门都知道 难道是席微派来的卧底 因为唐宝看到你因唐泛着灰色 眉宇间也带着血光之气 这是有大灾难的显示 耶 人不大 会的还不少 师父教了唐宝很多本事的哦 唐宝什么都会 漂亮姐姐救了唐宝 唐宝要报答你 明天你要出门 你将唐宝待在身边 就能够避免血光之灾 西凉墨并未相信唐宝说的话 却又没有当场揭穿唐宝 唐宝见他不信自己 闭上眼睛几秒钟后 再次睁开双眼 漂亮姐姐最近是不是总睡不好 总会做噩梦 你梦到有一口棺材 一直在压着你 你快喘不过气 很痛苦 唐宝的话 让西凉墨的眼神一寸寸变了 告诉我 你是谁派来蛊惑我的 这些是唐宝算到的 反正就是唐宝能看到漂亮姐姐的梦境 知道漂亮姐姐为什么会睡不着 啊 说来听听 漂亮姐姐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一直心绪不宁保持的 西凉墨漂亮的眼睛 忽然泛着泪花 她在人前一直都是最强大的存在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唐宝面前 显露出这么脆弱的一面 漂亮姐姐也丢了女儿吗 我也是被丢的哦 不过我找到爹地了 爹地他们对我可好了 西凉墨看着唐宝的脸 总觉得有些许眼熟 却又说不出来 饿了吧 我让人给你准备食物 吃吧 谢谢漂亮姐姐的款带 漂亮姐姐 你不吃吗 我不了 你吃就行 帝都苏家家主 苏楼墨想见家主一面 啊 苏家 他见我有什么事情 听说苏总的女儿露海了 想要借助西家的力量 将女儿找到 此时 西凉墨的心被触动了 他能体会失去孩子的痛苦 想必苏楼墨现在肯定很着急 既然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 那不妨见一面 现在启程 街上集 唐宝带公子言去找妈妈 结果海边走失 更巧的是亲生妈妈 把自己给救了 一会启程回别墅 一会姐姐就回去了 我让人送你回家 漂亮姐姐 我要跟着你回家 明天过后 你再送我回去找爹地好不好 你不怕你爹地担心你 爹地肯定能感应到唐宝没事 好 随你吧 两个小时候 习家 苏总 久仰大名 习微 习家家主 习良墨的妹妹 习家家主不在吗 苏楼墨连正眼都没看习微一眼 坐在一旁的沙发上问道 姐姐出门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苏总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 习家的事情 我也能做主 习家的家主是习良墨吧 二小姐 你可没资格 难道整个习家只有习良墨一员吗 习微对习良墨的憎恨越发生了起来 爹地 你怎么会在这里 唐宝 是漂亮姐姐救了我 谢谢习家主 你是苏家的孩子 是哦 我爹地叫苏楼墨 漂亮姐姐 谢谢你帮我找到爹地 你的女儿 我无意中救的 现在你可以将她带回 改天 我再正式道谢 苏楼墨第一次看到 对自己这么冷漠的女人 让苏楼墨有些意外 不必 唐宝再见 爹地 我们在漂亮姐姐这里住一晚上好不好 笨蛋 你不想回去了 漂亮姐姐明天有血光之灾 唐宝要给她挡灾 唐宝 你自己也会受伤的 漂亮姐姐救了唐宝一命 唐宝救漂亮姐姐一命 是应该的 不是吗 姐 苏家小小姐想住在这里 我现在去安排房间 西良墨抬起毛子 轻飘飘扫了西薇一眼 只是一眼 西薇便被吓得脸色雪白 对不起 是我自作主张了 凭什么 我要被西良墨这样踩着 这该死的女人 爹地 唐宝困了 苏楼墨一脸心疼抱着怀中的唐宝 看向西良墨 管家 立刻给苏楼墨他们 安排房间 唐宝 快点跑 唐宝 快点跑 唐宝睡得迷迷糊糊之际 听到许久未出现师傅的声音 完全不知道师傅在说什么 笨蛋 你爹地受伤了 还不快起来 苏总为什么救我 在杀手要杀他的时候 苏楼墨挡在了他面前 唐宝要给你挡在 我要是不救你 受伤的便会是唐宝 我不可能让我女儿受伤 爹地 你怎么样了 爹地没事 爹地 你这样做漂亮姐姐会受伤更严重的 也就是说 苏楼墨救西凉墨没救成功 反而会让西凉墨面临更大的灾难 不需要担心 我并不畏惧任何危险 这孩子真的会不挂 算挂 不可思议的孩子 这时 一个保镖走进来 面色凝重走到西凉墨身边 对着他一阵而已 苏总 麻烦你带唐宝回去 漂亮姐姐 唐宝要在你身边 危险没解除 唐宝 我说让你爹地带你离开 你便离开习家 习家不是你们这种身份的人呆的 苏总 你应该还没上到走不了的地步吧 习家主 这是要跟你们组里的组长开仗吗 是啊 有些人 总是这么不知死活 唐宝 我们回酒店去 唐宝答应漂亮姐姐要救她的 一会习家 要有大事发生 我们这些外人待在这里不好 有缘 我们会再见面的 可是漂亮姐姐的劫难没有结束 唐宝要是离开 漂亮姐姐要是遭遇大难怎么办 孩子清澈漂亮的眼睛 让习良末的心脏一阵紧缩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以为唐宝是自己的孩子 女人一贯冷漠无情的脸 此时却显得格外的温柔 不得不说 温柔的习良末很抓人眼球 苏楼墨看着他 一股莫名的感觉在小腹位置躁动 他黑着脸低头看向自己的某处 苏楼墨竟然对眼前的女人动了情 喂 你是不是看上习家家主了 小孩子在胡说八道 小心我揍扁你 家主 组里的长老都过来了 街上急 唐宝算出席凉末 马上有血光之灾 不想离开习家 要帮他挡灾 唐宝不想走 那就待在房间 不要下楼 苏总 我们习家的事情 不会连累到唐宝 最好是这个样子 这种男人 怎么配拥有唐宝这么可爱的孩子 也不知道是哪个眼瞎的女的看上苏楼墨了 刚才习良末是用不屑的目光看我吗 人家是习家千百年来唯一一个女家主 女强人中的航母 人家对你不屑一顾不是很正常吗 你真以为自己多优秀 你跟小哥哥在这里 不要下楼 明白没 爹地怎么了 脸色这么不好看 生病了吗 被人嫌弃 心灵受创了呗 不好 漂亮姐姐有危险 唐宝要去就漂亮姐姐 习家大厅内都是人 黑压压一片 一道白光直接射向习良末的眉心 习良末的眼神闪烁着冷意 正想出手之际 唐宝忽然扑过来 挡在了习良末面前 唐宝 小哥哥 笨蛋 不是说过别乱跑 小哥哥 哭什么 还不帮我治疗 你想我死吗 爹地 背包 唐宝的背包 找死 习良末看向出手的三长老 动作鬼魅朝着对方出手 习良末 你疯了 你竟然对家族的长老出手 我是习家的家主 我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在我面前放肆 你们是想被赶出习家吗 习良末不怒自威的气势 让所有人都露出惊慌的表情 还有谁要反对我 不 不敢 我们只是想家主早点结婚 生下几成人 我的婚事 轮不到你们做主 若是你们吃得太饱 我不介意让你们饿肚子 习良末说吧 刀子直接飞出去 所有人立刻起身 连忙往门口走 别仗着爷爷喜欢你就在我面前玩花招 下次再玩烟打 我将你的一条手臂送到爷爷面前 姐 我 我什么都没做 滚出去 需要我找医生过来吗 不用 唐宝可以 刀子距离动脉的位置只有0.1毫米 再扎近一点 小哥哥就会流血不止 危及性命 唐宝竟然能够像是医院照CT 看到人体的骨骼情况吗 师傅教我的 唐宝现在可厉害了 受伤的人 我只要扫一眼 便知道哪里受伤了 苏总 看来你女儿很不一般 这个孩子 究竟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能力 好好保护唐宝 要人可是很多妇人都想要得到的 谁敢动我女儿 我让她死 将唐宝带回去吧 习家这边还有很多事情 你们不方便待在这里 唐宝说了要帮你化解危机 漂亮姐姐 你不喜欢唐宝住在这里吗 习家比较复杂 我不想你受伤 唐宝不会受伤 明天漂亮姐姐要去公司 唐宝陪你去 度过明天 你就会没事的 好 她忽然也会有舍不得的情绪 西凉墨浅笑 弯腰抱起唐宝 女人微笑的样子 堪称绝美 苏楼墨看得口干舌燥 正当苏楼墨看着西凉墨发呆的时候 公子言冷吃一声 臭小子 皮痒了 你看上他了 乱说话 信不信我将你的舌头拔掉 爹地 你怎么可以欺负小哥哥 小哥哥是我的救命恩人 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知道吗 爹地错了 唐宝不生气 苏楼墨下意识看向西凉墨那边 却见西凉墨正在跟管家交代事情 冷漠的侧脸 看起来高贵冷艳 他对苏楼墨的忽视和不在意 让苏楼墨气得不行 唐宝 我们不找妈妈了 爹地 带你尽快离开龙城吧 可是不找到妈咪 爹地会出事 师父说了 妈咪可以救爹地的 所以必须要找到妈咪才行 爹地 我们先救漂亮姐姐 再找不到妈咪 唐宝就跟爹地回家好不好 苏楼墨无法拒绝唐宝的请求 只能对唐宝点头 唐宝想吃什么 直接吩咐厨房给你做 我还有事情要去公司 漂亮姐姐 我跟你一起 好的 喂 这是我女儿 苏总 唐宝交给我照顾 女儿如 唐宝一会就会回来的 你急什么 你懂什么 臭小鬼 一会我就给你爸爸打电话 让他带你回去 我不会跟他回去 他拿我没办法 苏楼墨强忍着怒气 拿起手机给公爵打电话 马上将你儿子给我带走 我们现在在席家 苏总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三少出事了 他今天出门的时候 被人伏击了 正在医院抢救 但是医生说没救了 放屁 我现在马上去医院 你乖乖待在席家 不要万跑 情况如何 刚才二哥出来说 情况很不好 可能熬不过今天晚上 究竟遇到什么伏击 苏柳得罪过什么人 我不知道 三哥就是一个厨子 能得罪什么人 或许你们可以找唐宝 是啊 怎么将唐宝给忘记了 当初我跟二哥都是唐宝救的 唐宝的医术 比这些什么博士都扭 爹地 唐宝心里难受 算到了三叔叔出事了 我刚带他到办公室 唐宝忽然就大哭 捂着心脏说疼 这或许是苏家的血缘感应 唐宝看到了爹地浑身是血 跟三叔叔一样 唐宝很怕 乖 不哭 爹地在 爹地 我要救三叔叔 去吧 爹地就在外面等你 接上急 唐宝突然心脏疼痛 感应到三叔叔面临死亡 千军之际跑到医院救三叔叔 唐宝很特别 你们最好对唐宝 进行一个高科技的检测 什么意思啊 唐宝的一切行为都跟普通人不一样 除了唐宝是要认这个身份之外 他脖子上的锦囊 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唐宝脖子上的锦囊 一直都带着的 他说从小就挂在脖子上 里面装的是他的师傅 反正唐宝 好像是能听到什么声音 总跟我说 自己的师傅就在锦囊里 唐宝这种情况 有点像是脑子有问题 习家主 苏冷一脸不爽动着洗两沫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唐宝这种情况 你们给他检查过吗 天才往往是普通人看不透的 我们家的唐宝宝是天才中的战斗机 自然跟普通人不一样 我跟唐宝很有缘 我也很喜欢这个孩子 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苏总尽管开口 我的女儿 我自己会保护 不需要习家主费心 家主 傅少醒了 什么 阿明醒了 习凉墨 一向冷静自持的脸 此时带着些许激动 这让苏龙墨 心里莫名 有些不舒服 这个傅少 难道就是习凉墨的青梅竹马 傅明 该死的 我明明讨厌习凉墨那副 冷傲的样子 现在 怎么会满脑子 都是习凉墨 大哥 你怎么了 给我闭嘴 脾气这么大 吃炸药了 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苏的 你找死吗 大少 这些是你要的资料 大哥 你干嘛调查第一人民医院 丢孩子的事情 习凉墨救了唐宝 我答应帮他找女儿 这上面写的资料 怎么跟唐宝的一样 苏龙墨没理会苏了 仔细看完上面的资料后 将资料扔给阿火 按照上面的名单 一个个调查 习凉墨不会是当年那个强了你的女人吧 苏龙冷不丁的话 让阿火愣住 他看了严手中的资料 再联想到唐宝的被捡回来的经历 还真是出奇的相似 这是习凉墨给的玉佩 跟孩子身上带的玉佩是一对 这个花纹我怎么看着这么熟悉啊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不过大哥 你要不要调查一下 习凉墨是不是唐宝的亲生母亲 你脑袋里装的是草包吗 你觉得唐宝跟习凉墨像吗 阿火离开后 苏龙还是不死心 对着苏龙墨都呢 是不是 验DNA不就好了 我调查过细凉墨 她不可能是当年抢我的那个女人 两人正在说话之际 唐宝已经出来了 爹地 三叔叔没事了 谢谢唐宝 可是唐宝好累 唐宝小脸惨嘻嘻一片 说完闭上眼便睡着了 照顾好苏柳 我先带唐宝回去休息 唐宝离开龙城吧 唐宝睡得迷迷糊糊之际 听到了师父的声音 师父的声音很虚弱 好像是生病一样 唐宝不明白师父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离开龙城呢 有危险 化解不了 唐宝要离开 答应师父离开龙城 师父 你先告诉我妈咪在哪里吧 我带着妈咪一起离开龙城 锦囊的光芒越发暗淡 就像是奄奄一息的老人般 师父受伤了 要休养一段时间 唐宝要是能将锦囊 放在席家祠堂的金莲上 师父会好得快一点 席家祠堂的金莲 那是什么 是漂亮姐姐家里的金莲吗 爹地 我想去席家的祠堂 师父生病了 要去席家祠堂的金莲上面躺一会 明天带你去席家问问 席家的祠堂 应该不是随意能够进入的吧 此时 唐宝莫名的想起了席梁末 心好疼 妈妈 什么 你叫我什么 席梁末听完妈妈两个字后 眼泪莫名的流了出来 如果唐宝说我的女儿该多好 为什么我的心会很疼 可能唐宝喜欢你了 把你当成了妈妈 唐宝正想说什么知己 胸口的锦囊正在发烫 烫 漂亮姐姐 金莲 师父要金莲 什么金莲 唐宝的师父生病了 需要席家祠堂上的金莲 养养一下 席家的祠堂除了我 没人可以进去 金莲是席家命脉的存在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唐宝怎么会知道金莲 漂亮姐姐 师父生病了 在锦囊里 他说需要金莲 你可以让唐宝进去吗 唐宝的要求 席梁莲 无法拒绝 他对这个孩子 总是会心软 家主 席家的祠堂 不能让外人进入的 你应该知晓 我带唐宝一人进去就行 其他人不会跟着 两三分钟后 席梁莲带着唐宝 前往席家祠堂 唐宝 将锦囊放下后 我带你离开 唐宝要待在这里一天哦 师父说 只需要一天就行 唐宝不能离开锦囊的 师父说 没有锦囊 唐宝就会死的 席梁莲的脸色微变 他一脸不敢相信他 这件事 你爹地知道吗 我跟爹地说过哦 不过爹地好像没认真听我说 这男人真不靠谱 没事 姐姐会保护好你 靠近金莲 唐宝忽然觉得很难受 唐宝怎么了 不知道 好像是金莲在呼唤我 他在喊我过去 就在席梁莲陷入沉思之际 唐宝已经到了金莲旁边 好温暖 漂亮姐姐 她好开心哦 唐宝 为什么会对金莲产生反应 究竟怎么回事 能够继承喜家 神秘力量的家主 寥寥无几 你的女儿是千百年来 唯一一个力量强大的人 要保护好你女儿 金莲阵主 子归来 忽然 西梁莫耳边想起 当年他怀孕时候 去寺庙拜佛 一位老禅师 对西梁莫说的话 为什么唐宝会有这种感应 难道唐宝是 接上级 西梁莫带唐宝进去 席家祠堂后 被一股神秘力量呼唤着 为什么唐宝会有这种反应 难道是我的女儿 或许 唐宝本身就有某种 不知名的力量 并不是因为 跟席家有关系 西梁莫在出神之际 唐宝已经趴在金莲上睡着了 唐宝 你怎么了 快醒一醒 因为这里又朝又冷 最终只能决定将唐宝和金莲 抱出祠堂 这究竟怎么回事 西家主 你能告诉我 你对唐宝做了什么吗 你什么意思 我能对唐宝做什么 我带他进入祠堂 他看到金莲 就说金莲看到他很开心 我倒是想要问问苏总你 孩子在你身边 被你照顾长大 为什么你连自己女儿 有病都不知道 滚 西梁莫 还没被人这样吼过 他气急上前抓住苏罗墨的肩膀 找死 西梁莫疼的抽了口气 他红着一双眼 死死盯着苏罗墨 大概可能要 开战了 果然 西梁莫抬起手 一把柳叶的飞刀朝着苏罗墨飞过去 苏罗墨的眼神骤然冷了下来 他单手夹住飞刀 没想到苏罗墨比自己还要强大 在我面前动刀子 西家主 你真以为我是吃素的 唐宝 爹地你怎么哭了 唐宝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西梁莫 他没想到苏罗墨这样强势的男人 竟然会像个孩子一样哭起 爹地没哭 爹地你哭了 就是哭了 一点都不诚实 难怪漂亮姐姐不喜欢你 谁要他喜欢 我还不喜欢他呢 唐宝有点难受 唐宝 你怎么了 别吓姐姐 师父说没事 我只是想要睡觉 你们别担心我 我好困 此时 床上的唐宝觉得有人在叫自己 主人 主人 你是谁啊 我是金莲 金莲是什么 不会是漂亮姐姐磁桃放着的金莲吧 主人 好想你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好奇怪的地方 爹地他们都不在 我的家 我感应到了主人回来 可开心了 金莲等着主人 漂亮姐姐 让金莲跟我回家吧 不行 金莲是席家世代相传的东西 唐宝 别的东西我都可以答应你 只有这件事不能 姐姐 金莲在哭 金莲说他待在这里一点都不开心 他还会给席家带来灾难 因为他生气了 你放过他好不好 好吧 席梁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着唐宝的眼睛 忽然就答应了唐宝的请求 等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的时候 已经不能改变了 家主 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 席家祠堂不可以让别人进入 为什么家主这么快就忘记了 放下金莲 老爷爷 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 你会死于非命哦 小鬼 你敢诅咒我 你若是敢碰唐宝一下 我也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家主 你现在究竟怎么回事 为了这个孩子 一再打破我们席家的规矩 总之你若是敢对唐宝出手 我不会放过你 记住 我才是席家家主 你是想毁掉整个席家吗 席家 就算是我毁掉又何妨 一个小时候 刘盈走过来 她在西凉木耳边说了一些话 西凉木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席微去爷爷那边告状 是的 大长老受伤这件事 二小姐在老爷子面前 添油加醋一番 老爷子现在很生气 所以让家主你现在马上去本家一趟 唐宝 我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晚一点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漂亮姐姐 拿着唐宝的平安符 我会有危险吗 嗯 不过没关系 会有人救你 谢谢唐宝 爹地 漂亮姐姐一会会有危险 你去救漂亮姐姐好不好 好 爹地听唐宝的 西凉木这么强的女人 怎么会有危险 她身边可有很多伸手好的保镖 那个叫刘颖的保镖 伸手就很好 可能在她之上 笨蛋呢 谁让你站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唐宝宝现在正在睡觉 你要是打扰唐宝宝休息 看我不做别你 哦 笨蛋在睡觉啊 正好 我也困了 我陪笨蛋一起睡觉吧 苏冷被气得不行 抡起拳头就要揍公子炎的时候 公爵走过来 对苏冷解释 七少 阿颜这个孩子很喜欢小小姐 你就让他进去陪小小姐吧 公总 你儿子现在想吃我家唐宝宝的豆腐 你这个做爸爸的都不管吗 阿颜这个孩子 有时候的确很放肆 我会好好管教 公子炎趁两人说话之际 已经跑进了唐宝的床上 笨蛋 你怎么了 此时的唐宝闭着眼睛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妈咪 什么妈咪 妈咪是漂亮姐姐吗 唐宝 你在说什么呢 妈咪是漂亮姐姐 我算到了 七叔叔 我们去找爹地好不好 笨蛋 我跟你一起 小哥哥 爹地妈咪不能在一起 唐宝要怎么办 将那些阻碍全部扫清 不就能在一起了 可是爹地妈咪若是在一起就会死 唐宝救不了 师父说过 有些天命改不了 唐宝 你怎么了 别笑我们 要死了 妈咪要死了 唐宝要去找妈咪 唐宝要是出现这种情况 只能说唐宝应该是算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只需要陪着唐宝就好 去习家本家 唐宝看着苏冷 吐出四个字 接上集 习梁末走后 唐宝算出习梁末 就是自己的亲生妈妈 让爸爸去救习梁末 此时 习家本家 习梁末被人暗算身中一刀 三长老 将家主绑起来 送到暗盒去 听到暗盒两个字 习梁末的脸色骤然泛冷 就在这时 苏楼末出现了 他手中的飞刀 直接飞向靠近习梁末的三长老 苏总 你怎么过来了 唐宝让我救你 就算苏楼末身手再厉害 也敌不过习家的高手围攻 几个小时下来 苏楼末抱着习梁末跪在了地上 我们习家可不是谁都能放射的 把他给我扔出去 当唐宝他们找到苏楼末的时候 苏楼末因为受伤过重的关系 已经陷入了昏迷状况 唐宝健壮 直接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自己的血滴到苏楼末的嘴巴 因为是要人的关系 所以唐宝的血是可以救人的 笨蛋 不能再这样下去 一会你的血都要没有了 爹地现在受伤很严重 唐宝要救爹地 唐宝一定要改变爹地妈咪的命运 一定要 苏冷他们都被唐宝脸上的笑容震慑到了 望着唐宝不听给苏楼末喝血的样子 谁都没有在阻止唐宝 唐宝 住手 谁让你伤害自己的 以后不许你做这种事情 爹地 漂亮姐姐 就是唐宝的妈咪 苏楼末并未相信唐宝说的话 只是摸着唐宝的头发叹了口气 唐宝 他不是 苏冷 马上联系公爵还有刘颖 西凉末有危险 我已经在这里了 先救西凉末吧 西凉末虽然身手很好 但是现在整个习家都想推翻西凉末 大哥 你是不是喜欢上西凉末了 他将金脸给了唐宝 才会给了那些人理由 所以我要救西凉末 救了爹地 妈咪便救不了 师父说过 爹地妈咪只能有一个活着 不能两全 可是 我不能就这个样子放弃妈咪 笨蛋 你怎么哭了 小哥哥 唐宝一定能救妈咪的 是不是 你想做什么 我都陪你 以前 你海西家主漂亮姐姐 现在喊妈咪 难不成真是你妈妈 是的 唐宝看到了妈咪跟爹地在一起的画面 唐宝见苏罗墨他们都没有看他们这边 他扯了扯公子言的手臂 要带着公子言一起去救西凉末 不通知他们吗 爹地受张了 我可以自己去救妈咪 那我跟你一起 没这几个碍事的老男人跟着 我们做事也会比较方便一点 唐宝按照算出来的路线 找到了西凉末被关押的地方 暗河 这是一个地下组织 到处都是保镖 那些保镖手里都拿着武器 一旦有人靠近 会毫不犹豫射杀对方 这里的人都不好惹 笨蛋 你确定 习家主在这里 我确定 就在这里 那你在外面等我 我进去看看 公子言担心唐宝 跟着自己会受伤 他朝着唐宝吩咐 小哥哥 你一个人进去会有危险 你不怕吗 我才不怕 别将我想得太无能 我可不是你爹爹 你爹爹太无能了 你是唐宝吗 沙哑的声音 在两人背后响起 公子言看到 站在他们身后的小姑娘 后背寒毛竖起 他立刻挡在唐宝面前 一副警惕的表情 对着小姑娘 你好 我叫志宝 妈妈生病 在家不能干活 我每天都来这里 给叔叔们送烟酒 对这里比较熟悉 刚才听你们说 你要救你妈妈 那位漂亮姐姐人很好 我会帮你的 笨蛋 别被他骗了 我没骗人 我只是想跟唐宝做交易 我帮你们把你妈妈救出来 你们要帮我救我妈妈 我知道你们不是普通人 你知道怎么进去吗 我自然有办法 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笨蛋 你信他吗 我相信志宝 谢谢你 你们等着我 一个小时后 志宝给公子言发信息 让公子言从小门的位置进入 这里的保镖对志宝不会防备 所以志宝才能够跟公子言 他们里应外合 他在里面 受伤很严重 已经陷入昏迷状态 我要去救妈咪 我听说他们晚一点要杀了你妈妈 唐宝 你们一定要将他救出来 此时 唐宝跑进了西凉墨的房间 妈咪 终于找到你了 唐宝看到西凉墨奄奄一息 此时他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血滴到了西凉墨的嘴巴 很快 西凉墨便睁开了眼睛 妈咪 你醒了 妈咪 唐宝是在恨我吗 唐宝是你跟爹地的孩子 孩子 难怪总觉得对你有一股莫名的熟悉 我早就应该想到 妈咪不哭 师父说你跟爹地不能在一起 否则你们两个人都会死 可唐宝会改变你们的命运 唐宝 你怎么进来这里的 这里很危险 妈咪 别担心唐宝 唐宝会带妈咪一起离开这里的 唐宝说完 不知道用什么东西 直接将链条斩断 妈咪 你能走吗 我们现在必须要尽快离开 能走 当两人走到门口位置的时候 凌乱的脚步声 在距离唐宝他们不远处的位置响起 接上级 唐宝就向妈妈 刚要离开 凌乱的脚步声 在距离唐宝他们不远处的位置响起 唐宝 有人来了 你先走 他们还不会杀我 你回去找你爹地帮忙 可我今天就是要带妈咪离开的 唐宝算出来了 今天是席梁末的死节 他若是带不走席梁末 席梁末必死无疑 我的女儿继承了席家最神秘的力量 你会成为席家新一任的家主 唐宝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万般不由人 妈咪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唐宝必须要听妈妈的话 你活着 才是对妈咪最大的安慰 妈妈是强者 强者不畏惧生死 而我 会活着 暗和是妈咪建立的 现在被暗和的组长背叛 妈咪暂时死不了 你回去找你爹地 让他过来救妈咪 此时 脚步声越来越近 席梁末的心脏 传来一股莫名的疼 唐宝 谢谢你是我的女儿 妈咪好想和你在一起 再见了 我的女儿 笨蛋 好多人来了 我们要快点走了 唐宝最后只能被公子言抓着离开 三个孩子消失不见后 席梁走了进来 姐 看看你 怎么这么狼狈 接下球的滋味怎么样 刚才你是想逃跑吧 席梁 你真以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吗 就算你知道又如何 你现在还不是在我手里 我要捏死你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 刘颖 席梁末 你在装神弄鬼神吗 刘颖不可能在这里 是吗 席梁末说完 席梁便觉得脖子上一阵冰了 席梁 你真以为联合席家长老 就能将我拉下家主的位置 姐 我知道错了 我们毕竟是亲生姐妹 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你就像是毒蛇 你觉得我会原谅你 你在找人对付我的时候 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下场了 你不想救你的女儿唐宝吗 你敢用唐宝威胁我 这一刀下去 席梁末几乎没有反抗能力 刘颖 席梁末垮了 我就是席家的家主 你要是敢帮席梁末 我就将你从席家赶出去 你以为我会怕你 刘颖就要对席梁出手 身后一个人出现将刘颖打晕 怎么才来 今天他就要死 不死的话 对我们没好处 要不要席梁末死 这件事我会处理 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唐宝救不了妈咪 师父 你教教唐宝好不好 好了 别哭了 这不是 还有小哥哥在 我答应你 会帮你救你妈妈 我们现在回去找爹地 有没有受伤 爹地 我们去救妈咪好不好 妈咪被带走了 肯定会遇到危险 将唐宝带回去 阿火跟着我 我陪你一起 公总是想帮忙救西梁末吗 我要是不跟着一起去 我家臭小子要闹翻天 好 我们走吧 齐叔叔 爹地跟妈咪会平安回来吗 大人 你爹地可是很厉害的 有谁能伤害他 还有你妈咪 也是非常厉害 唐宝要去问师父 师父肯定有办法救爹地妈咪 唐宝说完 便在苏冷怀里睡着了 大哥那边会不会遇到危险 唐宝肯定是算到了什么 或许 习家主跟大哥之间 有一个人会死 不 不会吧 唐宝宝想改变这种命运 似乎改变不了 邓旦说了 他师父说 很多事情在劫难逃 在劫难逃 你们照顾好唐宝 我去救大哥 我的手术刀 还是可以帮忙的 此时 唐宝正在睡梦中 窗外忽然响起一道闷雷 爹地 妈咪 唐宝怎么了 三叔叔 七叔叔 我要去找爹地 妈咪 他们有危险 你二叔叔已经过去了 唐宝宝听话 不要 我要去找妈妈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 东南方 既然唐宝宝一定要去找大哥他们 不如我们就过去一趟吧 其实我也很不放心大哥 一定要这个样子乱来吗 万一唐宝出什么事情 不会出事 不是还有我们吗 你怕什么 见苏柳这么有信心 苏冷只好答应苏柳 带着唐宝 去找苏楼墨和喜良墨 苏涵也是追踪到苏楼墨到这个地方 但是却没找到苏楼墨 再看到苏冷他们带着唐宝过来 苏涵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 你们怎么可以将唐宝带过来 唐宝一定要过来 我们能怎么办 唐宝要是树生 我要你们好看 二叔叔 别骂三叔叔跟七叔叔了 你找到爹地妈咪了吗 没有 爹地妈咪在那里 救爹地妈咪 好 我们去救他们 唐宝宝冷静一点 苏冷他们立刻跟着唐宝走了过去 爹地 唐宝走到苏楼墨身边 小小的手轻轻抬起 毫不犹豫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手指放到苏楼墨的嘴唇 唐宝宝 唐宝的眼泪滚滚而下 这个时候 一道闪电朝着唐宝劈下来 刺眼的光芒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此时 一抹红色闪电的花纹 陷在唐宝的额头上 习家的神秘力量 彻底觉醒了吗 接上集 唐宝在救苏楼墨之际 一道闪电朝唐宝劈了下来 刺眼的光芒 让唐宝体内的习家力量 彻底觉醒 二哥 我们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 这种现象 原本就不是普通人能够解答的 而习家的事情 只有习家人能解答了 唐宝 你感觉怎么样 妈咪死了 不会的 唐宝别多想 师傅 你帮帮我 妈咪没了 你告诉唐宝 妈咪为什么会没有了 唐宝 你要爹地 你妈咪就会没有 你要妈咪 你爹地就会没有 一天改不了命 你的出生注定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是宿命 我不要 唐宝忽然推开了苏楼 朝着前面跑 唐宝 你去哪里 唐宝要逆天改命 唐宝要妈咪活着 要爹地活着 唐宝 不要他们离开 唐宝 回来 唐宝听到了苏楼墨的声音 原本失控的理智这才稍微恢复 他扭头看向苏楼墨的方向 唐宝 回爹地这里 爹地 唐宝 唐宝额头的闪电越发红 最后 他消失在苏楼墨的眼前 唐宝 看着唐宝消失 苏楼墨一口邪呕出来 直接晕厥了过去 大哥 你们送大哥去医院 我去找唐宝 好的 你自己小心一点 唐宝现在很不对劲 唐宝额头上的闪电 那是习家力量觉醒的标志 在知道唐宝是习家的孩子后 我便派人查过习家的典籍 上面有记载 继承神秘力量的人会如何 如果唐宝出现闪电胎记 并且是红色的 那么 必定是至亲的人的血染红的 是大哥的血 不 是习良末的 他用自己的血迹垫 让唐宝觉醒属于自己的力量 他死了 不可能 习良末那么强大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死 我先去找回唐宝 回来再说 唐宝 不能出事 唐宝宝 你千万不能出事 大哥 你终于醒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嘎了 唐宝呢 唐宝没有回来 你们丢了唐宝是不是 你先别着急 二哥已经去找唐宝了 昨晚唐宝宝 忽然觉醒了习家的神秘力量 我们根本就拦不住 习良末怎么样 刚才收到消息 习良末死了 苏楼墨此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虽然苏楼墨跟习良末 没有感情基础 可是 唐宝却是苏楼墨跟习良末 两人的女儿 我不会放过他们 阿火 将我们的人全部召集起来 寻找唐宝的下落 另外 联系名副 我要让整个习家 变成苏家的囊中物 苏楼墨要吞并整个习家 为习良末报仇 苏冷和苏柳在看到 苏楼墨脸上的表情之际 两人的脸上都显露出担忧之色 大哥 习良末都输给了 习为他们的阴谋诡计计 我们怕是没有胜算 习良末输给他们 是因为被人下了毒 要不然以习良末的能力 怎么可能会输 是谁 是傅明给习良末下毒的 我去救习良末的时候 习良末已经毒发了 然后被傅明带走了 傅明不是植物人吗 装的 此时 苏冷的手机响 二哥 你现在在哪里 唐宝去了暗河 我正往那赶呢 唐宝 猎莎来了 离开暗河 师父 妈咪呢 唐宝 命运有时候改变不了 猎莎的人已经知道你在这里了 你觉醒了所有的力量 你的气息已经不能隐藏了 听师父的话 快点离开 唐宝 爹地来接你回家 爹地 我想救妈咪 回家后爹地跟你一起 想办法救妈咪 爹地 我想回家接受训练 怎么会想到回家接受训练 因为我想保护笨蛋 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 自己一定要强大起来的 所以 我一定要回家接受训练 好 爹地带你回家 不过 你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看不到唐宝 没关系 唐宝不会忘记我的 今晚我会跟笨蛋道别 然后跟着你回帝都 小哥哥 你真的要离开唐宝吗 笨蛋 过段时间我就会回来的 你要坚强 至于你妈妈的事情 交给你爸爸就可以 嗯 唐宝不会倒下 笨蛋 你是最棒的 任何东西都不能将你打垮 而且 你身边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身边还有很多很多人 知道吗 哈哈哈 阿言 我们要走了 小哥哥 再见哦 等我 我会尽快完成继承人的任务 到时候 我就可以一直陪着你了 唐宝宝今天好漂亮 小哥哥回家了 妈咪死了 爹地也受伤了 唐宝说不出自己心里什么滋味 难受的不行 唐宝还有我们呢 嗯 齐叔叔 唐宝能撑住 不会让你们担心 大哥 还有三天 就是习家新家主继承典礼 我们要不要去 当然要去 是时候该了结了 这是他们逼我的 看来是时候让所有人知道 我真正的实力了 说完苏楼莫拿起了电话 三天后带人过来 我要让习家消失 大哥 你在跟谁打电话啊 别问那么多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些年我就觉得 大哥一直很神秘 大哥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接上级 苏楼莫得知习良莫死后 疯狂暴怒 要启用最后一道力量 帮西良莫报仇 这时 管家走了进来 大少 不好了 小小姐不见了 什么 唐宝不见了 快去找 大哥 别着急 或许唐宝出去完了 不对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唐宝可能出事了 小杂种 最后你还不是落在我手里 上次唐宝当着他的面 说了一些 习微觉得很难听的话 这一次习微将唐宝抓过来 自然不会让唐宝好过 坏女人 你还做坏事 真的会死得很惨哦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 否则 我会杀了你 你真的会死得很惨 想看看你妈妈 是怎么被我折磨死的吗 我会给我妈妈报仇 你们所有人 统统都会很惨 习微的面相告诉唐宝 没多久 习微肯定会有灾难降临 唐宝 你的确很厉害 我们整个习家 就你继承了这么多能力 不管是超脱世俗的医术 还是能够窥似上天的眼睛 你所有的能力 都是因为你继承的神秘力量导致的 你可真是让人极度的存在啊 你知道猎杀石刻吗 我知道猎杀石刻 那么你知道猎杀是什么人吗 猎杀石刻是一个组织 很神秘的组织 就连你猎猎在世的时候 都对他有所忌惮 而猎杀 是这个组织的首领 他这人啊 可真的是心狠手辣 唐宝 你不仅继承了习家的神秘力量 你还是要人 你的县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你说 有多少人会不想要得到你 你会死 不得善终 你给我再说一遍 不管说多少次 唐宝不撒谎 你也别想逃脱 还有一个小时 猎杀的人就会过来将你带走了 我看你还能挺多久 此时 苏楼墨急得要杀人 派出去的人有消息了吗 苏冷和苏柳从来没见过 成熟稳重的大哥 像今天这样暴躁 吓得都不敢说话 大少 有消息了 名府那边传来消息 小小姐几个小时前 被几个黑衣人带到了习家 什么 又是习家 习家 习卫 害我女儿的妈妈 现在又来害我的女儿 你们真是活腻了 大哥 去可靠消息 现在习家的后台是猎杀时刻 龙国第一杀手组织猎杀时刻 由龙国第一杀手猎杀创立的 此人深不可测 据说龙皇都要避让三分 大哥 猎杀时刻看来是冲着唐宝来的 你要三思啊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跟他们对抗 他们很厉害吗 苏楼墨此话一出 让一旁的 苏家三兄弟愣在原地 大哥这是疯了吗 既然很厉害 那就和习家一起消失吧 看来只能动用我最后一道力量了 你们死的也值啊 此时 苏楼墨拿起了电话 天煞 我女儿现在有危险 马上去龙城习家 将我女儿救回 把习家所有人全部给我控制住 等着我过去 此时 龙国某处 树架直升机已经起飞 三个小时后 已达习家别墅上空 毕临将军走了出来 把里面所有人给我控制住 把老大的女儿找出来 反抗者 杀无赦 这位将军 我们习家和军方没有什么来往 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到此是什么意思 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首长 哪个部队的 呵呵 帝国军团听过吗 此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不是他们没听过 而是被吓傻了 帝国军团 龙国最后一道防线 龙皇对此军团绝对的信任 在外执行任务 可以先斩后奏 而被龙皇视为亲兄弟的军团 最高指挥长更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见我们的首长 放心 一会就见到了 他很快就来了 究竟是谁 习家到底得罪了什么人 怎么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而习微万万没有想到 走进来的人竟然是苏楼墨 苏楼墨 你来做什么 找死吗 放肆 见到首长还不下跪 什么 你是军团的最高指挥长 此时的苏冷和苏柳直溜溜的愣在哪 像是被石化了一样 习家 你们很好 首长 没有找到唐宝 习微 唐宝哪去了 你们来之前 被猎杀带走了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害唐宝的不是我 是猎杀 他要抽取唐宝身上的力量 我帮你联系猎杀 救出唐宝 你知道猎杀在什么地方吗 大上 我不知道 那我留你何用 习家 我可以送给你 只求饶我一命 饶你一命 你们饶过我的女儿吗 今天我的女儿受到的折磨 我让你们百倍千倍来偿还 天杀 属下在 将伤害唐宝的西家人 全部关到帝国牢房 永远不得出来 而习微 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直接拉出去解决掉 用他的血来祭奠西粮末 大上 求你放过我吧 天杀 启动全球天网系统 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猎杀 从今天起 我要让猎杀时刻永远消失 猎杀成员 不可原谅 杀无赦 而此时的苏家兄弟 一直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没想到 我们苏家 才是整个龙国的第一大家族 大哥这次给我们的惊喜 也太大了 相传龙国皇帝的异姓兄弟 竟然是我们的大哥 你们给我安分点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要再提 知道吗 尤其是我的身份 好的 明白 大哥 关于猎杀时刻的资料 你这边有吗 我只知道它是杀手组织 还统领整个暗网 黑色 灰色地带的佼佼者 虽然我统领了帝国军团 但是这些地下组织 能够生存这么多年 还是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猎杀的资料 我这里有 苏楼莫动用最后一道力量 去习家救唐宝 没想到唐宝已经被猎杀带走 接上集 家主被傅少背叛了 求大少帮家主报仇 傅少 习良莫的青梅祖马 因为受伤 常年住在医院 起来吧 我会给他报仇的 大少 这些都是家主这些年 搜集的猎杀资料 放心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了 你 你是谁 唐宝 很可爱的名字 这是奶奶给我取的名字 你的母亲是习良莫 整个龙城最漂亮的女人 也是最强的女总裁 你知道我的妈妈 自然知道 可惜死在了自己信任的男人手中 我会给妈妈报仇的 你要给你妈妈报仇 那你知道 杀死你妈妈的人多强大吗 猎杀的冷嘲 唐宝听不懂 可是 他却莫名觉得眼前的漂亮男人 并不是坏人 叔叔 虽然你长得很漂亮 可是 你的煞气很重 煞气中的人 都会不得好死的 我是天神孤星一个 任何灾难在我面前 都会化成乌有 你会算命这件事 我早就知道 所以我很想要得到 你身上的力量 唐宝漂亮的大眼睛 像是散落星河的星星 特别的好看 猎杀盯着唐宝的眼睛 看了许久 随后他移开目光 不愧是习良莫 跟苏楼莫的孩子 还真是镇定自若 唐宝能被 习家神秘力量悬上 看来真的是有原因的 这个孩子太干净了 叔叔 唐宝要是死了 请你将尸体给我爸爸哦 唐宝想自己的尸体 可以待在爸爸怀里 你不怕死吗 我不怕死 只要爸爸活着 叔叔们活着 唐宝不怕的 看来你还不知道 什么是死亡 喂 你就是被老爸抓回来的女孩吗 习家拥有神秘力量的孩子 我叫唐宝 弟弟 你叫什么 我叫杰杀 你额头上的闪电 是纹身还是胎记 唐宝不知道哦 反正 唐宝的红色闪电 跟妈妈有关系 唐宝没妈妈了 你哭什么呢 女孩子就喜欢哭哭啼啼 弟弟 你是刚才那个叔叔的什么人 他儿子 难怪你们长得这么像 弟弟 你长得跟小哥哥一样好看 我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别担心 我会帮你 老爸 你将他抓过来 想做什么 看样子你很关心唐宝 我就是想警告你 别对小孩子出手 放心 我只是想要唐宝身上的力量 抽完力量后 我会将他放了 你真道我是小孩子 他继承了习家神秘力量 一旦力量被抽干 唐宝就会变成一个傻子 只是变成傻子而已 他还活着不是吗 你能不能放过唐宝 我不想他变成傻子 这件事 没商量 首领 苏楼墨的势力 已经找到我们了 准备一下 开战吧 冥府 习梁墨留下的势力 苏楼墨的势力 公家也会借人过来帮助他 加上苏家六少的雇佣兵 首领 我们的人不够 难道我会怕他吗 赶快安排一下 把唐宝的力量抽出来 动我的女儿 你真的该死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苏楼墨 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知道帝国军团吗 帝国军团 难不成你是 猎杀 游戏该结束了 猎杀 你还想跑不成 苏楼墨 你一直在隐藏实力 我要是不隐藏实力 你怎么会上当呢 猎杀 你抓走我的女儿 还想要抽走她身上的力量 你以为 我会轻易放过你 苏楼墨 听你也想杀了我 简直做梦 我猎杀 可没这么好对付 说吧 他朝着苏楼墨 飞出一粒烟雾弹 炸开后 烟雾弥漫着整个房间 苏楼墨被枪的不行 等烟雾散去之后 猎杀也不见了 猎杀 你已经被全球通缉了 你真以为 你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现在整个别墅都在我们的掌控 可找不到唐宝的踪迹 该死 没想到猎杀的速度会这么快 弟弟 你要带唐宝去哪里 笨蛋 当然是救你 绝杀突然感觉不对劲 所以赶紧带着唐宝离开别墅 他知道猎杀的能力 自然不会去管猎杀 便只带着唐宝逃命 弟弟 唐宝的锦囊不见了 一个破锦囊 以后我给你买更好看的 锦囊不能丢 没有锦囊我会死的 唐宝 你想回家了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带你回家的 我不会让老爸抽取你身上的力量 你说过 我们是唯一的朋友 此时 绝杀却没注意 唐宝的心脏正在慢慢停止 金莲坐在自己的花瓣上放声大哭 主人 主人要死了 大哥 金莲在变色 怎么回事 不会是唐宝出什么事情了吧 苏楼墨忽然感觉 心脏一阵剧烈的疼痛 他捂着胸口的位置 发出一声痛苦的嘀吼 唐宝真的出事了 唐宝 你坚持下 马上就能见到你爹地啦 街上急 当苏楼墨知道唐宝遇难后 口吐鲜血 晕了过去 唐宝 你坚持下 马上就能见到你爹地啦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少主 你不管去什么地方 我们都能找到 你应该很清楚 我要将唐宝送回给他爸爸 他很想自己的爸爸 首领让我带你回去 少主 请跟我走吧 猎杀此时正在自己另一个秘密基地 毕竟他住的地方 现在已经被苏楼墨占据了 唐宝怎么死了 我找到少主跟唐宝小姐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呼吸了 唐宝死了 力量还能抽出来吗 容博士说 力量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消失 所以哪怕是唐宝已经死了 也能够将唐宝的力量抽出来 那就让容博士安排吧 将唐宝身上的力量全部抽出来 七天后 你把唐宝怎么样了 送他回家了 你 将他的力量抽出来了 唐宝已经死了 我将他的力量抽出来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老爸 他怎么会死的 具体死亡原因我不清楚 唐宝这个孩子 原本就不是普通的孩子 首领 准备好了 我们该离开了 此时 漂亮的公主房里 躺着一个小女孩 额头有一抹 艳红色的闪电 犹如血液在流动 一位英俊帅气的男人 走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个锦囊 伸手将锦囊挂在了唐宝的脖子上 叔叔 你是谁 傅明 哦 那你能送唐宝回家吗 你的家在哪里 唐宝愣住了 努力想着自己的家在哪里 可是想了许久 始终想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了 可是唐宝觉得自己有家的 你知道自己叫唐宝 但是你却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 我脑子里有声音 有人喊我唐宝哦 可是 我不认识那个声音 我是你爸爸 爸爸 可我觉得好陌生哦 你连爸爸都不认识 唐宝只是从楼上摔下去 磕到了脑子 爸爸会让医生治好你 唐宝知道了 爸爸 唐宝好饿 想吃什么 爸爸让人给你准备 苏楼墨 现在你的女儿 是我的孩子了 半个小时后 唐宝竟然吃了十碗面条 傅明都惊呆了 吃饱了吗 任唐宝吃好了 谢谢爸爸 唐宝好困 说着唐宝就睡着了 傅明的眼底闪烁着淡淡复杂 他伸出手 将唐宝抱在怀里 唐宝 以后我就是你爸爸 苏楼墨他们 你不需要想起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生活 你说好不好 苏楼墨心脏一阵紧缩 死死盯着怀中的金莲 金莲恢复了颜色 不再是干枯的颜色 苏楼墨他们几乎落泪 唐宝没事了 金莲才会恢复生机 可是唐宝现在在哪里 老大 猎莎已经带着自己的儿子 离开了龙城 猎莎已经离开龙城了 是的 我们的人已经追寻不到猎莎的踪迹 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找到唐宝 老大 唐宝死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们的人抓到了猎莎的手下 他说要将唐宝的尸体送回来 半路却被人抢走了 唐宝的尸体 苏涵和苏柳两人浑身无力坐在地上 在我们的人攻进猎莎的老巢之间 绝杀带着唐宝离开 不想半路唐宝却死了 后来绝杀被猎莎的人带回去 唐宝身上的力量全部被抽干 我要杀了猎莎 唐宝若是死了 尸体在哪里 大哥 你没事吧 苏柳的脸满是泪水 他见苏楼墨一点反应都没有 脸上平静的表情 让苏柳震惊得不行 你看我的样子有什么事情 唐宝死了 大哥 苏柳原本只是压抑地哭 此时却哭得很大声 哭什么 我家唐宝没有死 金莲都恢复了 唐宝怎么可能会死 老大 金莲恢复 是因为唐宝的力量被抽干了 所以 金莲跟唐宝的命 没有绑在一起 唐宝 爸爸在这里 你在哪里 唐宝 我的孩子 苏楼墨一直在压抑的情绪 在此刻 像是忽然爆发 他捂着心脏的位置 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 随后整个人跪在地上 头发竟然一寸寸变成了白色 大哥为什么会这样子 悲伤过度 大哥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此时 唐宝正在花园里玩石子游戏 忽然感觉心脏的位置一阵难受 唐宝捂着心脏的位置 眼睛泛着迷茫看向远方 唐宝 爸爸给你买了一个蛋糕 爸爸最好了 爸爸带你去帝都 你妈妈在帝都 爸爸带你去见他好不好 唐宝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人 唐宝都不记得了 你妈妈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王 妈妈是女王 是电视剧里那种非常厉害的皇帝吗 是哦 他很厉害 下午三点钟 傅明带着唐宝坐上了私人飞机 前往帝都 唐宝 你真的觉得我很好吗 你知道 你变成这样 你妈妈变成那样 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不过 那又如何呢 你爸爸害了他 原本你应该是我的女儿 知道吗 帝都 爸爸 这里好大 好漂亮啊 以后我们都住这里吗 等你妈妈好了 我们就去国外 晚上 傅明带着唐宝出去吃饭 唐宝点了一堆好吃的 刚要开吃的时候 一道稚嫩的声音在唐宝背后响起 喂 笨蛋 你怎么回来了都不告诉我 街上集 都以为唐宝已经死了 而没想到此时 唐宝已经来到了帝都 不过却失去了记忆 笨蛋 你怎么回来了也不告诉我 唐宝没理会 继续吃着 喂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你爹地呢 那些男人怎么回事 怎么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吃东西 什么爹地 我爸爸在身边哦 爸爸 你认识这个孩子吗 唐宝看向身旁的傅明问 傅明阴沉着脸 抱起唐宝 不顾身后的公子言 带着唐宝离开 你是谁 抱着笨蛋 想去哪里 爸爸 那个孩子好像是认识我们 认错人罢了 不需要理会 爸爸 我觉得他好像是没有 认错人哦 唐宝 记住 不认识的人不要理会 现在社会上坏人太多了 知道吗 唐宝见父名生气了 有点被吓到了 只能点点头 阿言 你怎么了 老爸 我看到唐宝了 唐宝不理我 是不是因为 我离开了龙城 没帮他找妈妈 他才不要我的 不要哭 或许那个孩子 只是长得跟唐宝很像 唐宝还没回到帝都呢 才不是 那个明明就是唐宝 他额头上有红色的闪电 除了唐宝 谁还会有这个印记 那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没收到苏罗默他们回帝都的消息 你若是想见唐宝 明天爸爸带你去苏家 我想现在就过去 你还有功课要完成 阿言 你说过要成为一个强者 这样就能保护唐宝了 怎么 你现在是想反悔不成 好 好吧 那我明天过去苏家 笨蛋竟然敢不理我 我一定要笨蛋好看 公子言第二天一大早 便迫不及待来苏家找唐宝 小鬼 你说你在哪里见过唐宝 我昨晚在夜市里看到了笨蛋 我喊他他都不理我 唐宝 唐宝活着 你脑子进水了 你在诅咒唐宝 此时 苏罗默他们走了进来 你们刚才听到小鬼说的话没 唐宝还活着 你刚才说 昨晚看到了唐宝 是真的吗 唐宝死了 你却说看到了唐宝 公家小少爷 请你跟我们说实话 你说唐宝死了 唐宝的力量被抽干了 尸体被运送回来的途中被人抢走了 不可能 我昨晚看到唐宝了 被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男人抱着 唐宝不认识我了 你没有看错吗 你在怀疑我的眼睛有问题吗 那个孩子额头上明明是红色的闪电 不是唐宝是谁 大哥 唐宝或许真的活着 公子岩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在撒谎 所以唐宝肯定还活着 马上封锁整个帝都 唐宝 爹地就在帝都 你若是也在帝都 一定要等爹地找到你 不过他说唐宝被一个男人抱走 那个人是谁啊 唐宝是因为被抽干力量后不认识公子岩的吗 这一切的疑问都要等找到唐宝才知道 傅明 傅明一直都没找到 从习梁墨死亡 到习家假惺惺给习梁墨准备葬礼 苏楼墨都没看到傅明的踪迹 苏楼墨怀疑抱着唐宝的人 就是傅明 你是说 将唐宝带走的人 很有可能是傅明 除了傅明 我想不出第二个人 只有找到傅明 才能找到唐宝 医院 白色的病床上 躺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女人长得非常漂亮 敷若宁之 墨墨 我没伤害你的女儿 我帮着习微对付你 让你受伤陷入昏迷 你肯定怪我 可是 我没有选择 你太强大了 我想你只成为我一个人的 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 我就带你离开 好不好 我们带上唐宝去国外生活 傅明 冰冷的声线在傅明耳边响起 傅明脸色微变 他低头看向睁开双眼的西凉墨 你怎么会醒过来了 看到我醒来 你很惊讶吗 西凉墨虽然醒来了 可是浑身无力 这是因为傅明一直让人给西凉墨打一种针 让西凉墨浑身没有什么力气的针 没有 我很开心 医生也说了 你这几天就会醒过来 现在看到你醒过来 我真的很开心 傅明 为什么背叛我 西凉墨用冷漠的眼神盯着傅明 犀利的视线仿佛要将傅明整个生吃 因为我想要你成为我一个人的 所以你帮着西凉要我的命 傅明 你让我失望了 墨墨 我知道你很厉害 所以你最好别惹我 知道吗 你简直让我厌恶 唐宝在你手里 当然 唐宝在我手里 我们一家三口 谁都不能分开 这不是很好吗 你说是不是 傅明 你在做什么白玉吗 墨墨 只要你答应我 给我生个孩子 我不会要唐宝的命的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 不好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等你答复 该死的 一点力气也使不出来 看来只能用那个了 刘颖脸色微变 看向不远处的天空 刘颖 有什么问题吗 阿火这段时间跟刘颖玩得很好 两人也经常会切磋技术 在看到刘颖一直望着天空的时候 阿火脸上带着疑惑 看向刘颖问 家主还活着 什么 习家主不是死了吗 家主 我的家主活着 真好 苏楼墨的套房 他坐在沙发上 面色冷淡望着手中的一个平安符 这是唐宝之前送给他的 苏楼墨看着手中的平安符 仿佛看到了唐宝 苏大少 刘颖 有什么事情 直接说吧 信号弹响了 家主活着 你说什么 没错 信号弹在刚才响了 所以我可以确定 家主还活着 这个信号弹 只有家主才有 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发出来 他在哪里 家主和唐宝现在应该在傅少手里 所以我现在很冷静 刘颖 你知道黑暗之花吗 这个男人怎么回事 为什么连黑暗之花都知道 那是一个超脱全球的神秘组织 黑暗之花的花神 现在已经潜入了傅明身边了 傅明想找死 我会成全他 但在此之前 我需要确保我女儿的安全 这个男人真的不简单 连黑暗之花都能调动 他究竟是什么人 家主 这才是你的男人 街上集 当苏楼墨得知西凉墨没有死 而是在傅明手中 眼神中爆出浓浓的杀气 决定马上开始营救 此时 房间内 一道金光照在唐宝身边 主人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是谁 我是金莲啊 主人不记得我了吗 这些愚蠢的人类 还想要抢走主人的力量 真是可笑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主人是谁 金莲 唐宝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哦 主人被封印了 所以不记得以前没关系 有金莲在 等帮主人解除了封印 到时候主人就会变得很强大 金莲的话 唐宝一点都听不懂 主人 你想你爸爸吗 你爸爸一直在找你 他可难过了 爸爸不是在唐宝身边吗 笨蛋主人 这个才不是你爸爸呢 他是坏人 主人你将额头贴着我的花蕊 金莲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 可以将主人因为抽走力量 被带走的记忆全部注入你的大脑 唐宝听话贴着金莲的花蕊 一道光芒射进了唐宝的大脑 很快 凌乱的画面盘旋在唐宝的大脑 静默十分钟左右 唐宝的眼泪滚滚而下 唐宝想起来了 唐宝想爸爸 想二叔叔他们了 主人 你的妈妈也没有死 真的吗 太好了 我有妈妈了 那个男人来了 说完金莲身上的光芒瞬间消失 唐宝 爸爸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叔叔 唐宝想起一切了哦 你怎么会想起来的 你身上的力量都被抽走了 记忆不也随之被抽走了吗 关于我怎么想起来的 你不需要知道 妈咪在哪里 你妈妈早就死了 叔叔 别在唐宝面前撒谎哦 唐宝不是小孩子 你说的话 我可不相信 叔叔 带我去见妈咪可以吗 唐宝 虽然你现在恢复记忆了 可是你的力量 已经被猎杀给抽走了 而且 你只是一个孩子 在我手里 你是逃不掉的 叔叔 你知道自己的命运吗 奇怪 力量不是被抽走了吗 唐宝怎么还有能力 给别人看命 你给我老实待在这 要不然 我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爸爸 爹地 唐宝好想你哦 西凉末的身体恢复得很慢 加上傅明故意给他吃的药里面 加了让人身体乏力的药 导致西凉末的身体很虚弱 信号弹我已经发出去 有几天了 你也该找到我在什么位置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家主 刘映 你终于来了 习家现在什么情况 二小姐死了 长老们都被苏大嫂扔到了监狱 这辈子都不可能出来 唐宝在什么地方 你们知晓吗 还在查 家主放心 我们不会让小小姐出事 我想唐宝了 家主 你变了 以前的西凉末 眼里只有冷漠 只有对着复明才会显露出温柔 可西凉末认识唐宝和苏罗末他们之后 整个人都柔和不少 西凉末变得很温柔 有血有肉也挺好的 可这也不代表 我会对背叛伤害我的人心词手软 三天 我们要将他后面的全部势力拔掉 家主 苏家大嫂很不简单 当然 我知道苏龙末不简单 苏家大少手里 不仅有名府之门 还有帝国军团 甚至连暗夜之花都可能是他在统领 刘映的话 倒是让西凉末露出意外的表情 你说暗夜之花 那可是全球有名的神秘组织 苏龙末竟然这么厉害 我也真是小看苏龙末了 看来 我需要重新认识一下他了 此时 苏家客厅 已经确定了吗 确定了 我们可以带人 直接将傅明抓起来 我不信的言行逼供下 他还不肯将唐宝的下落说出来 苏亚 苏龙末的六弟 国外雇佣兵的领军人物 这次回来是帮助苏龙末营救唐宝 此时 刘映走了进来 苏大少 我找到家主了 他现在很好 家主有一个对付傅明的计划 希望和大少合作 一起把傅明背后的势力铲除 席梁末的计划 跟我说一下 于是 刘映就把席梁末的计划 全部说了出来 全部毁掉吧 所有伤害席梁末 跟唐宝的人 统统毁掉 主人 你算到了什么 这个坏叔叔三天内有死结 金莲 你知道妈咪被关在哪里吗 知道 不过你出不去 这里四周都是通电网 妈咪好好吗 很好 只是没什么力气 不过你妈咪不是普通人 能将你生下的女人 必定很强大 放心好了 大哥 一切都准备好了 准备行动吧 我一刻都等不下去 复明的事例已经被苏样剪除的差不多了 现在他们要直接去找唐宝 唐宝 爹地 我家唐宝长大了一点 我知道 我的唐宝不会有事 爹地 你现在是要带唐宝回家吗 我们去将妈咪一起带回家 好不好 你妈咪马上也会回家 现在爹地先带你离开 当苏楼墨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大批黑衣保镖 直接将苏楼墨他们围起来 苏楼墨 你倒是厉害 坏叔叔 你不可以欺负唐宝的爹地 苏楼墨 我知道你很强大 身后的势力众多 可我不会让你离开这里 这里四周都是电网 你的人现在还在外面进不来 所以说 这里是我的主场 我想怎么对你 轻而易举 是吗 此时 一把刀子已经抵在了复明的脖子上 你最好还是别乱动 否则我一个用力 你这个脖子也就没有了 暗夜之花的花神 苏楼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街上集 苏楼墨正要带唐宝回家之际 复明带着一群保镖走了进来 而此时 一把刀子抵在了复明的脖子上 暗夜之花的花神 苏楼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此时 苏楼墨血红的眼睛 浑身爆发着惊人的力量 复明 你的死气到了 死在我的手里 你也算死得起锁了 半个小时后 在苏家等候消息的苏楼他们 再看到许久不见的唐宝 一个个哭得像个孩子 唐宝宝 我是七叔叔 我是二叔叔 我是三叔叔 你还认识我们吗 唐宝又不是失忆了 唐宝自然认识你们啊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唐宝不认识我们了 虽然唐宝刚开始 谁都不认识的 但是今连将记忆都给唐宝了哦 我家唐宝真是长大了 苏扬走了过来 蹲下身体朝着唐宝伸出手 初次见面 我是你六叔叔 我叫苏扬 小唐宝可喜欢 苏扬常年混迹在雇佣兵队伍 所以整个人杀伐之气很重 他也不会给小孩子相处 所以在面对唐宝的时候 他连微笑都显得很僵硬 六叔叔长得很帅气 这是六叔叔给你的见面礼 苏扬 你这么小气 苏涵见苏扬 只是给唐宝一把钥匙 忍不住对苏扬嫌弃起来 他们送给唐宝的东西都很贵重 什么邮轮别墅 豪车飞机 苏扬竟然就给唐宝一把钥匙 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 足够买下十座岛 这些年苏扬赚了不少钱啊 十座岛 那是什么天文数字 唐宝 你现在是富婆了 求包养 你们两个给我滚 唐宝要睡觉了 苏楼墨说完 抱着唐宝上楼休息 唐宝 许久没出现的师父 出现在了唐宝的意识里 师父 你终于理我了 我以为你不见了 唐宝啊 是不是受了很多苦 唐宝没有受苦 爹地妈咪都没事 叔叔们也没事 唐宝可开心了 唐宝 师父以后不能陪伴你了 师父要离开景囊了 以后唐宝一定要幸福快乐 而唐宝不知道 他的师父为了改变西凉墨 和苏楼墨的命运 牺牲了自己重生的机会 师父 你不要离开我 唐宝记住 习家的神秘力量 在你十八岁的时候 才会跟你融为一体 彻底为你所用 再见了 小唐宝 笨蛋 小哥哥 师父走了 笨蛋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你不是还有我们吗 嗯 我还有小哥哥 以后别让我担心了 我现在正在努力成长 本来不应该在帝都的 但是爸爸帮我求情了 唐宝 我会变得比你爸爸还要厉害 等我长大 我就能保护你 小哥哥真好 唐宝有没有亲别的男孩子 笨蛋见谁就亲 不会已经亲了别人吧 有 有一个很漂亮的哥哥 叫绝杀 他对唐宝可好了 臭小子 给我等着 我就知道 笨蛋肯定亲别人了 我迟早有一天 被你给气死 公子言声气喊了声 门口传来苏罗墨的声音 小鬼 还敢碰我女儿 爹地 你别欺负小哥哥了 老男人 你给我等着 等我长大之后 我一定会将你打趴下 好啊 那你最好快点长大 然后将我打趴下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明白没 下午四点半左右 刘颖带着憔悴不堪的 西凉墨回来 西凉墨因为被复明打了 奇怪的药水的关系 浑身都没有力气 在看到唐宝的时候 西凉墨激动的 话都说不出来 唐宝 妈咪 你回来就好哦 唐宝 妈咪好想你 唐宝也是哦 妈咪没事 真好 家主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 傅明不知道 给家主打了什么药水 家主现在浑身都没有力气 妈咪将这个吃掉就没事 唐宝递给西凉墨一粒药 西凉墨没有犹豫 直接将药片吃掉 吃完后 西凉墨便感觉 自己身上的力气回来不少 妈咪饿了吗 三叔叔做了好多好吃的 妈咪现在只想休息 唐宝可以陪妈咪吗 苏楼墨望着西凉墨 跟唐宝两人靠在一起的画面 男人黑沉沉的眸子 闪过一丝幽暗之色 他走上前 将西凉墨抱起 连同西凉墨怀里的唐宝 也被苏楼墨抱起 苏楼墨 闭嘴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你没看出来吗 苏大少喜欢家主 看出来了 不过习家主未必喜欢大哥 这你就错了 我觉得家主肯定喜欢苏大少的 你等着看吧 两人说不定很快就会结婚 哎 我啥时候能结婚啊 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怎么就找不到合适的女友呢 你想脱单的话 直接用心欲就行了 啊 什么呀 就这个心欲 我好几个朋友 都是用这个找到对象的 一点开就能认识很多 和咱们一个地方的单身美女 单身帅哥 你喜欢啥样的都有 漂亮温柔的妹子还不少呢 性格人品也都信得过 喜欢哪个随便挑 关键大家都特别主动 一上线就有美女跟你打招呼 聊得来还能见面 我最近就聊到一个不错的 又漂亮又温柔 说好了下周一起去看电影呢 二哥还是你厉害 给我也弄一个呗 你直接去视频左下角 就能直接下一个 好好聊 找个喜欢的不难 我马上就去试试 楼上 苏楼墨将脸颊泛红的 西凉墨放在床上 妈咪 我们睡觉哦 好 西凉墨现在也的确是困了 他没计较刚才 苏楼墨无理的行为 在知道自己 跟苏楼墨生下糖宝之际 西凉墨的心情其实挺复杂的 苏大嫂 你可以出去了 别在这里影响我跟糖宝睡觉 爹地一起睡觉吧 西凉墨微白的脸胀红一片 而苏楼墨则是似笑非笑问 一起睡觉 对啊 爹地妈咪一起睡觉哦 爹地不陪着你们睡觉 爹地一会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你跟你妈咪好好休息 爹地不打扰你们了 糖宝 妈妈没一眼认出你是我的孩子 有没有怪妈妈 没有 糖宝才没有贵妈妈呢 糖宝也没有认出妈咪 糖宝也有错 要是糖宝早点认出妈咪就好了 睡得还好吗 爹地 你是不是担心妈咪哦 没有 我在担心糖宝 爹地 你在撒谎 爹地现在撒谎都不打算打草稿 你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没事 谢谢关心 哦 没事就好 爹地真是笨蛋 既然关心妈咪 你应该直接跟妈咪说 爹地想不想跟妈咪亲亲 哈哈哈哈 糖宝 你 糖宝这个孩子 就喜欢胡言乱语 习家主别介意 糖宝不是饿了吗 我们下楼吃饭 西凉墨 嗯 有什么话 直接说 妈咪 爹地喜欢你 糖宝在一旁看的都着急死了 天天苏楼墨憋了半天 也没有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糖宝实在是无法忍受 直接帮苏楼墨将话给说出来 苏楼墨 你喜欢我 糖宝瞎说 那就是没有喜欢 习凉墨丢下这句话 抱起糖宝下楼 苏楼墨站在原地 脸黑到不行 他喜欢习凉墨 但是跟女人表白 这件事他难以启齿 大哥 你在商场上丝毫不拖泥带水 怎么面对习凉墨的时候 你反而畏畏缩缩 就你话多 你偷听多久了 我这怎么算是偷听 我明明是光明正大的听 糖宝的声音那么大 我想听不到都难 看什么 不吃饭 大哥 如果我没看错 你这是脸红了吗 苏楼 你找死 糖宝 你爹地害羞还想揍别人 实在是太不诚实了 你说是不是 爹地 你可不能这样哦 糖宝一本正经 望着苏楼墨解释 苏楼墨望着糖宝 正想说什么知己 西凉墨用冷淡的口气提醒 想追我 就拿出本事 这样藏着约着 我看了暗眼 真不是个男人 想追我 就拿出本事 这样藏着约着 我看了暗眼 真不是个男人 苏楼墨被西凉墨 直接的话语 差点呛死 他就不能稍微像个女人 表现得矜持一点 也是好的呀 大家正准备吃饭至极 管家走了进来 大少 苏老过来了 在客厅等的 本以为苏楼墨回来 能带糖宝过去看望苏老 没想到 苏楼墨他们直接将他这个父亲忘记 苏老只好自己亲自过来见糖宝 你不在老宅待着 来这里做什么 我不能来这里看自己的孙女吗 别怕 妈咪在 谁都不能伤害你 你过来是想要伤害我的糖宝吗 你是糖宝的妈咪 习家家主 习良梦 是 我是糖宝的妈妈 苏老以前对我女儿很不好 我很抱歉 对不起 糖宝 可是 苏老的道歉 并没有什么作用 糖宝依旧不看苏老 苏老见他这样 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糖宝 我是你爷爷 以前爷爷是做错事了 你能原谅爷爷吗 爷爷跟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 你真的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糖宝了吗 当然是真的 我知道以前为了钟灵 爷爷伤害了你 爷爷跟你道歉 你能原谅爷爷吗 虽然你现在跟我道歉了 可是你以前的确是对糖宝很不好 糖宝不原谅你 不过分吧 哼 糖宝不原谅 我们就不原谅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负责的 老头 你以前要是对糖宝好一点 哪里会有今天的事情 都怪你以前没有对糖宝好好的 糖宝 我们去游乐场了 糖宝靠在西凉墨怀里 朝着不远处的苏楼墨招手 爹地 你还傻傻 站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快点 连续完了两个小时 西凉墨刚恢复的身体 有些疲累 爸爸 妈妈累了 你陪陪妈妈 我自己去玩一会 糖宝注意安全 麻烦你了 苏大少 我们之间不需要客气 而且 我们有女儿 西凉墨听苏楼墨这么说 不知道为何 心脏的位置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觉 他轻咬嘴唇 轻轻推着苏楼墨的身体 苏大少 你这样会让我以为 你爱上我了 西凉墨话音刚落 苏楼墨忽然握住了西凉墨的下巴 直接清上西凉墨的唇 大哥 你真是优秀 你们怎么过来了 西家主 我们现在都是糖宝的跟班 是吗 等一下糖宝玩够了回来 你们给他弄点吃的吧 我先带你回去 你身体刚恢复 大哥这是跟西家主表白了吗 肯定是表白了 真是没想到啊 大哥竟然跟西家主在一起了 糖宝 爷爷也过来陪你玩 有没有玩尽兴 不要 糖宝不想玩了 糖宝果然还是不想原谅自己 糖宝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爷爷给你买 此时 糖宝脖子上的颈囊 被一团黑气缠绕 但是没有人看到 只有苏亮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忽然伸出手 抓住了糖宝脖子上的颈囊 六叔叔怎么了 不知道为何 总感觉这个颈囊有些奇怪 此时 糖宝脑袋一阵混沌 胸口的颈囊却莫名发冷 回到家后 金莲察觉到糖宝身上的含义后 他着急的不行 金莲飞到了糖宝身上 金莲发出浅金色的光芒 却无法笼罩在糖宝身上 这是魔玉的气 怎么回事 主人身上为什么会缠绕着这么多魔玉的气息 糖宝似乎没听到 睡得很沉 而那些黑气 从锦囊到糖宝的面容 最后将糖宝整个笼罩 金莲吓得不行 只能去找苏亮 苏亮也是明白金莲的意思 于是跟在了金莲身后 怎么回事 糖宝身体为什么结冰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糖宝怎么结冰了 先得大哥打电话 一个小时候 糖宝不会有什么事情 这种情况糖宝之前也出现过 我看到糖宝这样 我心里难受 糖宝可能是异于常人的关系 所以才会这个样子 你也别想太多了 苏楼莫的话 让习梁莫不由松了口气 只要糖宝没事 比什么都重要 糖宝要是出什么事情 我要你们好看 就在这时 将糖宝包裹的冰块 忽然发出一声碎裂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糖宝 爹地 妈咪 二叔叔 三叔叔 六叔叔 七叔叔 你们在做什么哦 糖宝 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没有哦 糖宝很好 糖宝身体 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告诉妈咪 妈咪 你跟爹地要结婚吗 糖宝突然问出这句话 让所有人愣在原地 西梁莫仗红着脸看向苏楼莫 却见苏楼莫也是因为糖宝的话 红了一张脸 他对着苏楼莫埋怨道 你红脸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不自觉就脸红了 你不是也红了脸 你简直就是一个笨蛋 我怎么就是笨蛋了 好了别闹了 我给糖宝检查一下身体 糖宝 你告诉二叔叔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要是有不舒服的地方 记得要告诉二叔叔 知道吗 糖宝总觉得心脏有些凉凉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心脏凉凉的 妈咪别担心糖宝哦 只是心脏凉凉的 糖宝的心脏还会跳 糖宝将手放在心脏的位置 随后声音戛然而止 他愣愣看向自己的心脏 心脏怎么会不跳了 接上集 糖宝总觉得心脏凉凉的 用手捂住心脏的位置 才知自己心脏停止了跳动 糖宝 怎么了 没有 糖宝就是想说 自己很好哦 之前糖宝也被寒冰包裹都没事 所以 妈咪你们不需要担心糖宝 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告诉妈咪 妈咪 糖宝还想要继续睡觉 好 妈咪陪你好不好 不要 糖宝想一个人睡觉 妈咪跟爹地玩 所有人都离开后 糖宝漂亮的小脸蛋瞬间垮下来 糖宝的心不跳了 是不是糖宝要死了 师父 糖宝要死了吗 主人 金莲 糖宝是不是没多少时间了 我也不知道 主人现在变得很奇怪 金莲都不知道 主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的心不跳了 怎么可能 主人的心 要是不跳不就死了吗 糖宝见金莲不相信自己 便将金莲贴着自己心脏的位置 金莲果然感觉到 糖宝早就已经不跳的心脏 主人 怎么回事 你的心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主人 你真的要死了吗 可是糖宝还活着哦 是不是因为糖宝脖子上的锦囊 糖宝记得师父说 锦囊就是我的命 自从上次我的锦囊被拿走 差点死掉后 糖宝好像是没有心跳了 主人 我会保护好你的 相信我 晚上 糖宝做了一个噩梦 眼前站着一个少女 她的眼神很冷漠 糖宝看得有些发怵 觉得我这副样子很恐怖吗 你为什么总是出现在我梦里 糖宝 这不是你的梦 这是你的未来 你若是想活着 就必须让他们去死 他们的血 会变成路 让你活下去 你说的是爹地妈咪 我若是想活着 只能踩着他们的血吗 没错 你若是想活着 就必须要踩着他们的血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要 糖宝 你不想要也必须啊 糖宝说了不要就是不要 你是坏人 你少在这里蛊惑我 糖宝不会被你蛊惑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糖宝 我不会骗你 也没有蛊惑你 总之 你自己好自为之 糖宝 你没事吧 六叔叔 心跳没了吗 六叔叔发现了 嗯 我是雇佣兵 对于人的心跳会比较敏感 糖宝也不知道 去哪里去了 六叔叔 不可以告诉爹地妈咪 还有二叔叔他们 他们肯定会很担心糖宝 嗯 六叔叔听你的 糖宝好像想到爹地妈咪 快点结婚 这样糖宝就能看到 他们幸福的样子了 看着糖宝脸上的表情 素样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感觉 糖宝真的是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孩子 多希望糖宝能够好好的 六叔叔 糖宝很舍不得你们 但是糖宝似乎生下来就有自己的使命 糖宝喜欢你们 也喜欢爹地妈咪 如果糖宝要死了 你别告诉他们 好不好 说什么傻话 糖宝怎么可能会死 我们家糖宝可是小福星降临 绝对不会有事 接下来几天 苏楼墨跟西梁墨两人在一起了 经常背着糖宝他们去约会 而糖宝每天都被几个叔叔包围 给糖宝做各种好吃的 糖宝也是乐得合不拢嘴 最可怜的就是苏老了 他做的饭菜糖宝连看都不看 我劝你还是换一种方式补偿糖宝宝 这种方式不灵 老头 苏柳说的没错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 你要是让糖宝心情不好 我们也不会对你客气 你们敢这么对我 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别闹了 糖宝要休息了 爹地妈咪是不是去约会了 应该是吧 你爹地跟你妈咪应该马上就要结婚了 爹地跟妈咪结婚 真好 糖宝的脸上带着淡淡苍白 看着令人心疼 苏寒的心里莫名有些不舒服 糖宝 告诉二叔叔 你最近究竟怎么了 脸色惨白就算了 身体还快速消瘦 没有啊 糖宝最近在减肥 所以才会瘦下来 二叔叔别担心糖宝 糖宝现在很好哦 糖宝宝 不许欺骗我们 要是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我们 明白没 我知道了 我一定不会骗你们 糖宝的眼底闪过一丝难受 他不是故意要隐瞒自己身体情况的 他也是不想二叔叔 他们担心 金莲 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我好希望爹地妈咪能够永远在一起 主人 你不会有事的 金莲会拼尽全力保护主人的 而金莲知道 糖宝如果没有心脏 是不可能活太长时间的 糖宝已经感觉到生命在一点点的流逝 而他每天为了不让叔叔们担心 只能强颜欢笑 我们决定一个星期后结婚 怎么会这么着急 一个星期就结婚 不觉得很仓促吗 糖宝想要我们早点结婚 我们自然要满足糖宝 再说了 我们苏家很久没有办喜事了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糖宝被救回来的时候 有人找到了苏罗默跟习良莫 对方告诉他们 糖宝很快就会死 永远消失 习良莫听到这个 心如刀脚 跪在那个人面前 求他救救糖宝 苏罗默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 也是用恳求的口气 求对方救糖宝 后来那个人说 只要两人尽快结婚生下 第二个孩子 糖宝就不会有事 所以苏罗默和习良莫 一直在培养感情 争取早点将孩子生下来 既然这样 明天我们大家就开始准备吧 我马上打电话 让老四老五回来 糖宝第二集 妈咪 你跟爹地在一起幸福吗 跟糖宝在一起最幸福 糖宝要是不在了 你们不要难过好不好 糖宝在说什么胡话 糖宝怎么可能会不在 我的糖宝可是会长命百岁的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妈妈可就要生气了 他不想爹地妈咪 伤心难过 所以他没告诉他们心脏没了的事情 糖宝 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总是这么冷 今晚妈咪抱着你睡觉好不好 妈咪要给糖宝讲故事 嗯 给糖宝讲故事 以后妈咪每天都陪着糖宝 妈咪没有陪在糖宝身边 让糖宝受了这么多苦 妈咪很抱歉 才没有 因为有妈咪 糖宝才能降生 糖宝很感激妈咪哦 因为妈咪 才会有爹地 有这么多叔叔 还能遇到小哥哥 真好 说着糖宝便睡着了 糖宝的身体冰冰凉凉的 就像是玉石 我不知道糖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心里很害怕 苏老梦 糖宝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不会 我的女儿才不会出事 如果一定要出事 我会用自己的命保护糖宝 第二天 糖宝醒来的时候 感觉胸口的位置莫名温暖了不少 金莲 主人 你醒了 我感觉好温暖 那是当然 因为我在用自己的光芒笼罩主人 糖宝的心脏是不是回来了 见金莲沉默 糖宝将手放在心脏的位置 感觉不到心跳 不过锦囊不冷了 这一点 糖宝还是很开心 糖宝 起来了 妈咪 糖宝今天想跟妈咪去逛街 好 糖宝是不是做噩梦了 嗯 糖宝做噩梦了 糖宝可难受了 别怕 有妈咪在呢 别想那么多 妈咪带你换衣服下楼 糖宝宝 过来二叔叔这里 来三叔叔这里 糖宝好不好看 我家糖宝必须好看 糖宝要跟着妈咪去逛街雪拼了 糖宝还知道雪拼是什么 当然知道 糖宝可不是笨蛋 我今天要买很多很多东西 糖宝可有钱了 说完 糖宝从背包里将苏柳曾经给自己的金条 还有苏涵给自己的银行卡 苏冷和苏涵还有苏楼墨 西凉墨给自己的银行卡全部拿了出来 哇 我家糖宝宝果然很有钱 怎么 糖宝宝身上的钱你都想要 你还是人嘛 我哪里是想要坑糖宝的钱 你不知道糖宝的账号还是我管理 每个月好几百万呢 糖宝有钱 以后养叔叔们 我家糖宝现在都成为一家之主了 糖宝要赚钱养家哦 不过糖宝可厉害了 这些对糖宝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原来我家糖宝宝这么厉害 妈咪 我们先去买买买 我给你们开车 苏涵主动说要给西凉墨他们当司机 西凉墨自然没拒绝 二哥 你最近有点奇怪 你一直不说话 这是在想什么呢 我总感觉苏涵有什么事情隐瞒 却不知道苏涵究竟在隐藏什么 我先出去一趟 而已经离开别墅的苏涵 上了一辆车子 对方全身穿着一身黑色 脸上还戴着面罩 似乎并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长相一般 想去哪里 一会你就知道了 到了公寓后 苏涵将自己脸上的面罩拿掉 看到苏涵脸上的符咒后 苏涵的脸色骤然大变 苏涵 这是怎么回事 苏涵 苏家老五 军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有人跟我说 唐宝能够解决 所以你一直躲着我们不肯回来 我这副样子怎么回去 我甚至不知道脸上是什么东西 我会将唐宝带过来 唐宝应该是有办法帮助你的 其实我也担心 这个符咒对唐宝会有影响 我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将唐宝带过来 你担心这个符咒是有人刻意弄出来 为的就是让唐宝接触后伤害唐宝 我也不知道 唐宝毕竟不是普通的孩子 我知道了 我会处理好 唐宝 五叔叔不会伤害你 希望我脸上的符咒也不会伤害你 唐宝 累不累 要不要休息一下 妈咪 我们今天买了很多东西 好开心 唐宝要是想将整个商场买下来 妈咪现在就可以安排 不要 商场里东西可多了 唐宝才不要 只要是唐宝想要的东西 妈咪都会减量满足你哦 一个小时后 唐宝跟着西凉墨从商场出来 看到苏杨在打电话 好的 我一会带唐宝过来 六叔叔 你在跟谁打电话 是爹地吗 不是 跟你二叔叔 一会带唐宝去见你五叔叔 他想见你 五叔叔回来了吗 嗯 你五叔叔已经回来了 现在正在地度 他有事情需要唐宝帮忙 唐宝愿意过去吗 当然愿意 五叔叔需要唐宝帮忙 唐宝肯定会帮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 唐宝不要乱跑 要不然妈咪可生气了 对不起妈咪 我正在跟六叔叔聊天 六叔叔要带我去见五叔叔 苏安想见唐宝 为什么不回苏家 因为有些不方便 所以你要带着唐宝去见苏安 虽然苏安是你的兄弟 我还是想问 靠谱妈 会不会伤害唐宝 苏安是唐宝的五叔叔 自然不会伤害唐宝 那可不一定 我不放心 那么你就跟着一起过去就行了 要是苏安对唐宝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直接对苏安出手就可以 自然 我肯定是要跟着一起过去的 到了公寓 五叔叔脸上的符文是怎么回事 不清楚 但是有人说 需要唐宝乖解决 也就是说 这个符文跟唐宝有关系 五叔叔 可以蹲下身体吗 唐宝打量着苏安脸上的符文 随后将手放在苏安脸上的符文上 一股莫名的感觉 从心口的位置窜起 好奇怪的感觉 妈咪 唐宝也不知道这个符文怎么回事 不过唐宝对这个符文有感应 我需要研究一下 五叔叔 别害怕 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谢谢你 唐宝 五叔叔 别跟唐宝说谢谢哦 五叔叔可是爹地的弟弟 唐宝会帮你的 西凉墨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脏却涌起一股莫名的疼痛 唐宝身上的责任实在是太重了 唐宝 我的女儿 妈咪一定会护你周全 一个小时后 几个人回到了苏家 唐宝宝 你跟我们说 这些符文究竟怎么回事 会有什么影响吗 唐宝也不知道 不过 唐宝在看到这些符文 心脏部位会有很奇怪的感觉 所以唐宝肯定是认识这些符文的哦 唐宝可以慢慢研究 辛苦唐宝了 我不着急的 西凉墨看唐宝一直揉眼睛 知道唐宝已经困了 他走上前抱起唐宝 唐宝是不是困了 嗯 妈咪去睡觉 好 妈咪带唐宝去睡觉 苏楼墨 我们已经有二胎了 有了他就可以救唐宝 是啊 希望那个黑衣人没有骗我们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放心好了 有我在呢 不会有事的 此时唐宝的房间内一道人影赏过 还这么小啊 龙神 你是谁 我叫唐宝哦 龙神是什么东西 我是魔狱的王 我不认识你哦 你别想欺负唐宝 我告诉你 我可有很多厉害的叔叔 还有我爹地妈咪都是强盗不行的人 你要是欺负我 他们会将你揍扁 真是可爱 你也差不多要进行龙王祭了 就在唐宝想着少年会对自己做什么的时候 他往后退了一步 跟唐宝说了一些他根本就听不懂的话之后便离开了 那个少年 好熟悉的感觉 不是很厌恶 而是一种莫名的感觉 唐宝 怎么从房间跑出来 妈咪对不起 唐宝让你担心了 不过唐宝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哥哥 什么很奇怪的哥哥 这里哪有什么很奇怪的哥哥 他说话唐宝听不懂 除了龙王祭 唐宝这是怎么了 最近怎么这么奇怪 两个月后唐宝再次梦到那个少女 这一次少女望着唐宝的眼神带着冷漠 他说话 唐宝听不懂 却能感觉到胸口的锦囊在发烫 将孩子杀了 唐宝杀死习良末肚子里的孩子 不要 唐宝怎么可以杀死妈咪肚子里的孩子 你不杀死他肚子里的孩子 死的就是你 魔狱的人真的是太卑鄙了 他们欺骗了你的爸妈 说怀孕就能救你 习良末跟苏龙末两个蠢蛋 还真的相信 可他们要是生下二胎 你就要死了 从此再无轮回 龙心是什么啊 唐宝完全不明白少女话中的意思 少女大概也明白唐宝听不懂自己说的话 习良末和苏龙末生下二胎 你就会死 这个听懂了没 就算是我 也无法让你复活了 你只有这一世的机会 你想要我杀死自己的弟弟妹妹吗 那是魔种 你是上古龙神 天地之间只有你这一只血脉 魔种会吞噬掉你的龙心 听我的话 将孩子杀死 还有三天就是龙王祭 龙王祭要死很多人 因为这是祭祀 是要用家人的血铺路 让唐宝重生 所以红衣女显得很急躁 孩子杀死后 爹地妈咪能活着吗 你怎么这么执着人类的生死 死了便死了 他们的寿命也就这么长 可我想他们活着 愚蠢至极 他们只是人类罢了 人类的生命比不上你 原本他们就是因为你而存在的 总之 听我的话 唐宝望着少女正想说话的时候 耳边传来西凉墨胶着的声音 唐宝立刻睁开了双眼 而刚才的少女也不见了 妈咪 孩子能打掉吗 唐宝望着西凉墨的腹部 忽然问 唐宝有种感觉少女没有骗他 或许这个孩子真的不能出声 西凉墨愣了两秒望着唐宝 他没想到唐宝会让他将孩子拿掉 唐宝 你为什么想要我将孩子打掉 我就是想问问妈咪 要是唐宝让你将孩子打掉 你是不是会生气 我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唐宝不喜欢弟弟妹妹吗 因为之前有个黑衣人出现 告诉西凉墨跟苏龙墨 如果要想救唐宝的命 只能把孩子生下来 所以西凉墨为了救唐宝不可能答应 接上集 红衣少女告诉唐宝 要将西凉墨肚子里的孩子杀死 唐宝才会活下去 要是唐宝让妈咪将孩子打掉 你是不是会生气 我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唐宝不喜欢弟弟妹妹吗 没有 唐宝喜欢的 只要妈咪喜欢就好 我不能让妈妈伤心 唐宝饿了 好 妈咪带你下楼吃东西 楼下 苏柳做了很多好吃的 苏老也不甘示弱 唐宝喜欢吃的蛋炒饭 苏老今天多做了一点 就是为了讨好唐宝 你只会蛋炒饭 怎么蛋炒饭怎么 你连蛋炒饭都不会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我虽然不会蛋炒饭 可我会其他的 唐宝可喜欢我做的饭了 你再废话 信不信我让你好看 你都老成什么样子 还要我好看 唐宝宝是不是饿了 三叔叔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爷爷也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老头 谁让你抢我话头的 你才是 给我一边去 爷爷 三叔叔 你们别争了 你们做的饭菜 唐宝都吃 我家唐宝宝就是心地善良 唐宝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吗 唐宝饿了 唐宝想吃谁的 这是三叔叔做的 那是你爷爷做的 只会蛋炒饭的老头 唐宝 你喜欢吃蛋炒饭是不是 嗯 爷爷做的蛋炒饭可好吃了 唐宝喜欢的 听到没 唐宝说了 喜欢我做的蛋炒饭 你们俩人别像个孩子 在这里打扰我家唐宝用餐 西凉莫受不了这两人总是对来对去的样子 他板着脸 朝着两人喊了声 爷爷 三叔叔 要一起吃吗 我也要吃 唐宝宝 七叔叔也想吃 这幅表情 真的是欠揍到极点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没什么表情 就是字面上的表情 我警告你们 再用这种表情对我 看我不做扁你们 七叔叔想吃就过来一起吃 不要发脾气 唐宝不喜欢有人吵架 唐宝宝 你别生气 我跟他们和和气气的还不行吗 七叔叔是乖孩子 乖孩子 好 唐宝宝说什么便是什么 你恶心不恶心 多大人 还撒娇 唐宝在他们几个人半嘴的时候 已经将饭菜都吃完了 正准备让西凉莫带着出去玩 唐宝宝 你不陪我吃饭吗 七叔叔 你自己不会吃饭吗 我不会吃 就像唐宝宝为我吃饭 你给我一边去 那个 大哥 你不是去公司了吗 苏朗 你面子倒是很大 我女儿都没为我吃饭 现在 却要为你吃饭 你觉得 我会同意 不就是为吃饭 有什么了不起 唐宝宝愿意为我吃饭 好了 你们不要这样 唐宝好为难的 此时 他忽然感觉一股奇怪的气息 从西凉莫肚子里散发出来 怎么了 妈咪的肚子 唐宝很难受 他感觉有狠邪的东西 从西凉莫的肚子散发出来 妈咪的肚子有什么不对劲吗 我不知道 总感觉有些地方很奇怪 妈咪 弟弟妹妹可能是坏的 师父说要将孩子打掉 我们去打掉孩子吧 唐宝不知道 怎么把梦中的事情跟妈咪解释 只能把师父搬出来 苏涵他们一脸迷蒙 看向唐宝 唐宝 他很快就会出生的 他是救唐宝的福星 怎么可以打掉 唐宝想要妈咪将肚子里的孩子拿掉 你们是不是觉得唐宝很残忍 怎么会 我们没想过唐宝残忍 唐宝不要你妈咪肚子里的孩子 是因为什么 因为师父说 孩子要打掉 唐宝想打掉这个孩子 是因为这个孩子对你有影响吗 你是四叔叔吗 嗯 我是你的四叔叔 很高兴认识你唐宝 唐宝 很抱歉这么晚才过来 没关系哦 我知道四叔叔你也是喜欢唐宝的 对不对 是啊 我很喜欢唐宝 四叔叔 这个孩子会对唐宝怎么样 唐宝也不知道 唐宝感觉到这个孩子很奇怪 弟弟妹妹是坏人 这是唐宝也不能接受的真相 可是不管能不能接受 事实就是事实 唐宝心里很不是滋味 唐宝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 这个孩子不能留掉 西凉墨虽然不知道 唐宝为什么坚持要他打掉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是唐宝的命呢 既然是唐宝的命 西凉墨怎么可能会打掉 妈咪 如果这个孩子会威胁到唐宝的生命呢 唐宝现在很为难 他不知道要怎么办 或许只有自己死了 所有人才能两全吧 不会的 唐宝乖 这个孩子出生是为了救你 不会害你的 可他们不知道唐宝前世是上古龙神 要想救活唐宝 只能让唐宝恢复龙神的身份 而这样他们必须用自己来血迹唐宝 西凉墨的话 让唐宝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看着西凉墨的肚子 感觉到一股邪气在西凉墨的肚子里长大 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 可是妈咪明明怀孕没多久 果然 少女说的是对的 妈咪 是邪气 什么邪气 妈咪肚子里的不是孩子 是一团邪气 他是冲着唐宝来的 一旦出生 唐宝就会死 唐宝听妈咪说 这个孩子的出生就是为了救唐宝的 绝对不是为了害唐宝的 肯定是有人在你面前乱说话 唐宝还小 总是会被坏人利用 爹爹妈咪在这里会保护好你 谁都不能利用唐宝 利用吗 可是 并不是利用 不过爹爹妈咪好像是不懂 如果孩子没有 妈咪和爹爹就会很难受是不是 妈咪会死 爹爹也会死 没有唐宝 他们活不下去 唐宝却误会了西凉墨的意思 他以为 西凉墨跟苏罗墨很在乎这个孩子 唐宝知道了 原来 爹爹妈咪这么喜欢这个孩子 唐宝要是出手的话 爹爹妈咪会受伤 唐宝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接上集 唐宝告诉妈咪 肚子里的孩子是邪气 一旦出生 自己就会死 可是 西凉墨不相信 随着龙王记时间越来越近 唐宝的身体越来越冰冷 这种冰冷前所未有 唐宝 距离龙王记还有三天了 告诉唐宝要离开的师父突然又出现了 师父 你不是离开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对不起 师父骗了你 唐宝不管龙王记 唐宝想要爹爹妈咪他们活着 唐宝选择死 你的异魂成为了唐宝 可你的真身是雪龙 是上古龙神 唐宝别任性 你知道自己背负多大的使命吗 师父其实一直在欺骗唐宝 你究竟是什么人 唐宝见过那个少女吧 其实她就是前世的你 当年魔狱为了抢夺你的龙心 突入很多龙族 你的魂魄是师父帮你送到转世轮回 投胎成为了现在的你 现在时机成熟 你的龙心在呼唤你 唐宝的心灶没有 是因为凡人的身体撑不住龙心 所以龙心才会自动离开的吗 是的 你是上古龙神 龙心是你上一年的法力和龙气 魔狱的人就是想要毁掉你 他们得到龙心后就能颠覆天界 唐宝 天界没了 人界就会陷入天灾 师父的话 让唐宝很痛苦 唐宝只是唐宝 不是龙神 我不要背负这些 唐宝很讨厌你 唐宝不要 唐宝做噩梦了是不是 爹地 唐宝不要 不要什么 唐宝不要成为龙神 什么龙神 唐宝看着苏楼墨脸上的不理解 意识到苏楼墨好像是不知道自己话中的意思 唐宝就是不想离开爹地妈咪身边 傻瓜 我们不会让你离开 唐宝不喜欢妈妈肚子里的弟弟妹妹吗 唐宝之前明明很喜欢 唐宝喜欢妈咪 但是孩子好像是有点奇怪 爹地 唐宝说那个孩子是坏的 你信唐宝吗 孩子怎么会是坏的 唐宝的感觉不会错的 加上师父也说那个孩子必须要拿掉 可是 拿掉孩子 爹地妈咪都会不开心 所以唐宝不想你们伤心 唐宝怎样都没事的 爹地 今天陪唐宝去玩吧 唐宝的身体很冰 苏楼墨的心脏像是被人掐住一样 尤其是唐宝说的话 让苏楼墨心里很不适滋味 好 爹地带你去玩 一整天 苏楼墨带着唐宝玩遍了帝都所有好玩的 还陪着唐宝吃了很多好吃的 唐宝不知道多开心 到了傍晚的时候 苏凤给苏楼墨打来电话 大哥 大嫂情况有些不对 西凉墨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不舒服倒是没有 不过习家主的肚子忽然变得很大 实在是奇怪啊 感觉习家主肚子里的孩子很不普通 这个孩子普不普通我不知道 我跟西凉墨只是想要救唐宝 只有怀上了二胎 才能救唐宝 可是我觉得此时很蹊跷 你们可别被人给骗了 爹地 你在跟四叔叔说什么 没什么 就是你妈妈的肚子有些不舒服 我们需要回去看看你妈妈 好 要开始了吗 终究还是阻止不了 爹地 唐宝只是唐宝 不是龙 是爹地妈咪的小宝贝 对不对 对啊 你是我们唯一的宝贝 苏楼墨听着唐宝的话 忽然落下了眼泪 唐宝是龙吗 所以唐宝才会这么特殊 原来龙是真实存在的 唐宝 你的身体是不是变得更冷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身体的温度变成了这样 别怕 很快就会没事的 爹地 你在哭吗 唐宝会心疼的 嗯 唐宝不要担心爹地 苏家客听 唐宝 跟爷爷上楼完 你爹地他们一会有事情要讨论 爷爷 他们是聊关于唐宝的事情吗 可能吧 反正唐宝不需要理会就行 唐宝没有再坚持留下来 跟着苏老去了楼上 唐宝乖巧懂事的样子 让苏老心里很不适滋味 以前我怎么会不喜欢唐宝呢 明明唐宝这么好 爷爷 你是不是在难受 嗯 是 爷爷别难过 不是还有唐宝吗 唐宝在爷爷身边 唐宝 谢谢你 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跟唐宝这样好的孩子了 爷爷真像个小孩子 是啊 爷爷现在也是一个孩子了 只要唐宝不讨厌爷爷 爷爷就很开心 大哥 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不知道为何 最近眼皮一直在跳 就像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你们觉得能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不知道 就是心有些不安 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 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唐宝会好好的 我也希望唐宝能好好的 不想唐宝出事 唐宝不会出事的 我先去看看西凉墨 西凉墨坐在床上 眼神锐利看向自己的肚子 肚子越来越大 可是 西凉墨心中的不安却一直在扩大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怎么了 是不是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很不安 苏龙墨 我们将孩子生下来 唐宝就会活着是不是 嗯 一定会活着的 唐宝说让我拿掉这个孩子 唐宝一直都很懂事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唐宝会说这些话 不知道是我们被人骗了 还是唐宝被人骗了 我们不会被骗的 放心好了 还有两三天左右的时间 我猜测这个孩子就要出来了 出来就好了 唐宝就有救了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临近西凉墨要生产的时间越来越接近 而唐宝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接上集 临近西凉墨要生产的时间越来越接近 而唐宝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他们走到唐宝房间 发现唐宝躺在床上 周身笼罩着一层金光 唐宝的样子有些奇怪 额头侧隐约有龙显现出来 唐宝 真的是龙公主吗 嗯 她是龙 投身在我们这里应该是有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吧 唐宝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别担心 唐宝会没事的 可是唐宝的样子不像是没事 苏楼墨 你快点想想办法 我们究竟要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 西凉墨的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这股疼痛让西凉墨难受到不行 苏楼墨 我肚子疼 怎么回事 苏楼墨阴沉着脸 抱起西凉墨冲出了别墅 你们这是做什么 快点去医院 西凉墨可能要生了 还愣着做什么 马上被车 爹地 妈咪 唐宝 师傅 唐宝是不是马上要死了 他有这种感觉 感觉自己好像是马上要死了一样 你妈妈要生了 那个孩子是魔狱的魔器 所以师傅你想要我做什么 杀了那个孩子吧 在今晚十二点之前 你杀了他 你就不会消失 不能手软制导吗 唐宝犹豫了片刻 还是决定听师傅的话 唐宝 你醒了 三叔叔 妈咪 是不是要生了 唐宝感应到了吗 嗯 我感觉妈咪好像是要生了 因为爹地妈咪都没有在唐宝身边 我要去医院 唐宝别担心 三叔叔送你过去 此时 素柳正要抱唐宝离开之际 一股黑气突然朝着他们射过来 直接将唐宝卷起来扶在半空中 唐宝 怎么回事 三叔叔 唐宝难受 行了 别喊了 唐宝现在可听不到你说话 西洋墨的孩子要出生 唐宝就要死了 你究竟在说什么 将唐宝还给我 我跟龙神之间的决斗 还没有结束呢 我可是等了他上万年呢 明天十二点便是龙王祭 你猜猜看 他能不能回到自己 少年的话还未说完 一朵金莲朝着他飞过来 你想找死不成 你才想找死 不许你伤害主人 你的主人马上就要死了 你 你胡说八道 我的主人才不会死 他是上古龙尊 你算什么玩意 万年来都没赢过主人一次 金莲 别在我面前放肆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的主人不能消失 他要是消失了 整个龙族都完了 你这个坏蛋 少年冷笑挥开了金莲 却不想 怀中的唐宝忽然挣脱了黑气 最后他竟然消失不见 唐宝 金莲跟少年的对话 苏柳根本就没听到 在看到唐宝消失的时候 苏柳浑身颤抖 大叫着唐宝的名字 金莲 唐宝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明天晚上就是龙王祭了 你们想要主人活着 就去祭台 七星连珠的时候 就是祭殿开始 金莲大概也是想到苏柳 可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用金光笼罩在苏柳身上 将自己的意思告诉苏柳 你说什么 习家主怀上二胎 不是对唐宝很好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反正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们现在必须要阻止这个孩子出生 要不然对主人很不利 金莲的话 让苏柳脸色血白害人 大哥他们还不清楚这件事 我必须现在要去告诉大哥 是不是唐宝出什么事情了 这个孩子不能出生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刚才我听到了金莲说话 金莲说这个孩子不能出生 要不然唐宝这一事便算是彻底毁掉 永远消失 你怎么能听到金莲说话 金莲可能对我做了什么手脚 所以我能够清楚听到金莲说的话 金莲是这么告诉我的 既然是金莲跟苏柳这么说 难道被欺骗的人是我吗 刚才出现了一个少年 唐宝就消失了 都是我不好 没保护好唐宝 此时 西凉墨忽然捂着肚子发出一声 痛苦的乌液声 马上杀了这个孩子吧 大哥 你说杀了 是的 我们被黑衣人给骗了 现在还有时间 只要杀了这个孩子 唐宝就不会出事 为了唐宝 必须要杀了魔种 二哥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动手 你们都想要唐宝活着 不想要我活着吗 就在苏涵拿着手术刀 朝着西凉墨走近的时候 西凉墨的肚子 忽然发出这么一道声音 你 你说话 真是愚蠢 你们越是想要他活着 我便越不让他活着 龙神跟我们磨玉 几万年来的仇怨 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到 我不许你伤害我的女儿 我现在在你的肚子里 我也是你的儿子 所以 你还是认命吧 苏涵 快点 马上杀了他 苏涵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要出手帮西凉墨 将孩子拿出来 手术刀 在接近西凉墨肚子的时候 一团黑气 从西凉墨肚子里出来 是魔主吗 我马上去追 此时 金莲飞到了苏罗墨手中 用金光笼罩着他们 明晚是决定主人能不能活着的最关键 现在魔中出来了 明晚是最后的机会 只要你们用自己的血铺满记台 主人的最后一缕魂就会回到原来的身体 若是你们想要主人活着 那么你们可能会死 如果龙王祭不能顺利进行 唐宝就会消失吗 会魂飞魄散 需要多少人 跟主人有血缘关系人的血 为了唐宝 我愿意 接上集 金莲告诉他们 要想救唐宝 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来血迹唐宝 为了唐宝 我愿意 唐宝是我的亲孙女 我一定要救唐宝 金莲 你只需要告诉我怎么救 我的血随便拿 我的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都是唐宝的叔叔 如果说 唐宝跟我们相遇 是为了让唐宝好好活着 我愿意将自己的命给唐宝 好 既然你们都愿意将自己的命给主人 那么我告诉你们需要怎么做 唐宝 我们都愿意为了你牺牲性命 只要你活着就好 祭台在帝都一处山上 这个祭台已经很古老了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 今晚就会进行龙王祭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些莫名的悲伤罢了 因为唐宝嘛 唐宝肯定能活着的 是不是不想死 只要唐宝宝能活着 就算死 我也是心丹情愿的 说的也是 只要唐宝能够活着 这又算什么呢 龙王祭要开始了 你是谁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龙王祭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要怎么做 这个祭台上好像是有阵法 但是他们并不懂 这个阵法是怎么回事 你脸上的便是阵法 将血滴到你的脸上 然后阵法就会开启 你们按照位置躺下 用刀子割破手腕 血自然会聚在一起 而唐宝 唐宝 想他活着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少女说完 一股黑气笼罩过来 魔族少年出现在祭台上 看来你们还不知道 用你们的血开启阵法后 你们会有什么下场 我们自然知道 开启阵法后 我们会死 既然知道开启阵法后 你们会死 为什么你们还这么义无反顾 因为就算是死 我们也不在乎 死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么多条人命 就为了救唐宝这么一条命 你们确定要这么做 只要唐宝活着就行 你管我们 直接进行仪式吧 好 阵法开启 此时 唐宝的身体被金光罩住 那些黑气 没办法靠近唐宝 而苏楼墨他们已经陷入了死亡 很快 所有人都被光芒笼罩 紧接着 唐宝的身体发生巨大变化 龙神 救活他们 仪式还有最后一步 现在只是仪式的一半 他没想到 唐宝会醒来 所有代价 我来承受 龙神 你这是最后一事 你现在 是为了这几个人要放弃吗 我只要我的爹地妈咪 和叔叔爷爷们活着 上万年了 那些仇怨 该消弥了 你不顾自己的子民了吗 我会安排好 现在先救他们 龙神请三思 怎么 现在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少女 终究还是听从唐宝的话 朝着西梁墨 他们挥手 一道金光将他们笼罩 他们脸上的灰白 瞬间消失不见 龙王计不需要进行了 我会回到自己的身体 但是我需要做完最后的事情 龙神很清楚龙王计 是你回到自己本体的最后一次机会 谁跟你说龙王计是我最后的机会 这一世若是没了 我会灰飞烟灭 这一点 我很清楚 既然龙神你清楚 那么为什么还要救他们的命 我做什么事情 你不需要知道 我只想当唐宝 你们回龙宫去吧 至于魔狱这边 他们动不了我 少女离开后 少年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唐宝 爹地 唐宝好累 我们昏迷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唐宝的心脏回来了 是哦 唐宝的心脏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妈咪别哭了 或许是师父救了我 唐宝也累了 我们先回去吧 在唐宝他们离开之后 少年卷着黑气再次出现 唐宝竟然放弃了这么一次机会 他难道真的想死吗 不应该呢 他可是上古龙神 他能抛弃自己的子民不管吗 尊主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等待第二次机会吧 他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少年像是感叹一般 最后也消失不见 此时 苏家 唐宝 你感觉怎么样 没事 唐宝 唐宝现在很好 唐宝要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妈咪 知道吗 唐宝知道了 只是累了 大哥 我们没有死 唐宝活着 这一切 你都不觉得奇怪吗 你想说什么 我担心唐宝隐瞒我们什么东西 唐宝活着 或许是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而唐宝没有告诉我们 不管唐宝隐瞒了我什么 我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好 只要唐宝活着 便足够了 而此时的苏安 在龙王祭之后 脸上的符纹已经不见了踪迹 主人 你的记忆是不是恢复不少 有些记忆恢复了 我知道你是金莲 你曾经是我还是小龙的时候 就在我眉心的 是啊 金莲是跟着主人一起出生的 金莲 这一次的龙王祭没有成功 我只有半年左右的生命 主人为什么不进行龙王祭 你知道整个龙族都在等你 我想爹地妈咪他们都能活着 主人 你以前不会这样感情用事 魔狱这边魔种已经出来 还成为你的弟弟 你很危险 没关系 我还有很多记忆没有回来 不过我知道 身为龙王 自然不能心思手软 可是金莲 我现在是唐宝 是爹地妈咪的女儿 街上集 说着唐宝便迷迷糊糊糊地睡着了 唐宝 一个穿着白衣长袍的人出现在唐宝眼前 这是唐宝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样子 以前都是用声音交流的 师父 唐宝 你知道师父试试了吧 知道 师父 你是棒金吧 原来 唐宝一直喊的师父 就是棒金 是龙宫的管家 一直守着唐宝长大的 你现在还是唐宝 我就喊你唐宝 你找我是因为这一次龙王纪的事情吧 你是龙神 你不想恢复龙神的身份吗 我不想 因为我只是唐宝 龙神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我叫唐宝 因为苏龙墨他们对不对 龙王纪是要他们的血跟灵魂 师父一直都在欺骗我 唐宝也不是这么好欺骗的 这件事其实我可以解释 行了 你也别跟我解释 反正龙王纪已经取消掉了 以后那个祭台也不会再出现了 那是我精心准备的祭台 唐宝 你真的太任性了 龙神不会做这么不理智的事情 所以我是唐宝哦 师父 如果没有爹地妈咪 唐宝不会开心 如果我可以让他们活着呢 你说可以让爹地妈咪活着 只要唐宝回到龙神 苏龙墨他们肯定要因此作为祭品 这就是唐宝终止龙王纪最重要的原因 是 我已经找到办法 我知道 唐宝你很爱自己的爹地妈咪跟叔叔们 所以我一直寻找别的办法 现在我找到这个办法了 就是能够让你在人间和龙族自由穿梭 师父还要去办事情先走了 过几天师父回来找你 唐宝现在没事 为什么要带他去医院 我只是担心唐宝的身体有别的问题 毕竟龙王纪后 我总感觉唐宝很虚弱 唐宝只是因为龙王纪受到惊吓 不需要去医院 喜家主为什么阻止唐宝去医院 是不是唐宝的身体出现了别的问题 你不想我们知道 才会这样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让你们靠近唐宝 因为唐宝的心脏没有回来 不可能 唐宝的心脏不是回来了吗 我那天晚上不放心唐宝 去唐宝的房间 抱着唐宝 才发现唐宝的心脏还没有回来 唐宝骗了我们 之前我们以为唐宝的心脏还在的 现在看来我们都错了 唐宝的心脏根本就不在了 唐宝这么做 是不想我们为他担心 真是一个傻孩子 唐宝 为什么瞒着爹地 爹地 唐宝没有瞒你任何事情哦 你想气死爹地吗 龙王记被中断 我跟你妈咪叔叔 他们能活着 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爹地 唐宝跟你说真话 龙王记被中断 是因为唐宝醒来了 唐宝不愿意拿走 爹地妈咪的生命 我们活着 唐宝就会死吗 不会死 爹地放心好了 只是唐宝暂时回不去了 不能回家 对唐宝而言 很难受吧 肯定难受啊 唐宝原本是龙神 应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现在却连回家的资格都没有 不过不用担心 唐宝会找到不伤害爹地妈咪的前提下 回到龙宫的 楼下 唐宝 你现在开心吗 有爹地妈咪 叔叔们在一起 唐宝很开心 三叔叔 你们是担心唐宝吗 唐宝 你之前没有跟我们说真话 你知道我们在知道你的心脏 其实没有回来的时候多绝望和多担心吗 对不起 都是唐宝的错 唐宝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唐宝就是不想要你们担心 之前你有心跳 是不是因为金莲的缘故 是我让金莲进入我的心脏 所以你们以为我的心脏回来了 唐宝 你没回到龙的身体 这具身体能撑多久 唐宝不会死的 五叔叔 你们不需要担心唐宝 唐宝跟你们保证 唐宝绝对不会死的 但是我担心 唐宝是在骗我们 没有哦 唐宝这一次没有骗你们 唐宝保证 如果你活着是要我们的命 我们也是毫不犹豫的 唐宝不需要觉得对不起我们 我们是你的亲人 我们所有人都想要唐宝活着的 三叔叔 你让唐宝想哭 唐宝可是龙神哦 三叔叔 你们知道龙神是什么吗 龙神可厉害了 是整个龙族的王 唐宝就是他们的王 难怪我家唐宝这么厉害 原来唐宝是龙王 三叔叔 你们会觉得害怕吗 赏光 我们怎么会害怕 我们家唐宝这么厉害 我们崇拜都来不及呢 那唐宝今天想出去玩 你们也会陪着唐宝一起吗 唐宝想去哪里 直接跟我们说 就是 不管唐宝想去哪里玩 我们都会陪唐宝 唐宝只要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两个月后 再次返回祭祀台 唐宝记住师父说的话 你只剩下这一次机会了 而唐宝不知道的是 师父说的不伤害他家人的办法 就是牺牲自己 通过特殊密法 把自己所有的法力 跟唐宝融为一体 让唐宝能够在人间和龙族自由穿梭 而唐宝并不知道这一切 师父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真的好傻 你知道吗 其实唐宝 早就把你当做了自己的父亲 在唐宝是小龙的时候 你就在唐宝身边照顾我 直到今天 为了唐宝的家人 你付出了生命 谢谢你为唐宝做的一切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龙神别难过了 只要龙神能够回来 我们每一个人 都愿意为龙神牺牲生命 大哥 唐宝最近也该回来了吧 唐宝说处理完那边的事情 就会回来 我们等着就行了 唐宝在龙族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我有点担心 不需要担心 我们唐宝可是龙王 法力深不可测 爹地妈咪叔叔们 你们的小宝贝回来了 咱咪叔叔们